我骗光八省的退休金 掏空太奶的棺材本 这是卖写3000cc 凑齐所有积蓄 只为购买一辆月的房车 只因我知道末日即将来临 这样才能储备足够的生活物资 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 看似普通的房车竟拥有神奇的能力 2050年上午8点33分 此时我竟发现自己意外重生回末日降临当天 就在这时 旁边正在播放的电视突然插播一条新闻 具科学家关键 有着数颗雨石 正以每秒300千米的速度朝栏心靠近 预计一小时内 各国会发射大量核导弹兰机 到时天空会出现大量的雨光 请所有人不要恐慌 看着电视的新闻 我知道这就是末日爆发的前兆 因为在这些雨石中含有古部的丧失病毒 而且数量根本不是几个 而是成千上万个 大量携带病毒的雨石碎片即将降落 想到这我便将自己所有的银行卡 和信用卡全部带上 直接冲了出去 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储备生存物资 而在重量最大 无疑就是重型货车 接着我便来到汽车公司 可客服小姐竟告诉我 现在只有各种高档跑车 而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想办法买一辆全新半挂时 展厅中一辆车子瞬间让我心动 西风勇士 榴弹炮越野装甲车 全车迷彩涂装 超强车身防护装甲 甚至连玻璃都是防弹的 完全适应末世需求 紧接着我便抛出一张信用卡 直接把信用卡刷爆 快速办完一切手续后 我当即便开车离开 准备末日必备的生存物资 不一会儿 装甲车稳稳地停在一家户外俱乐部的门口 只要是我认为在末世能用得上的东西 统统拿下 接着 我又冲进超市开始疯狂地买买买 还有药店 各种消炎药 也是疯狂地买买买 等准备完所有的生存物资之后 我便来到一处烂尾楼的工地 在海市 只有这里的人才是最少的 我驾驶着装甲车 在泥土的路面卷起阵阵的沙尘 一直到烂尾楼工地的中间位置才停了下来 而就在这时 天空当中出现了无数的陨石碎片 在快速地降落时 与空气摩擦产生高温 变成一个个巨大的火球 朝着地面快速地降落了下来 火球直接撞击在城市当中 陨石那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撞开一切的遮挡 然后撞击在地面上 在地面上留下一个个 大大小小的陨石坑 同时因为附着在陨石上的病毒开始拨散 天空当中出现了一团团黑云翻滚 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 黑云就将整个天空给完全遮蔽 整个世界就宛如一场人间地 一道闪遍从天空的云层当中 那粗大的闪遍 从天际的一口 连接着另一头 就好似要把这天空给撇开一板 原本被火球照耀成通红的天空 瞬间被闪遍光芒照耀的亮如白昼 紧接着 就是一阵震耳欲伦的雷声 从天空当中滚步而来 震的人心脏都跟着砰砰直跳 伴随着轰鸣的雷声响起 天空当中就开始下起了血雨 同时还刮起强烈的飓风 下一秒 血雨就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 裹挟着丧尸病毒从天而降 随着血雨降临 我知道末日爆发了 在末日爆发的初期 一些抗不过病毒感染的人 就会一变成丧尸 这些刚刚一变的丧尸 行动起来比较吃缓 也是最容易击杀的时候 而此时也正是我在末日开始崛起的奇迹 这场血雨便是变强的最佳时机 接着 我便穿着一身黑色的雨衣 右手拎着一把消防服 从装甲车当中走了出来 消失在血雨当中 我并不敢离开烂尾楼太远 在上一世记忆当中 我只记得烂尾楼的附近 并没有被陨石碎片撞击 所以 只要不离开烂尾楼太远 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顺着来时的路 我刚一走到烂尾楼工地的大门位置 紧接着 突然听到了一声女人尖叫的声音 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 是一个直搬的门卫室 叫声就是从这个门卫室当中传出来的 此时借助着天空中火球的光亮 我模糊地看见 在门卫室当中 一只丧尸正抱着一个女人的身体 正在疯狂地啃食着 下一秒 我缓缓地抬起右手的消防服 左手用力拉开门卫室的房门 还没等丧尸有所行动 我手中的消防服 朝着丧尸的脑门 猛地就劈砍了下去 扑的一声 锋利的消防服 就直接砍进丧尸的脑袋当中 大脑被破坏的丧尸 整个身子直接瘫软了下去 解决了这只丧尸 我朝着倒在血泊当中的女子看了过去 此时倒在血泊当中的中年妇女 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 明显是活不成了 估计要过了多长时间 也会被丧尸病毒所感染 一变成一只新的丧尸 果不其然 差不多过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后 原本躺在地上 已经没有了呼吸的中年妇女 突然从地上坐了起来 然后朝着我的方向就冲了过来 又是一斧子下去 中年妇女变成的丧尸 也被我直接一斧子 将脑袋给砍成两半 将丧尸脑中的金盒取出 那晶莹剔透的金盒拿在手里 让人不由地产生一种吃掉它的欲望 就和丧尸想要吃人一半 那种来自灵魂当中的欲望等 而我知道 在这里进阶实在是不安全 强行压下心中进食的欲望 就准备返回车里 将这两颗金盒吞噬 在末世 想要进阶成为异能者 其中一种是直接吞噬金盒 只不过直接吞噬金盒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进阶失败 没有成为异能者 而是直接变成丧尸 还有一种 就是在末世半年之后 人类可以通过对丧尸的金盒 进行简单的提取 制作成进化药剂 使用这种药剂 成为异能者的几率就要大上很多 而且就算进阶失败了 也不会变成丧尸 可是现在的我 根本不可能等半年之后再成为进化者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怪异的声音突然响起 D 检测到晶体能量 D 开始吸收晶体能量 D 超级黑科技基地系统激活成功 突然听到这个机械的声音 章鱼猛的浑身一震 谁 可是在四下张望了几下之后 并没有发现有其他人 或者是丧尸 章鱼这才回想起脑海当中的声音 说的是什么 什么能量晶体 还吸收 什么玩硬黑科技基地 黑科技基地系统 是什么动线 还在章鱼有些发懵的时候 章鱼突然发现 手中的两颗白色的金盒 竟然直接化成了一小堆粉末 什么 我的金盒呢 还我金盒 我还要准备成为异能者呢 黑科技基地系统 你TM给我出来 老子保证不打死你 看着手中只剩下的一小堆粉末 章鱼顿时开始有些抓狂了 对着空中大声的喊道 然而 就在这时 在章鱼的脑海之中 再次传来系统的声音 D 检测到宿主拥有装甲车一辆 基地绑定中 D 基地绑定成功 目前基地战车等级零级 与此同时 在章鱼的眼前 出现一个半通明虚化的控制面板 章鱼看着眼前的虚化控制面板 就看见面板下面 有一个比较显眼的进度条 上面写着基地战车等级零级 升级所需能量100 当前能量1 看见这个能量值 章鱼瞬间就明白了 自己刚才一共获得两颗金盒 其中一颗金盒用来觉醒了系统 剩下的一颗金盒 则是当作能量被储存了起来 再看向控制面板的其他功能 基地战车系统 基本上一共分为两大功能 一类是生产区 还有一个就是基地战车的升级区 当章鱼打开基地战车系统的生产区系统的时候 图标上赫然出现一个蓝色瓶装的药剂图标 在图标的下方写着基因进化药剂 而就是这基因进化药剂几个大字 瞬间就吸引了章鱼的全部注意力 什么 基因进化药剂 而且还是一级的基因进化药剂 在章鱼反复又看了几遍 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的时候 顿时惊呼出声 只是在看见基因药剂的获得方式之后 章鱼这才冷静下来 就看见在图标的下方 详细地写着生产基因进化药剂所需要的材料等详细信息 基因进化药剂残次品 所需初阶丧失金盒X10 基因进化药剂优良品 所需初阶丧失金盒X50 基因进化药剂完美品 所需一阶丧失金盒X1 进阶到一阶的丧失 动作上不再像初阶丧失那样动作迟缓 进阶到一阶的丧失 在动作上和正常人类差不多 而且在力量上要比普通人强上一些 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在战斗的时候 还不能被丧失抓伤或者咬伤 如果一旦被丧失抓伤 就有一定的概率被病毒感染成为丧失 但是要被丧失的牙齿咬伤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用想了 被病毒感染成为丧失的概率 几乎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在丧失的牙齿上 丧失的病毒要比指甲上的病毒强上很多倍 能抗住这种病毒侵蚀的人类 简直就是少之又少 章鱼简单地看完基因药剂所需要的生产材料之后 目光又看向了生产区的其他物品 钢刀 所需材料金刚X2斤 斧子 所需生产材料金刚三斤 木材两斤 在基地战车系统只有零的时候 能生产的东西比较少 只有钢刀 斧子 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简单用品 而像枪支等热武器 一些威力较大的武器 现在图标的颜色还是灰色的 应该是基地战车系统的等级不够 目前无法生产 甚至在看到后面 还有一个人形的钢铁盔甲 虽然不知道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章鱼感觉 系统生产出来的东西 肯定不会是垃圾 只是在往后 基地的等级太低 无法观看 关闭基地战车系统的生产区 打开基地战车系统的升级区 在基地战车系统的升级区当中 各种可以升级的东西也有不少 基地战车动力系统升级 防御系统升级 能源系统升级 武器系统升级 还有一些什么 战车内部空间系统 基地生活系统等等 不过现在基地战车的等级还是太低 现在可以进行升级的 只有战车的动力系统和防御系统等 一些简单的东西才可以升级 而像是战车的武器系统 还有战车的内部空间系统的图标 依旧是灰色的 表示暂时还无法进行升级 等章鱼把整个基地战车系统都看完之后 整个人差点直接傻了 这基地战车系统 简直是太牛逼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军事基地 只要你能收集到战车所需要升级的物资材料 你一个人就可以是一个军事后勤基地 这简直 简直太牛逼了 只不过 这好像和上一世的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偏差 上一世的自己根本就没有获得这个什么基地战车系统 要是上一世自己就拥有基地战车系统 那么自己上一世也不至于活得那么狼狈 每天都要和丧尸对战 随时都处在生与死的边缘 就在张于美的大鼻涕冒泡的时候 在工地的大门外 一个人影在血雨当中 跌跌撞撞地朝着工地内冲了过来 下雪 家就住在烂尾楼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面 原本正待在家休息的下雪 突然感觉大楼开始剧烈地摇晃 以为是发生的地震 可是当下雪从楼里跑出来的时候 外面的景象一下子让下雪待住了 那乌云密布的天空 还有无数颗正在下降的火球 让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的下雪 立刻变得六神无主 不过下雪很快就反应过来 自己不能再待在建筑密集的区域 必须尽快到一个空旷的地带 然后等着政府的救援 然而和下雪有着同样想法的人 还有不少 一大群人稀稀拉拉地涌上街道 下雪刚走出小区没多远 天空中突然下起了血雨 可能是因为火球本来就把天空照耀的一片通红 所以下雪也并没有注意到 雨水的颜色有些怪异 在血雨降下来没多久 人群中就有人因为身体承受不住病毒的侵蚀 变成丧尸 抱着旁边的人就是一口咬了下去 原本就因为天空中怪异景象 再加上突然发生在眼前的一幕 顿时让下雪的内心更加的恐惧 好在下雪平时就很注意锻炼身体 左躲右闪之下 还真的让下雪从人群当中冲了出来 而就在下雪拼命地往出冲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丧尸 不停地攻击着身边的人 人群也立刻开始恐慌起来 就在这时 下雪想起来 在自家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个烂尾楼工地 那里应该是没有多少人的 想到这里 下雪朝着烂尾楼工地的方向就冲了过来 啊 不要追我 下雪一边惊叫着 一边朝着烂尾楼工地方向拼命地跑着 而就在下雪的身后 几只丧尸在后面张牙舞爪地追着下雪 下雪的惊叫声 引起了章羽的注意 可是雨声太大了 章羽根本听不清是什么声音 只看见大门外一个人影 朝着自己的方向冲了过来 处于谨慎 还没等这个身影靠近自己 章羽率先举起了手中的斧子 可能是太过匆忙 也可能是血雨下的太大 没有看清前面的路 下雪并没有看见自己前面不远处的章羽 当两个人快要靠近的时候 章羽看准了时机 对着前面的人影就要砍下去 而这时 正跌跌撞撞往前跑的下雪 突然发现自己的身前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多出一个人影 吓得压得一声尖叫 同时在心里暗想 完了 后面有吃人的怪物 现在前面又来了一个 自己死定了 啊 突然听到前面的人影 发出一声尖叫 章羽立刻明白 眼前的身影并不是丧尸 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类 等章羽全力收住手中的斧子 此时消防府的斧刃距离下雪的脑袋 只有不到十公分的距离 可以说 章羽的反应再慢上一点 下雪的小命可就要不保了 这时 下雪也看清了章羽的面庞 发现章羽并不没有变成外面的那些怪物一样 失去了理智 看着章羽放下手中的斧子 下雪立刻对着章羽出声说道 快 快跑 后面有好多人都疯了 他们会胡乱的咬人 下雪一边说着 一边就要拉着章羽 继续往烂尾楼的方向逃跑 不过章羽出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击杀丧尸 怎么可能跟着下雪一起逃跑 正脱开下雪的手 章羽朝着下雪身后的那几只丧尸 就走了过去 当第一只丧尸靠近章羽 还没等丧尸扑过来 章羽手中的斧子就挥砍了下去 扑呲 锋利的斧子 直接将一只丧尸的脑袋给砍成两半 黑色的湿血 顿时建设的到处都是 特别是再加上那黑色和红色的血雨 整个场面无比的血腥 看着身后的下雪 顿时就是一阵干呕 哦 哦 对于章羽的冷漠 下雪顿时心中一阵的胆寒 看着章羽 直接砍死一只丧尸 下雪在后面出声说道 你 你怎么能杀人呢 这时候的章羽 根本就懒得给下雪什么解释 直接抽出丧尸脑袋中的斧子 对着第二只冲过来的丧尸 就砍了下去 就在章羽抬起手中的斧子 准备解决掉第三只丧尸的时候 在第三只丧尸的嘴里 第三只丧尸的动作瞬间加快了许多 朝着章羽的身上就扑了过来 同时挥动爪子 对着章羽的胸口位置就一划 什么 一接丧尸 而且还产生了些许的灵质 竟然懂得隐藏在普通丧尸的身后 发动突然袭击 看着这只突然扑过来的丧尸 章羽的心中突然一紧 身子快速后撤 在快速后撤的同时 章羽手中的消防斧也狠狠地劈下 有句老话说得好 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而且章羽手中的消防斧 还有接近半米长的斧把 就是这半米的距离 章羽手中的斧子 直接砍进丧尸的脑袋 而丧尸的爪子 确实在章羽的身前挥了一个空 连章羽的衣服都没碰到 就直接凉凉了 解决掉了三只丧尸 从三只丧尸的脑袋中取出金盒 章羽转身就朝着装甲车的位置走了回去 在路过下雪身边的时候 章羽的脚步停顿了一下 然后对着下雪说道 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了 他们已经变成了吃人的丧尸 章羽说完就继续往回走 只留下下雪一个人站在原地发呆 咔嚓 轰隆隆 就在这时 天空当中一道炸雷响起 正在发呆的下雪 被这突如其来的雷声 吓得浑身一个机灵 再顾不得章羽是不是什么杀人犯了 亮亮呛呛的就朝着章羽离开的方向 就追了上去 至少 刚才章羽并没有对自己下手 回到烂尾楼的一楼 章羽发现系统绑定后的装甲车 外形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甚至就连装甲车的里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唯独车上的扶手箱 现在已经成了收集金和能量的地方了 看着在停在一楼的装甲车 特别是那迷彩色的涂装 还有装甲车那厚实的防御能力 下雪顿时眼睛一亮 对着章羽出声问道 你是军人 看了一眼突然发问的下雪 章羽冷声回道 不是 说完 坐在装甲车驾驶位置的章羽 直接将车门给关上 发出砰的一声关门声 出于谨慎 章羽又直接将车门锁死 至于下雪 还是在外面待着吧 章羽可不想将自己的秘密给泄露出去 先不说装甲车里 已经装满了各种物资 根本没有地方让下雪进来 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章羽准备在战车内 把一阶基因进化药剂给生产出来 早点服用基因进化药剂 就能早一点成为基因进化者 在末世 只有你的实力强大 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下雪在看着章羽关上装甲车车门的时候 也想跟着章羽一起进入到装甲车内 然而 等下雪绕到装甲车的另一边 还没等自己拉开车门 就听见装甲车的车门发出咔的一声 所有的车门在一瞬间全部锁死 被锁在车外的下雪 顿时也是一乐 喂 你这个家伙也太不绅士了吧 你怎么能将一个女人给关在车外面 下雪一边拍着车窗 一边大声地喊道 对于下雪的举动 章羽根本就懒得理会 反正装甲车是防弹玻璃 就凭一个弱女子 根本就敲不烂 就算是一阶的进化者 也不可能敲烂车窗 浑身早已被血雨淋透的下雪 对着车窗敲了一会 发现章羽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而现在 外面还在不停地下着血雨 还有那些吃人的丧尸 顿时 一股无助 彷徨 恐惧 害怕 等等各种负面的情绪 涌上了下雪的心头 可是下雪也不敢离开这里 最后只能双手抱着肩膀 然后靠着装甲车蹲了下来 低声地啜泣着 坐在车里的章羽 把手伸进衣兜里 将丧尸金盒给拿出来 准备开始生产一阶 基因进化药剂 将两个出阶的丧尸金盒 放到战车的能量收集器当中 章羽直接选择了能量吸收 就看见在基地战车系统的 虚拟面板上面 原本能量值是1的进度条 直接变成了三点 同时 满格式100的进度条 同时也往前前进了一小点 接着 章羽将一阶丧尸的金盒 放进战车的能量收集器当中 只不过 这次章羽没有选择能量吸收 而是在系统的生产区 选择了生产基因进化药剂的选项 在章羽选择完基因进化药剂的选项之后 在战车的中间 平时用来放置一些小物件的杂物盒 底部突然开始下沉 仅仅过了几秒钟之后 杂物盒的底部开始上升 一瓶蓝色的基因进化药剂 赫然出现在其中 看着那晶莹剔透的蓝色液体 章羽整个人都激动的颤抖了起来 没错 就是这一瓶小小的基因进化药剂 章羽在上一世 根本就没有获得的机会 只能是靠着拼命 直接吞服丧尸金盒 忍受着非人的痛楚 这才成为基因进化者 从杂物盒当中 取出基因进化药剂 二话不说 直接拧开进化药剂的瓶盖 一口就干了下去 人体吸收任何能量 也都是需要一个过程 同样的 就算是吸收基因进化药剂的能量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就在章羽 还在缓缓吸收药剂能量的时候 一胖一兽两个人翻过工地的围墙 进入到烂尾楼的工地当中 只不过进入到工地的两人 并没有随便选择进入到烂尾楼里面 而是在工地当中探查起来 高伯 你看 那是不是有辆车 那能不能有其他幸存者 矮胖的王强 拉了一下身边的兽高个高伯 指着工地中间的一栋烂尾楼 出声说道 顺着王强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果然在中间那栋烂尾楼的一楼 停着一辆车 不过由于血雨吓得太大 高伯也看不清具体是什么车 只能看清一个车影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似乎是想到一起去了 没有多说什么 两人就朝着那辆车走了过去 正蹲在地上啜气的下雪 突然看见在雨中出现两个人影 还以为还是那种吃人的东西 吓得立刻就不敢再哭了 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一直等到两个人从血雨当中走了出来 进入到一楼的时候 下雪看清两人并不是那种吃人的怪物 这才把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两人进入到一楼 没有了雨水的遮挡 这才看清那是一辆什么车 那竟然是一辆东风猛式的装甲车 只不过 这里好像只有一个女人在这里 美女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啊 看这里只有下雪一个人 矮个子王强出声试探道 嗯 我叫王强 我身边的这个叫高伯 不知道美女叫什么名字 相聚一场也是缘分 加个好友吧 一旁的王强继续说道 不过这次 下雪并没有出声回答 而是慢慢的再次蹲下身子 见下雪不说话 王强也不好 继续套近乎 刚开始 两人还算是规矩 和下雪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可是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这里也再没有人来 而他们也不敢出去乱跑 两人的心思开始活络了起来 特别是挨个的胖子王强 一点点凑到下雪的身边 将手搭在下雪的肩膀上出声说道 老妹 你一个人在这里蹲着 怎么不上车啊 只是 王强的手刚一搭在下雪的肩膀上 就被下雪给直接打飞 站起身的下雪 看着王强冷声说道 车门锁上了 我进不去 只是 下雪并没有说出 自己是被另一个人锁在了车外面 瘦高男高博 看着自己兄弟王强的举动 瞬间就明白了王强的意思 而且 眼前的这个女人的身材 凹凸有致 而且皮肤白嫩 光是身前的那对凶器 看得高博就有些眼韵 悠呵 小妹妹 脾气还挺倔呀 只是这里 就咱们三个人 要不陪我们哥俩玩会游戏 高博一边说着 一边移动脚步 两人隐隐地把下雪堵在车旁 防止下雪逃跑 下雪背靠装甲车 看着前面一左一右站着的两人 把自己逃跑的路线 给堵得死死的 眼看逃跑无望 下雪突然想起 那个能杀丧尸的男人 还在车里 想到这 下雪转身 对着装甲车的玻璃猛敲起来 同时还大声地呼喊 救命啊 下雪这突然的一嗓子 吓得王强和高博两人的魂 都差点飞出来 这要是把丧尸给吸引过来 到时候跑都没地方跑 反应快一些的王强 立刻冲了上来 照着下雪的脸上 就是一巴掌 然后用手捂住下雪的嘴巴 压低声音呵斥道 臭婊子 都特么末日了 还跟老子装唇 你特么 要是再敢乱喊乱叫 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后反应过来的高博 也立刻冲了上来 同时 从兜里掏出一把弹簧刀 在下雪的眼前晃了一下 然后抵在下雪的脖子上 同时恶狠狠地说道 你最好老实点 你要是能把我们兄弟二人 伺候舒服了 老子一高兴 兴许就把你留在身边 要不然别怪老子心狠 把你扔出去为丧尸 说完 高博一把 就扯住下雪的外衣 缝在衣服上的几个扭扣 直接被这大力的 拉扯给崩飞了出去 被弹簧刀架住脖子的下雪 此时已经是心如死灰 泪珠就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般 噼里啪啦地往下掉着 同时 目光死死地盯着 不远处的那辆装甲车 没错 就是那个看上去 十分冰冷的男人 下雪现在有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那个 敢于击杀丧尸的男人身上 装甲车内 张宇刚刚服用完 基因进化药剂的时候 身体并没有什么反应 而是在等了几分钟之后 张宇这才感觉身体 开始微微发热 这种感觉 就好像泡在温泉当中的感觉一样 无比的舒爽 可是 这种舒爽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张宇的身体 开始越来越热 啊 好热 好痛 此时的张宇 就感觉自己 好像承受岩浆的炙烤一般 浑身上下 就没有一处不疼的地方 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张宇将基因药剂的空瓶拿了起来 就在基因药剂的瓶身上 一行非常不显眼的小字 看得张宇 简直想要骂娘 警告 由于完美品 基因进化药剂 过于追求完美 所以导致基因药剂的药性刚烈 在服用的时候 会产生极热极寒状态 请你时刻保持大脑清醒 以免影响基因进化效果 严重者有可能导致基因进化失败 终生无法进阶 请谨慎服用 谨慎你妹啊 看完瓶身上的这行小字 张宇直接将药瓶扔到一边 继续忍受着极热的煎熬 也不知道坚持了多长时间 那恐怖的炙热 终于开始缓缓的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寒冷 不知什么时候 在张宇的眉毛和睫毛上 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晶 整张脸都因为寒冷 而没有丝毫的血色 变得煞白一片 就感觉全身的血肉 都被冻僵了一般 身体蜷缩成一团 嘴唇不停地打着哆嗦 但是张宇知道 现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己都一定要保持大脑的清醒 如果自己一旦昏睡过去 或者无法保持大脑的精神力集中 就会直接影响基因进化效果 严重的话容易进阶失败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张宇的脑海中 开始不断地出现幻觉 就好像自己全身赤裸 站在一个冰川世界之中一般 渐渐的 整个冰川世界 又慢慢地变成一片空白 天是白的 地也是白的 整个世界到处都是 一片空白之色 连张宇的思维 也如同这空白的世界一般 开始渐渐变得空白 就在张宇的思维 就要归于平静的时候 在这空白的世界当中 突然传来 如同敲鼓一般的声音 咚咚咚 听见这连续的敲击声 张宇的心神 如同原神归位一般 瞬间就清醒了过来 睁开双眼 在张宇的眼睛上 一道金光一闪而逝 然后眼神归于平淡 而此时 张宇的状态 却是非常的良好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感觉自己的一拳 能打死一头牛 力量堪比世界冠军 只是这身体力量 提升得太快 一时间还有些无法适应 好在张宇的上一世 拼着性命相搏 也成为了一名基因进化者 在力量的掌控上 要不了多久 就能够适应过来 就在这时 高伯挣一把 扯掉下雪的外衣 将外衣随手扔在一边 张宇的眉头一皱 虽然张宇不喜欢管闲事 但是这女人刚才敲击车门 虽然是为了求救 但是也间接地帮了自己一把 住手 就在高伯和王强两人 准备将下雪剩下的衣服 也扒下来的时候 装甲车的车门打开 在两人的身后 传来了张宇的声音 听见这熟悉的声音 下雪的心里 顿时如是重负一般 他知道 自己得救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下雪就是相信 这两个男人 肯定不是张宇的对手 王强和高伯两人 四下张望了一下 发现对方只有张宇一个人 自己这一方可是有两个人 态度顿时又嚣张起来 小子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到时候丢了小命 可别怪也没提醒过你 胖子王强一边说着 一边从腰间掏出一根甩棍 同时猛地一甩 将三级的甩棍给甩了出来 一旁的高伯 拿着弹簧刀 在张宇的面前比划了两下 接着出声说道 小子 有些事 可不是你能管得了的 而就在这时 高伯突然看见 在张宇身后 开着车门的装甲车 里面竟然塞满了 各种食物等物资 高伯的心思 瞬间就改变了主意 把车钥匙交出来 你就可以滚了 不然老子连你一块收拾 高伯突然改口说道 听着高伯的话 张宇的眼神顿时就是一宁 冷哼一声道 哼 想要我的车钥匙 就在这 过来拿啊 就在高伯拿着弹簧刀 靠近张宇的一瞬间 张宇的右脚猛地抬起 一脚就踹在高伯的胸口 将高伯直接踹飞了出去 看着自己的兄弟被踹飞 王强顿时也怒了 轮着手中的甩棍 朝着张宇的脑袋 就抽了下来 碰 一声闷响 不过甩棍并没有想象当中那样 击中张宇的脑袋 挥舞在半空中的甩棍 被张宇徒手接住 而这还不是最让王强震惊 最让王强震惊的是 自己手中的甩棍 此时竟然像面条一样开始弯曲 然后在对面 那个男人的手中 整根甩棍 被揉成一个扭曲不规则的形状 这得是多恐怖的力量啊 看着手中被揉成一团的甩棍 张宇心中有些小小的感慨 这进化等级还是太低了 只捏扁了一根小小的铁棍 身体竟然有种快要吃不消 被掏空了的感觉 将揉成一团的甩棍 随手扔在一旁 张宇一把掐住王强的脖子 然后手上猛然发力 就听见王强的脖子位置 发出咔嚓的一声 王强的喉骨 直接被张宇给掰断 松开手 王强的身体 缓缓地瘫软了下去 像杀人这种事情 张宇在上一世当中 见到的实在是太多了 你不杀别人 别人就会想办法杀了你 在末世当中 有些时候最可怕的 并不是那些丧尸和净化兽 反而是那些 对你起了贪婪之心的人类 看着王强的身子瘫软了下去 一旁的下雪 顿时背下的脸色煞白 惊呼出声道 你 你杀人了 张宇没有理会下雪 而是转身朝着高博的方向 走了过去 摔倒在地上的高博 看着张宇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顿时下的四脚着地 连连地往后退着 一边出声喊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放过我吧 这个时候 下雪突然拦在张宇的身前 出声说道 你干什么 他已经知道错了 刚才你已经杀人了 难道你现在还要赶进杀绝吗 看着身前拦住自己的下雪 张宇出声说道 你难道忘了 他们刚才要对你做什么了吗 可是 可是他们并没有得逞了 而且 他们就算有错 但也罪不至死了 下雪还试图地辩解着 就在两人短暂对话的功夫 倒在地上的高博 从下雪身后 悄悄地站起身子 将手中的弹簧刀 直接架在下雪的脖子上 然后恶狠狠地威胁道 站住 别过来 你要是再敢往前走一步 我立刻就捅死你的女人 被冰冷的弹簧刀 再次架在脖子上 下雪的心里顿时一领 傻妞 看看吧 这就是你要保护的人 看着被弹簧刀架住脖子的下雪 张宇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直接转身离开 其实张宇完全可以在高博起身的瞬间 就可以直接干掉高博 但是对于下雪这种傻妞 张宇可不想漠视的时候 和这种人待在一起 到时候只会害人害己 同时也算是给这傻妞一个教训吧 看着张宇转身后退 拿着弹簧刀的高博 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 顿时更加变本加厉地说道 小子 你的女人现在在我手上 把车钥匙扔过来 不然我现在就弄死她 听着高博的话 下雪的心中变得更加冰冷 没错 就是那个男人说的 这就是自己刚刚要保护的人 结果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 不但用刀威胁自己 竟然还打算用自己的性命 去换那个男人的车和物资 自己只是和那个男人萍水相逢 他怎么可能用他的东西 来还自己的命 感受着脖子上冰凉的刀刃 下雪有些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这末世来得太过突然 人性的改变 让下雪的心态 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小子 你别太过分 我要杀你 简直一如反掌 章语回过头对着高伯出声说道 哼 你要杀我是很简单 但是 你别忘了 你的女人现在可是在我的手里 你要是敢往前走一步 我立刻就杀了她 我就不信 你的速度再快 还能比我的刀快 现在 你给我乖乖地往后退 把车钥匙扔给我 不然我现在就捅死她 高伯一手控制着下雪 一手拿着弹簧刀 不停地对着章语比划着说道 好 你别动手 我现在就把车钥匙给你 你接好了 章语说着 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 朝着高伯的方向扔了过去 被挟持得下雪猛地睁开眼睛 就看见一串钥匙被扔了过来 从小到大 从来都没人对自己这么好过 就连自己的父母 也都是把所有的好东西 都给了自己的弟弟 就连自己上班工作之后 也从来都不会关心 自己过得好不好 每次只要一打电话 除了要钱 就是要钱 而单位的那些同事 还有不断追求自己的那些人 哪一个不都是 看自己长得好看 都是想要把自己哄上床玩玩一 只是没想到 今天竟然有人愿意用他所有的东西 来换自己的安危 在下雪还在感动的吴以夫家的时候 被扔过来的钥匙 直接掉落到地面上 只不过 张宇故意将钥匙扔得低了一些 钥匙掉在地上 向前划了一段距离 正好划过高伯的脚边 停在高伯身后一米左右的位置 看着扔过来的钥匙 高伯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心里正想着 这个傻子 现在都漠视了 到处都是丧尸 有了这辆装甲车 自己肯定能逃出海市 到时候 还不是天高任我游 而且 装甲车里面 还有那些食物和物资 足够自己 在默示吃上一段时间了 然而就在高伯的目光 随着扔过来的钥匙 向着身后地面看去的一瞬间 张宇突然动了 只见一道寒光闪过 寒芒擦着下雪的侧身 直接飞射过去 就看见高伯的手腕上面 插着一把匕首 长约25公分左右的匕首 深深地插进高伯的手上 将高伯的手掌 给直接贯穿 而这飞刀的绝技 高伯手掌的一瞬间 高伯拿在手中的弹簧刀 也掉落在地上 紧接着 就听见高伯的一声惨叫 啊 我的手 我的手 就在高伯还在惨叫的时候 此时的张宇 也已经冲过来了 这七八米的距离 对张宇来说 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砰 张宇重重的一脚 直接踢在高伯的下巴上 正惨叫的高伯 被这一脚 直接踢得昏死过去 惨叫声也戛然而止 解决了高伯之后 张宇也不再理会下雪 转身开始从装甲车当中 往处拿着物资 准备在车旁边 搭建一个过夜的帐篷 谢 谢谢你 我 我叫夏雪 在张宇的身后 传来的夏雪弱弱的声音 正在搭建帐篷的张宇 突然听见夏雪的名字 整个人顿时愣住了 夏雪 这不是上一世有名的冰雪女皇吗 一手寒冰之刺 简直是让人闻风丧胆 特别是对于那些 敢欺负女人的男人 只要被寒冰女皇看见 就会直接痛下杀手 甚至直接扔出去为丧尸 如果按照上一世的情况推理 这个时候的自己 应该不在这个烂尾楼宫底 那么夏雪的遭遇 就不用多说了 而这 也就应该是冰雪女皇 十分痛恨男人的原因 只不过 这一世夏雪的命运 似乎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发生了一些改变 只不过 既然上一世的夏雪 能成为一方强者 这一世应该也不会相差太多 张宇回头看着身后 此时还有些柔弱的夏雪 心中不由的有激动 要是能把上一世的冰雪女皇 给收服 想想都觉得刺激 张宇的那淫荡的目光 看得夏雪脸上顿时一红 说话变得更加结巴了 那个 谢谢你 被夏雪的声音打断 张宇顿时也闹了一个脸红 对于夏雪的想法 张宇也只不过是想想而已 不过紧接着 张宇就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在末世 自己一个人再强 那也是单打独斗 始终抵不过大型战队的实力强悍 要知道 自己上一世 在末世爆发十个月之后 虽然也拥有了一些不俗的战力 但也始终在给一些大型的战队服务卖命 而且自己现在拥有了基地战车系统 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实力强悍的基地后勤 而且自己还拥有上一世末日十个月的记忆 一些强人的名字 自己都有听说一些 如果自己能将这些能人汉将 都收归到自己的战队当中 就算到了末世后期 自己也有一战之力 既然如此 自己何不直接拉拢一下夏雪 将自己的战队先组建起来 然后再慢慢发展 张宇想着想着 目光又开始猥琐起来 一旁的夏雪 看着张宇的目光始终盯着自己 不由的小脸更加通红 那个 谢谢你救了我 夏雪一边说着 一边还向后倒退了两步 就像是防着贼一样 放着张宇 看着夏雪的举动 张宇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收回目光 张宇假装干咳了两声说道 嗨嗨 不客气 那个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估计你也饿了吧 我的车里还有一些食物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张宇说着 陶也是的钻进站车里 任谁用防着色狼的眼光看着你 你也会不好受 在张宇的车里 所储备的食物 都是一些保质期比较长的 就像面包那种 保质期时间短 而且还很占地方的东西 张宇当然不会去储存 没一会的功夫 张宇就从装甲车里 拿出了几包方便面 还有两根火腿肠 夏雪因为工作放假 本来就打算睡个懒觉 正睡觉的时候 末世就爆发了 还没来得及吃早饭的夏雪 接着就是一顿拼命的逃亡 来到这个烂尾楼工地 又差点被两名心怀不轨的人给强暴 早已经身心俱疲的夏雪 此时再看见张宇手中的方便面 嘴上虽然很想拒绝 但是肚子确实非常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咕噜 听着夏雪肚子的叫声 张宇没等夏雪 说出拒绝的话 就直接说道 你稍等一会 我把面煮好了 咱们就开饭 说着 张宇转身上车 从装甲车里 又拿出一个小煤炉点燃 而张宇的这个举动 无形之中就化解了下雪的尴尬 一旁的下雪 看着张宇从装甲车当中 一样样地往处拿东西 又是方便面 又是火腿肠 还有煤炉和水 夏雪简直怀疑 张宇是不是出来旅游的 要不然 张宇怎么可能把东西准备得这么齐全 难不成还能提前知道 莫是爆发不成 只是夏雪想破脑袋也猜不到 张宇是一名重生者 看着煤炉上小锅当中翻开的水花 夏雪不由地咽了口口水 好吼 就在张宇刚把几包方便面 放进小锅当中时 在烂尾楼的外面 突然传来一声不似人类的吼叫声 这个声音 张宇简直是太熟悉不过了 这种不似人类 也不是某种动物的叫声 就是丧尸所发出来的声音 听见丧尸恐怖的叫声 夏雪下意识地就想要尖叫 可是还没等下雪叫出声 迎来的就是张宇那冰冷般的眼神 看着张宇的眼神 下雪一瞬间就感觉自己如坠冰枯 刚要尖叫出口的声音 也一瞬间就憋了回去 不许叫 那样只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张宇说着 将扔在一旁的消防府递给夏雪 然后自己从装甲车当中 拿出之前准备好的砍刀 然后再次对着夏雪说道 跟我去杀丧尸 什么 让我一个女孩子去杀丧尸 夏雪心里正疑惑着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可是 很快她就得到了答案 就听见了张宇那严肃声音道 你要是不想去杀丧尸也行 吃完这顿饭 你就离开吧 就当这顿是我请你的 如果想要跟在我身边 就跟着我去杀丧尸 我张宇的身边 从来不留废物 末世这才刚刚开始 将来会比这个残酷十倍百倍 你自己做决定吧 听着张宇的声音 夏雪紧了紧手中的斧子 心中犹豫了一下 还是毅然决然地跟着张宇冲了过去 就是夏雪犹豫的这一回功夫 张宇已经提着砍刀 冲进血雨之中 扑过来的丧尸不算多 一共十多只 不到二十只的样子 但是这些也不算少 就算是 身为一阶进化者的张宇 在同时面对这么多丧尸的时候 也要小心谨慎一些 虽然张宇身为一阶进化者 一般的丧尸抓伤 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能力 但是如果被丧尸的牙齿咬伤 那结果可就不好说了 张宇直接冲到尸群前面 抬手就是一刀 是大力尘的一刀 直接将丧尸的半个脑袋 给削了下来 接着 砍刀反手上疗 一直正准备扑过来 撕咬张宇的丧尸 整条手臂直接被砍刀 给砍了下来 连带着半个脑袋 直接被砍飞 从后面追上来的夏雪 看着张宇在尸群当中 犹如天神下凡一般 一刀下去 就是一个丧尸 心中突然生出一种安全的感觉 就感觉 只要跟在这个男人的身边 自己就是安全的 此时就看见张宇在丧尸群当中 犹如一尊战神一般 几乎每一次挥刀 都能带走一只丧尸的性命 在尸群当中 张宇且战且退 防止自己被丧尸包夹 张宇可没有三头六臂 就算是再高的武功 也有可能受伤 俗话说得好 双拳难敌四手 乱拳也有打死老师傅的时候 不过这十几只丧尸 也都是初阶丧尸 不到片刻功夫 尸群就被消灭大半 只剩下最后一只丧尸 丧尸的双手向前伸着 朝张宇扑了过来 这时 张宇并没有直接解决掉这只丧尸 而是身子快速地往后一退 脱离了丧尸的攻击距离 张宇要把这最后一只丧尸 留给夏雪 在末世 如果不能克服对丧尸的恐惧 那你永远也无法成长起来 而这也算是 对夏雪的一种磨练 退出战场的张宇 扭头对着夏雪出声说道 夏雪 这只丧尸留给你了 杀死他 站在血雨当中 夏雪虽然看不见张宇的眼神 但是夏雪知道 如果自己不按照张宇说的去做 那么张宇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 夏雪此时紧紧攥着斧子的双手 因为用力过大 已经有些发白 但还是一步步地 朝着紧盛的那只丧尸走了过去 终于 在丧尸就要扑过来的一瞬间 夏雪猛地抬起手中的斧子 拼尽全的身力气砍了下去 啊 可是由于太过紧张 一斧子劈了下去 夏雪直接闭上了眼睛 发出蛙的一声尖叫 扑 斧子深深地砍进丧尸的脑袋里 丧尸的脑浆 混合着黑色的湿血 见了夏雪一伸一脸 一旁的张宇 对夏雪还算是比较满意的 毕竟这才末是第一天 而且还是一个女生 此时敢对丧尸出手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两人重新返回到烂尾楼的一楼 张宇这才发现 丧尸到底是被什么吸引过来的 就看见高伯躺倒在地上 在手掌的位置 已经流出了一大滩的鲜血 应该就是这鲜血的味道 才吸引了附近的丧尸 看来必须要把高伯的尸体给处理掉 不然今晚可能就无法消停了 张宇拎着高伯的尸体 直接扔到地外面 等张宇再次返回的时候 夏雪竟然把烂尾楼当中残留的血迹 给清理干净 夏雪的这个举动 这倒是让张宇有些意外 不过转念一想 张宇也就释然了 毕竟在上一世 夏雪可是冰雪女皇 如果连这点心理障碍都无法突破的话 那她也不配成为冰雪女皇 这时候 锅里的泡面也正好也熟了 张宇将锅里的泡面分成两份 把其中一份泡面递给夏雪 热乎乎的泡面吃进胃里 在夏雪的人生当中 第一次感觉 这普普通通的泡面 竟然会这么好吃 这一碗泡面 夏雪吃得很慢 就好似这人间美味 吃完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一样 到了晚上 这样因为帐篷和睡袋只有一个 而且装甲车里面又装满了物资 根本没办法睡人 所以晚上两个人只能轮流睡 不过这样也好 不睡觉的人可以在外面守夜 这样也更加安全一些 第二天一早 外面的血雨终于是停了下来 清晨的一缕阳光将整个世界照亮 只是经历过血雨洗刷的世界 整个世界都变得红彤彤的一片 就如同一个血色的世界一般 看起来就让人觉得恐怖 两个人简单的吃了一些东西 张宇带着下雪就出了烂尾楼 张宇今天的目的 那就是多多的击杀丧尸 基地战车的升级 还有制造的一些东西 都是需要丧尸金盒来提供能量 甚至就连净化者的基因净化药剂 同样也需要用丧尸的金盒 来进行制作提取 两人悄悄地来到了烂尾楼工地的大门位置 此时在街道上零零散散游荡的丧尸 好像是突然闻到了生人的味道 转身朝着工地的方向走了过来 好在丧尸的数量不算太多 也就十几只而已 一些距离比较远的丧尸 还闻不到有生人的味道 丧尸在朝着工地位置走了几步之后 闻到生人的味道越来越浓 移动的速度也开始快了起来 看着朝自己冲过来的尸群 章鱼也是丝毫不拒 迎着尸群的方向就冲了过去 扑呲 一只丧尸刚刚靠近章鱼 就被章鱼给一刀 将脑壳给砍成两半 黑色的尸血溅了章鱼一脸一身 在后面看着的下雪 看着满天飞溅的尸血 差点直接吐了出来 特别是昨晚在血雨当中 自己可是也杀了一只丧尸 只是当时有着血雨的影响 还有当时的情况也是太过紧张 所以下雪也并没有注意到 喷溅到自己身上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是今天 在看见章鱼的动作时 下雪直接就想到了 昨晚发生的事情 不过下雪很快就克服了 心中的那道障碍 坚定地举起手中的消防斧 也跟着章鱼 朝着尸群的方向就冲了过去 此时正在前面和丧尸冲杀的章鱼 其实也在留意着下雪的举动 只是让章鱼没想到的是 下雪竟然能在这短短的 十几秒钟的时间 就克服了心理障碍 难怪下雪在上一世 能够成为冰雪女皇级别的人物 就连章鱼自己 在上一世的时候 都是在家里躲了好几天 如果不是把家里的东西 全部吃光 章鱼实在是饿得不行 这才一点点地走出来 和丧尸进行听命 冲上来的下雪 双手死死地抓住斧子 对准一只朝着自己扑过来的丧尸 狠狠地就是一斧子下去 扑吃 沉重的斧刃 直接砍进丧尸的脑袋当中 脑浆和黑色的湿血 喷溅了下雪一身 可是 下雪的力量并没有章鱼那么大 虽然一斧子将丧尸给砍死 但是斧子确实死死地 卡在丧尸的脑袋当中 一时间竟然拔不出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只丧尸 也朝着下雪的方向冲了过来 下雪看着朝自己扑过来的丧尸 心里顿时有些慌了 双手死死地抓住斧子 使劲地往外拽 甚至连丧尸的尸体 都被拖动了好几年远 斧子却偏偏怎么都拽不出来 这个时候 下雪最好的选择 就是放弃斧子 可是 下雪又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好 章鱼就会放弃自己 眼看丧尸就要扑到下雪的身上 可这时候的下雪 还在死死地抓着斧子 不肯松手 看着这傻妞 竟然还在和斧子较劲 正在和丧尸对战的章鱼 不由一阵气节 就在下雪还在和斧子较劲的时候 一道寒芒从下雪的眼前飞过 一柄黑色的匕首 直直地插进丧尸的脑袋里面 朝着下雪扑过来的丧尸 整个身体就那么直直地栽倒下去 直到这时 下雪这才把斧子 从丧尸的脑袋当中拽了出来 深深地朝着章鱼的方向看了一眼 在工地门口的丧尸 数量只有十几只 没一会的功夫 就被章鱼和下雪两人给清理完毕 看着满地的丧尸 下雪虽然很想吐 但是在心中却是有些小兴奋 自己也能杀丧尸了 在这倒下的丧尸当中 至少有三四只是自己杀死的 就在下雪准备向章鱼邀功的时候 章鱼也朝着下雪的方向走了过来 还没等下雪开口 章鱼反手就是一个巴掌 直接打在下雪的脸上 这一巴掌 直接把下雪给打猛了 知不知道自己哪错了 打完人的章鱼 出声说道 我 下雪感觉自己十分委屈 自己刚才明明杀了好几只丧尸 章鱼为什么还要打自己 看着下雪还要辩解的样子 章鱼冷冷的出声说道 傻女人就为了一把破斧子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难道你就不知道放开斧子逃命吗 说你傻一点都不冤枉你 如果刚才我没有一手飞刀的绝技 我连救你的机会都没有 在墨是什么最重要 我告诉你 活着 才是最重要的 章鱼一边说着 一边用手扶着额头 这丫头的智商 在上一世 是怎么成为冰雪女皇的 难道还是说自己调教的方式不对 而被打得下雪 在听见章鱼的话之后 心里的那一点点怨气 瞬间消散的无影无踪 甚至还有一些小温暖 难道这就是被人关心的感觉吗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下雪说着 脑袋低的月深 就好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一般 好了 知道了就好 以后不许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说完 章鱼继续带着下雪 继续朝着街道的深处出发 可是两人刚走了没多远 刚拐过一个十字路口之后 街道上的画面 顿时让两个人一阵发呆 此时就看见街道上 铺满了丧尸的尸体 数量上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至少也有几十只丧尸的尸体 这些凌乱摆放的尸体 一直延伸到不远处的一个小区门口 只是不知道 小区内还有多少丧尸的尸体 最让章鱼有些意外的是 这满大街的丧尸 脑袋里的金河 竟然一颗都没有被驱走 而且从丧尸那还没有干涸的血迹上看 这些丧尸 也都是刚刚被杀死没多长时间 看着这满地的丧尸 章鱼可不会跟谁客气 也不管这些丧尸 都是谁杀死的 也十分的干脆利落 只见砍刀在丧尸的脑袋里 轻轻的一脚 一颗金河就从丧尸的脑袋里面掉了出来 而一旁的下雪 虽然不知道章鱼收集这些东西干嘛 不过也在一旁有模有样的学着章鱼 一起挖起金河 街道上丧尸的尸体数量不多 两人只用了一小会的功夫 就把这些金河给收集完毕 只是当两人转过小区的门口时 在小区内的景象 顿时让章鱼再次一惊 此时在小区的中间空地上 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具丧尸的尸体 在一堆尸体的不远处 还有着一群数量至少四五十只的丧尸群 而最让章鱼震惊的是 此时在尸群的中间 有着一名中年男子 正挥舞着手中的九环刀 疯狂地劈砍着丧尸 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街道上的丧尸 还有小区院里的这些丧尸 都是这名持刀男子杀死的 不过可能是和丧尸的战斗时间太长 男子的体力已经开始出现了不支的现象 手中挥舞大刀的速度也慢了很多 不过一刀下去 还是可以轻松地砍死一只丧尸 看着尸群当中猛的一批的男子 章鱼不由得有些发愣 在章鱼的脑海中 怎么也想不到 上一世哪一个高手是使用九环刀的 可是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尸群中的男子 体力已经严重投掷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男子就会被丧尸包围 来不及多想 章鱼提着手中的砍刀就冲了出去 章鱼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个猛男到底是谁 但要是能收归到自己的队伍里 那将来也肯定是一员猛将 刚冲到尸群的后面 一些丧尸就已经闻到了生人的味道 转身就要朝着章鱼的方向扑过来 扑吃 章鱼手中的砍刀 直接轮出一个半圆 一只丧尸的脑袋 直接就被砍刀给削成两半 丧尸的半个脑袋飞起 然后又掉落在地上 这时 一直跟在章鱼身边的下雪 也跟着冲了上来 只不过 这次的下雪变得聪明了许多 挥舞着手中的斧子 对着丧尸的脑袋就是一下 把丧尸砍到之后 下雪立刻就会远远的退开 把那些追着自己的丧尸 给远远的甩掉 等那些丧尸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 下雪再将这些丧尸给一支支的砍死 看着章鱼勇猛的一幕 被丧尸围在中间的男子 似乎是有了生的希望 砍杀起丧尸来也有了一些力气 很快 在几人合力拼杀之下 尸群的数量开始快速地减少 而在几人的周围 堆积起大量的丧尸残骸 眼看丧尸的数量越来越少 胜利就在眼前的时候 在不远处的住宅楼当中 从窗户的位置 探出一个肥头大耳的脑袋 大声地朝着章鱼几人喊道 救命啊 救命 快来救我 我给你们钱 听着楼上的救命声 章鱼的脸上顿时就是一黑 如果就是这几只 丧尸还好 章鱼几人还能对付 可要是被楼上的救命声 吸引来更多的丧尸 那他们几人可就危险了 可是下一秒发生的事情 让章鱼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就在楼层当中的其他幸存者 在听见肥头大耳男子的呼救声之后 也都立刻打开窗户 朝着外面看了过来 当他们看见章鱼几人 竟然敢和丧尸正面拼杀 而且在几人周围 还有着大量的丧尸残骸 这些人似乎是看到了希望一般 都开始大声地呼救起来 然而 先前呼救的那个肥头大耳男子 见到呼救的人越来越多 也更加卖命地喊了起来 救命啊 先来救我 我给你们钱 只要你们能救我 我给你们五十万 一听到有人提出价格 另一个人也开始大声喊道 别听他的 你们来救我 我给你们一百万 我给你们一百五十万 我给两百万 听着好似拍卖场似的 飞速飙升的价格 章鱼在心里不由暗骂一声 这都漠视了 金钱变得和废纸差不多 这些人竟然还在这里疯狂地叫价 简直就是一群傻逼 没有理会楼上疯狂叫价的人 章鱼手中的砍刀继续发力 可是在章鱼解决掉 这最后几只丧尸 发现拿着九环刀的男子 身上多处被丧尸抓伤的口子 甚至有一些伤口 因为被抓伤的时间比较长 伤口周围的血肉 颜色已经变得有些发黑 还没等章鱼说什么 拿着九环刀的男子 率先出声道 多谢兄弟打救 可是我已经没有什么 能够报答你的了 我已经被丧尸抓伤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估计再过几分钟 我可能就会变成 地上这些毫无思想的怪物 说到这 男子忽然抬起头 看着章鱼出声说道 兄弟 好人做到底 帮我个忙 我自己实在下不去手 同时 男子将手中的九环刀 递给章鱼 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只不过 章鱼并没有接过男子的九环刀 而是想到了基地战车系统 当中的免疫药剂 静静地观察着眼前的男子片刻 在男子的脸上 章鱼并没有看到 惧怕死亡的表情 而是看到了一种释怀 一种解脱 章鱼知道 如果能收服这种人 那他绝对会对你忠心耿耿 但是想要收服这种人 用威胁的方式和他谈条件 肯定没有任何作用 这种连死都不怕的人 根本不会屈服 走 跟我走 我有办法救你 章鱼说着 将男子的一只手臂 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扶着男子 就朝着基地车的方向返回 此时正在楼上 纷纷进驾的幸存者 看着章鱼几人准备离开 立刻就慌乱了起来 哎 也走啊 见死不救 你算什么男人 王八蛋 见死不救 以后别让老子看见你 不然我一定弄死你 然而 对于这种变脸比翻书还快的人 章鱼干脆连理都懒得去理会 连这点丧失都不敢面对 竟然还要说杀了自己 他们有那个本事吗 从小去到战车的位置不算远 但是扶着一个人 走路也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等章鱼扶着男子 来到烂尾楼的时候 男子的眼白已经布满的血丝 已经有了开始失化的迹象 随时都有可能失化 兄弟 你快走 我快要挺不住了 在说话的时候 男子的声音已经开始有些沙哑 如果不是靠着强大的意志力在坚持着 估计这会早已经变成一只丧尸 不等男子有所行动 章鱼直接拉开战车的车门 将金和一股脑袋 全部放进战车当中 只用了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在储物盒的位置 升起了一个红色的小瓶子 章鱼来不及查看免疫药剂的属性 直接将药剂的瓶塞打开 将药剂直接灌进男子的口中 将药剂灌进男子的嘴里 章鱼口中低声呢喃 兄弟 坚持住 想想你的家人 男子眼中闪过一抹苦涩 男男道 死了 他们都死了 刚才 我已经替他们报仇了 把伤害他们的那些东西都砍死了 报仇 你看看 外面还有多少丧尸 好好地活下去 多杀一些丧尸 才算是给他们报仇 如果他们在九泉之下 得知你这个样子 那他们才会难过 章鱼言语如见 深深刺痛了这男子 心底最柔软的那片区域 老子现在还不能睡 老子还要杀丧尸 伴随着怒吼 男子双眼中的血丝渐渐消退 章鱼这才松了口气 又过了十分钟 男子这才彻底恢复清醒 起身对章鱼双手抱拳道 多谢兄弟救命之恩 我叫黎蒙 兄弟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只要我办得到 绝不推辞 章鱼微笑道 客气了 我也是 既你是条汉子 这才选择救你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还没想好 不过应该就是想办法 击杀更多的丧尸 李猛回答道 既然这样 不如你暂时就跟着我吧 我保证 你可以杀的丧尸 要比之前杀的更多 章鱼的脸上 带着一抹浓郁的自信 好 李猛想都没想 直接答应了下来 而他也跟章鱼 介绍了一下他的情况 末日之前 李猛是一家武术馆的教练 教的就是九环刀 后来末日爆发 李猛的妻子 被丧尸抓伤 变成丧尸后 直接咬死了怀里的女儿 李猛瞬间怒火攻心 这才有了之前 疯狂杀戮丧尸的一幕 文言 章鱼也不再小气 决定再生产出 两瓶完美品的基因进化液 好让两人成为进化者 可当章鱼进入基地战车系统 准备消耗两枚一阶丧尸 金盒来生产完美品的 基因进化液时 基地战车系统的生产区 就只有合格品和优质品 两种进化液 怎么没有完美品的基因进化液 章鱼有些疑惑 却也无奈 只得将身上所有的金盒 全部投入到基地战车当中 凑够了一瓶优质品 基因进化液的能量 夏雪 这个给你 章鱼说着 把手中基因进化液的小药瓶 递给了夏雪 夏雪看着淡蓝色 金盈剔透的小药瓶 心中有些疑惑 这是 一阶基因进化液 服用完进化液 你就有可能成为一阶进化者 凭着章鱼的回答 夏雪顿时激动起来 也不犹豫 当即大口吞咽下去 夏雪的基因进化 并没有像章鱼那样痛苦 十几分钟后 夏雪身上开始出现一层层冰霜 将夏雪整个人笼罩在其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冰霜越来越厚 到最后 竟然形成一个华丽的铠甲 冰晶般的铠甲 泛着微微的冰蓝色 宛若从魔法世界召唤出来的一般 可夏雪的进阶还没完 很快 夏雪双手中 再次凝结出两把恶魔弯刀 冰蓝色的弯刀 看上去十分锋利 觉醒异能的夏雪 本就有一身冰晶铠甲 现在又多出一对恶魔弯刀 看得李猛一阵羡慕 惊得差点咬到舌头 李猛将目光转向了章鱼 这小子 到底是什么人 之前用一瓶免疫药剂救了自己 现在又弄出一瓶基因进化液 让夏雪成为了一阶基因进化者 并且还觉醒了异能 一小时后 夏雪的进阶全部完成 夏雪这一身特殊异能 看得章鱼都是一阵羡慕 在脑海中问着基地系统道 系统 我记得我的进化液是完美品 可我怎么感觉 还不如这优质品的进化液 连个异能都没有 宿主 请你不要拿那种垃圾 和你的完美品基因进化液相比 优质品基因进化液 就算是觉醒了特殊能力 也只不过 是通过激活和强化基因 才有的特殊能力 而宿主你的完美品基因进化液 是含有神性基因的进化液 就算系统当中 也只有这一份 服用后 你的身体素质 会得到全方面的发展 而不是强行激活人类的某种基因 而达到某种特殊能力 张宇文言 心里平衡了几分 等夏雪又适应了一阵自己的异能 张宇三人准备第二次猎杀丧尸 三人重新回到之前的那个住宅区 小区里 上千只丧尸在一块绿化空地上 毫无意识地胡乱游走着 张宇三人在小区门口刚一露头 数百只距离大门比较近的丧尸 朝着三人就冲了过来 见状 三人二话不说 掉头就跑 这数百只丧尸中 一些在后面的 因为生人的气味不浓 没一会就失去了生人味道的吸引 又开始了无意识地游荡 等张宇三人跑回烂尾楼工地 只剩下不到一百只丧尸 尾随其后 跟我来 张宇一声冷喝 朝工地的一个烂尾楼冲了进去 烂尾楼的楼梯上根本没有扶手 而且根据楼梯的宽度 两个人就可以完全将楼梯堵死 这个位置 如同天然的地图bug一般 绝对是最牛X的卡怪点 虽然下雪刚刚成为进化者 但战斗经验还是不足 张宇让他站在身后 他和李蒙二人将楼梯堵住 二人站进地理位置的优势 手起刀落 一只只丧尸 直接被两人砍死 但是连续不停的挥刀 没有成为进化者的李蒙 身体很快就有些吃不消 挥刀的速度慢了很多 张宇撇到这一幕 直接冷喝道 李蒙后退 下雪补上来 李蒙直接放弃了面前的丧尸 朝楼梯上撤退 下雪快步上前 将李蒙的空缺补上 手持恶魔弯刀的下雪 双刀祭出 加上成为一阶进化者后 力量倍增 几乎一刀就能解决掉一只丧尸 三人且战且退 一直退到五楼 眼看着百多只丧尸群 就要被全部消灭 突然 一声如同野兽般的怒吼传出 好 同时 尸群中仅剩的几只丧尸中 一只丧尸突然凌空一跃 踩着其他丧尸的肩膀 朝张宇三人扑来 那二十多公分长的指甲 对着李蒙猛地刺出 这是二阶长甲丧尸 二阶丧尸已经拥有了简单的智慧 而达到二阶的长甲丧尸 行动能力甚至比一般的人类还要灵活 其指甲异常锋利 就是一般的砍刀 都很难将长甲丧尸的指甲斩断 李蒙眼睁睁地看着那锋利的指甲 向自己脑袋刺来 一时竟是正主了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张宇动了 他一把将李蒙推到一旁 同时伸出手 直接抓住了长甲丧尸的指甲 指甲瞬间穿透了张宇的手掌 从手背的刺出 鲜血顺着手背 咕咕地流出 被推到一旁的李蒙 这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看着张宇死死抓着丧尸的手 李蒙没有半句废话 疯狂挥起手中的九环刀 对着长甲丧尸就砍了下去 在李蒙的一声怒吼中 厚重的九环刀 直直地劈了下来 厚重的九环刀 直接将这只二阶丧尸 给劈成两半 脑浆 五脏 满地都是 就连上一世 看惯了击杀丧尸的张宇 不由得也觉得胃里一阵难受 下雪更是直接吐了出来 我说 你俩杀丧尸就杀丧尸 能不能不要这么 这么血腥 张宇微微一笑 默默蹲下身子 将丧尸脑袋中的金盒 一颗颗挖了出来 同时淡淡道 这才乃到哪 尽早适应这种场面 不然以后 光是吐都能吐死 说完 张宇又低下头 继续挖掘丧尸金盒 一共138颗金盒 其中 初阶金盒135颗 一阶金盒两个 二阶金盒一颗 加上之前剩下的一些金盒 再生产出一瓶基因进化液后 剩下的金盒 也够基地战车 提升一个等级 回到基地战车中 张宇立刻将所有初阶 金盒一股脑 全部投入到战车的 能量收集舱中 张宇先兑换了一瓶 基因进化液给李猛 随即继续在系统中 选择了能量吸收 很快 剩下的100多颗 初阶丧尸金盒 被基地战车系统 全部吸收 基地战车系统 升级成功 当前等级 一级 当前能量值 00051000 升级后的基地战车 比之前的东风猛式装甲车 更长了一些 也更宽了一些 同时 在基地战车升到一级后 在系统的战车升级区中 又点亮了两个图标 其中一个图标的样子 好像是一个金属的小房间 张宇没研究明白 这个图标是干什么的 而另一个 张宇只是看了一眼 就明白 这个东西是什么了 这图标 赫然是一个特种 轻障车专用的轻障产 可以将道路中间的东西 清理到两边 让后面的车辆通过 张宇之前之所以选择 留在烂尾楼工地 就是因为末世爆发 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废弃车辆 将道路堵死 现在有了轻障产 张宇完全有信心 清理出一条路 逃出这该死的市区 张宇把目光锁定在轻障产上 在详细的升级说明上面写着 轻障产升级前置要求 基地战车动力系统一级 轻障产升级所需材料 高强度合金钢两吨 这轻障产竟然还有前置任务 张宇将目光再次锁定在 动力升级的图标上 动力升级系统 当前等级零级 升级所需能量100 升级所需铝合金材料20斤 这铝合金还比较好弄 现在满大街都是废弃车辆 稍微好一点的车辆发动机 就是采用铝合金材料制成的 就是这100点能量值 可是需要100克触接丧失金盒 张宇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 除了丧失金盒 还得想办法弄一些合金材料才行 与此同时 站车外 已经服用了基因净化液的黎猛 也开始觉醒了自己的异能 黎猛的身体表面 从数十万根汗毛孔当中 渗透出一股黑色的液体 这些黑色液体 硬无比的防护铠甲 固化后的铠甲 只有眼睛还在外面 鼻子和耳朵的位置 则有着很多细小的孔洞 用来呼吸和传递声音 铠甲的双肩上 分别有一根婴儿手臂促的尖刺 膝盖位置也有一对尖刺 不过要比肩膀上的稍微小一些 虽然黎猛没进化出武器 但凭借这一身防御力超强的铠甲 将来也绝对是一名超级猛将 黎猛看着自己这一身黑色的铠甲 心里说不出的惊喜 当黎猛将异能收回的瞬间 原本坚硬无比的铠甲 瞬间融为黑色液体 顺着黎猛皮肤上的毛孔进入体内 等黎猛适应了异能 也到了中午 几个人经过一上午的战斗 早就饿了 章语给美人准备了一盒午餐肉 一根香巴老鸡腿 外加一个卤蛋 主食则是米饭 当黎猛看着章语 从战车内拉出一根电线 然后还有蒸饭锅的时候 眼珠子差点都蹬出来 两人重新回到之前的住宅区 这次章语的目的不是击杀丧尸 而是准备在住宅区中 获得一些可以用来保暖的东西 不然等到晚上 三个人只有一顶帐篷 根本不够用 此刻 小区中至少还有一千多只丧尸 如果一点点吸引 把丧尸全部吸引到烂尾楼的位置杀死 这一千多只丧尸 三人就是杀到天黑也杀不完 不过现在 章语三人都已经是一阶进化者 只是横穿尸群的话 问题应该不大 想到这 章语心中也有了决定 你俩跟住我 为我断后 说着 章语直接冲了出去 就在章语三人在丧尸群中拼杀之际 在六楼的一个房间中 站在窗边的吕冰 正好将章语三人的举动看在眼里 老大 之前那三个人冲进了尸群 朝咱们这栋楼杀过来了 六楼的房间中 一共有七个人 两男五女 被吕冰喊作老大的人叫梁震 是个狠人 之前砍杀过丧尸 吞噬过金河 成为了一名异尖雷电异能者 而且 他身上还有一把 之前做警察的姐夫那儿 找来的五十四式手枪 看着家里的食物越吃越少 梁震想出去寻找食物 可外面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 五十四式手枪只有八发子弹 梁震还是不敢出去 最后 梁震将目标锁定在 同一单元的其他幸存者 把楼道中的几只丧尸 用手枪杀死之后 梁震利用各种理由 又骗那些幸存者打开房门 将所有幸存者制服 成了这个单元的老大 而幸存者中的女人 自然也就成了他的私人玩物 稍有不从的 都被梁震直接垫死 从窗户扔到外面 为那些丧尸 剩下的幸存者 再也没人敢反抗梁震 如今听见吕冰说 那三个人冲进尸群 梁震顿时一愣 连忙来到窗边 向下张望 妈的 这三个傻子 怎么不继续引走丧尸 冲进尸群干什么 他们是在找死吗 看着张宇三人 梁震不由出声骂倒 梁震也发现了 张宇三人 都不是好惹得住 梁震眼睛一转 沉声道 所有人听好了 外面来了三个人 见面之后 谁也不许把我有枪的事说出去 谁敢走漏丰盛 别怪我把他拉出去为丧尸 房间内 众人面对梁震的威胁 一个个静若寒蝉 根本没人敢反抗 他们进来了 跟我去会会他们 梁震说着 带头出了房间 张宇三人进入住宅楼的楼道 一路顺着楼梯向上走 一直走到三楼的位置 张宇也没发现一只丧尸 刚到四楼 梁震带着一伙人 从六楼走了出来 看着这七人团伙 张宇心中有些疑惑 住宅楼中的幸存者 不应该都是待在自己家里吗 怎么现在都聚集在一起了 张宇正疑惑着 梁震突然激动道 你们是来救人的吗 你们是政府派来的吧 求求你 救我们出去吧 我们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有梁震在前面带头 跟在梁震身后的一群人 也都纷纷跟着哭起来 闭嘴 安静 张宇一声怒喝 整个楼道瞬间安静了下来 张宇这才出声问道 这楼道里的丧尸 是你们亲历的 听到张宇的问话 梁震连忙道 啊对 楼道里的丧尸 都是他用菜刀砍死的 梁震一边说着 一边用手指向身旁的吕冰 吕冰文言赶紧微微诺诺道 啊 是我杀的 这楼道里的丧尸 都是我用菜刀砍死的 张宇眉头微皱 虽有怀疑 却也没太在意 淡淡道 我们不是政府派来的 我们就是来这里 收集一些物资而已 收集物资 我们也没什么吃的东西了 一听张宇说要搜集物资 梁震连忙可怜巴巴道 张宇摇了摇头 我们不要吃的 我们就收集一些取暖的棉被 梁震文言暗暗松了口气道 这些东西有的事 你们跟我来 众人一路来到六楼 在房间的一个衣柜中 放着几套全新的被褥 梁震将被褥从衣柜中拿出 递给张宇道 大哥 你们能不能带我们出去啊 外面的丧尸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被困在这里 早晚都会饿死的 求求你们了 张宇有些犹豫 不过想了一下 还是出声道 我们一会把丧尸群引走 剩下的 就靠你们自己了 多谢 实在太感谢你们了 梁震说的很是激动 不过张宇并没太在意 推开楼道的单元门 外面顿时传来一阵 丧尸的吼叫声 梁震一伙人 立刻向后退了好几步 张宇三人 却没有丝毫犹豫 瞬间冲出 有了之前吸引丧尸的经验 这次吸引的丧尸数量也比较多 足足有七八百只 梁震一伙人 在楼道里 足足等了十几分钟 见张宇三人 将大批丧尸引走 这才从楼道中慢慢走了出来 一行七人 顺着尸群离开的方向 一直来到小区的大门外 刚来到街道上 梁震就有些后悔了 满大街都是丧尸 可这时候 梁震想要后悔也晚了 他们的退路 早已被心爱的丧尸堵死 梁震深深地看了眼 张宇三人离开的方向 一咬牙 直接带着众人快步跟了上去 至少这条路上 没有丧尸 就这样 梁震带着一行人 远远地跟在尸群后面 一直来到了烂尾楼宫地 张宇并未注意到 跟在后面的梁震等人 进入烂尾楼后 在楼梯位置卡好站位 三人便展开了对丧尸的屠杀 而这会儿 梁震一伙人 顺着宫地内的空档 也四处搜索起来 很快 梁震就发现了 停在一栋烂尾楼一楼的装甲车 梁震趴在装甲车的车窗 向里面一看 顿时眼前一亮 装甲车内放满了各种食物和物资 一瞬间 梁震心动了 可他围着装甲车转了几圈 却根本没有可以下手的地方 他猜得到 这辆车应该就是张宇三人的 如果张宇他们能把丧尸甩开 想必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回来 只要张宇三人回来 他就有机会把钥匙弄到手了 想到这 梁震摸了摸那把枪 嘴角也露出了一抹冷笑 在另一栋烂尾的楼梯位置 张宇左手砍刀 右手消防斧 杀 此时的张宇已经彻底杀红眼了 一声怒吼 抡起砍刀 直接将一只丧尸的脑袋砍掉一半 另一只手中的消防斧 则是将另外一只丧尸的脑袋给劈开 而李猛 此时也没闲着 手中的九环刀几乎抡成一个半圆 将身前的丧尸给劈成两截 在两人身前的丧尸 此时是一片片的倒下 可是这丧尸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足足七八百只 就算是一刀一个 也足足需要七八百刀 扑呲 又是一刀下去 一只丧尸的脑袋被劈成两半 借着前面丧尸倒下去的空档 张宇的身形快速后撤 虽然现在张宇还没到体力不支的时候 但是张宇知道 自己这个时候必须撤下来 如果等自己体力耗尽的再撤下来 估计那时候 李猛的体力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到时候 不等自己体力恢复 站在张宇身后的下雪 看见张宇撤下来 立刻上前将张宇扯下来的空缺给补上 下雪一身冰蓝色铠甲的下雪 再加上双手的恶魔弯刀 战斗力直接爆表 双手恶魔弯刀在身前快速舞动 凡是冲上来的丧尸 直接被下雪的恶魔弯刀给斩成两截 三人就这样轮番上阵 使用车轮战士 在楼梯间且战且退 倒也没出现什么危险 但是很快 又一个新的问题 出现在张宇三人面前 那就是随着不停的后退 此时张宇三人 已经撤到了13楼的位置 这处烂尾楼 和附近的那个住宅小区的 多层建筑不一样 多层住宅 顶楼是6楼 可是这个烂尾楼 也只是一个小高层 楼层只有17层 而此时张宇几人 已经撤到13楼的位置 距离顶楼 也只有4层楼的距离 而现在的丧尸 数量还至少有300多只 怎么办 如果在撤到顶层之前 不能将尸群彻底消灭的话 自己几人可就危险了 看着所剩不多的楼层 张宇开始有些着急了 一直在撤退到14楼的位置 张宇回头看了一眼 电梯警的位置 一个疯狂的想法 在张宇的脑海之中诞生 下雪 全力阻拦丧尸 减缓丧尸前冲的速度 李猛 跟我来 张宇说着 率先朝17楼的位置 跑了过去 听到张宇的命令 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下雪立即接管了李猛的 那部分丧尸 全力阻拦丧尸的冲击速度 而李猛 跟着张宇 一直跑上17楼 此时的张宇 正站在17楼电梯警的位置 向着下面张望着 那黑洞洞的电梯警 光是向下一看 就让人有种感颤的感觉 看着李猛冲了上来 张宇将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李猛 张宇的想法很简单 但是也很疯狂 但是这个办法 必须要两个配合才行 一旦出现失误 两个人都得死 那就是 两个人背靠着背 用脚蹬着电梯警 两边的墙壁 这样 两人的身体 就可以在电梯警当中悬空 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这个办法 可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失误的下场 就是从这里直接掉下去 当李猛听完张宇的注意 也顿时也觉得 这个想法有些疯狂 老大 这个 能行吗 李猛有些不确定的说道 没办法 丧尸马上就要上来了 等丧尸冲到楼顶 我们就真的没机会了 张宇说着 双手扒着电梯警的墙壁 一只脚就探了进去 张宇说的没错 现在丧尸马上就要冲上来了 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 这个办法 是现在为止 或者说是对于当下的情况来说 是最完美的办法 李猛见到张宇的动作 也没有多想 学着张宇的动作 和张宇来了一个背靠背 同时 一只脚蹬在电梯警的另一侧墙壁上 好在 电梯警的那侧墙壁 也不需要装修 都是红砖堆砌的墙面 比较粗糙 摩擦力也比较大 稳住 千万别着急 我先挪脚步 张宇说着 将自己的另一只脚 也蹬在电梯警的墙壁上 两人就这样 你挪一点 我挪一点 一点点地移动到电梯警最里面 当两人贴着电梯警最里面的墙壁 稳住身子之后 张宇立刻对着楼下的下雪 大声地喊道 下雪 放弃抵抗丧尸 直接上到顶楼 我们在电梯警里面 而此时的下雪 独自一个人守着楼梯 还得压制丧尸冲击的速度 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被丧尸群包围 正在和丧尸拼杀的下雪 在听到张宇的命令之后 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刻放弃了阻拦丧尸 拼命地朝着17楼冲了上去 可是当下雪 看见电梯警当中的两人 背靠着背脚踩着墙面 悬在电梯警当中 下雪也是顿时一愣 还愣着干什么 跳过来 我抓着你 张宇说着 伸出自己的左手 而李猛同样也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面对着又黑又深的电梯警 下雪还有些害怕 可是在一想到身后的丧尸群 下雪直接把心一横 助跑两步 直接朝着电梯警当中 就跳了进去 就在下雪跳进电梯警的时候 后面的丧尸也追了上来 跟着下雪就冲进电梯警当中 可是跳进电梯警的下雪 由张宇和李猛两人同时接住 而那些冲进电梯警的丧尸 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冲进电梯警当中的丧尸 脚下踩空 直接从17楼的高度坠落 砰 一声闷响 从1楼的位置传了上来 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 这只丧尸从17楼的位置摔下去 竟然没死 脑袋竟然还能缓缓转动 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紧接着第二只丧尸 也从17楼的位置掉了下去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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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只知道用本能形式的丧尸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危险 一个个朝着电梯口就冲了进去 然后掉落的一楼 发出砰砰的声音 很快 剩下的这300多只丧尸 就全部掉进这深渊般的电梯警当中 张宇三人击杀400只丧尸 从一楼退到13楼 足足用了接近三个小时 而这最后 吸引300只丧尸 进入这电梯警当中 却只用了不到10分钟 这杀怪的速度 简直是太效率了 等张宇三人 从电梯警当中 一点点挪出来的时候 黎蒙感觉自己的腿都软了 如果在电梯警当中 稍微有一点点的失误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而且这三个多小时 连续不停的拼杀 就连服用完美品基因进化液的张宇 都感觉浑身酸痛 就更别提黎蒙和下雪了 从电梯警当中出来 黎蒙和下雪两人 如同死狗一般 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楼梯上面 甚至连洞都不想多动一下 看着如同死狗一般的两人 张宇也没有责怪两人的意思 也找了一个地方 缓缓地坐了下来 恢复着体力 三人休息了一会 在张宇的催促下 黎蒙和下雪 才不情愿地爬了起来 开始挖掘丧尸惊河 虽然在回到一楼的时候 几只没有被摔死的丧尸 从电梯警当中爬了出来 但是却被张宇几人给直接砍死 这次的收获 简直可以用丰收两个字来形容 普通的丧尸惊河 一共821颗 一阶金河11颗 至于二阶金河 一颗都没有 也没有遇见二阶丧尸 当张宇抱着金河 返回到基地战车位置的时候 看着战车附近的情况 张宇顿时愣了一下 没想到梁震一伙人 竟然围在战车的周围 而围着装甲车的梁震 自然也看见返回的张宇三人 立刻从地上站了起来 一脸堆笑的说道 哎哟 没想到在这还能看见你们 真是缘分啊 本来还想着当面感谢你们 把丧尸给迎走 没想到 这就又见面了 其实 梁震早就猜出 这辆装甲车是张宇的 却直接来了一个先入为主 假装不知道 看着一脸堆笑的梁震 张宇心中却怎么都感觉不舒服 没事 顺手而已 说完 张宇直接拉开装甲车的车门 就在张宇拉开装甲车门的一瞬间 梁震的眼睛都红了 那满车的物资 还有这辆装甲车 都是梁震想要得到的 几乎是一瞬间 梁震甚至想要动手 直接杀掉张宇 可是仅仅是一瞬间 梁震就冷静了下来 张宇三人的战斗力 梁震还是看见过的 就算自己偷袭之下 能杀死张宇 估计也打不过剩下的下雪 和李猛的联手 但是 梁震这一闪而逝的杀鸡 确实被张宇给捕捉到了 在漠视摸爬滚打十多月的张宇 对于杀鸡这种危险的感应 还是很敏感的 不过张宇并没有出声 而是把所有的出街金河 全部放进战车当中 至于一街金河和二街金河 张宇打算留着备用 只不过 现在基地战车的动力升级 需要铝合金这种材料 张宇还没有来得及去弄 而此时 天色已经有些暗了下来 再出去就有些危险了 在晚上 对人类的行动 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不过对于丧尸 却并没有什么影响 初接丧尸的视觉 白天就像一个黑瞎子一般 看不清任何事物 主要是靠着嗅觉和听力 来捕捉食物 但是到了晚上 丧尸的视觉 就和猫头鹰似的 看东西十分的清楚 哪怕是微小的东西运动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丧尸的战斗力 也会随着看清事物 而变得更加强悍 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黑下来 但是距离黑天 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而且经历了一天的杀戮 也都是疲惫不堪 所以 张宇并不打算继续外出 趁着这段空当时间 张宇决定仔细研究一下 系统升级区当中 那个金属房子图标 到底是干什么的 点开基地战车系统的升级系统 张宇点开了 那个金属房间一样的图标 在图标的详情介绍当中 写着折叠空间 折叠空间 当前等级零级 不可使用状态 升级所需 晶体能量100 金属小房间图标的介绍 就只有这么多 再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明 连具体是干什么的都没说 看着图标上的介绍 张宇顿时感觉一阵猛V 这折叠空间几个字 倒是感觉挺高大上的 但是用来干什么的 张宇也没弄明白 不过看图标显示 应该像是 某种仓库一样的东西 突然 张宇想到了一个 很不现实的猜想 那就是 折叠空间仓库 可以用来储存物资的那种 这个想法虽然有些疯狂 但是张宇还是决定试一下 万一真的和自己猜想的一样 属于空间仓库那种 到时候就可以存储更多的物资了 张宇在基地战车系统当中 打开了折叠空间的图标 然后选择升级选项 在张宇选择升级选项之后 装甲车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这让张宇感觉有些疑惑 难道自己猜错了 就在这时 在装甲车的后面 传来了一阵物品倒塌的声音 然后紧接着 在装甲车后面的物资 平白无故的少了一些 出现一个大坑一样的缺口 看着这情况发生 张宇感觉自己很有可能猜对了 那空间折叠技术 就是图标的字面意思 利用折叠空间 在战车当中 开辟出一个仓库出来 来不及多想 张宇直接从物资的上面 掏出一个洞来 然后朝着装甲车尾门位置爬了过去 果然 在装甲车的后门和尾箱门之间 又多出来一个门 只不过 这个多出来的门 可不是工程客进出的 而是通往折叠空间的大门 此时的大门打开 一些物资 已经掉落到折叠空间当中 顺着大门进入到折叠空间当中 里面的面积不是很大 差不多只有十立方左右 甚至没有一般人家的厕所大 张宇在折叠空间当中 勉强只能转开身子 但是这也足以让张宇欣喜若狂了 这十立方的空间 如果全部用来存储物资 那可是一个不小的地方 几乎是想都没想 张宇立刻开始忙碌起来 将装甲车当中的所有物资 全部塞进折叠空间当中 等张宇从折叠空间当中出来 装甲车当中立刻宽敞了许多 重新回到装甲车的驾驶位 张宇继续研究起基地战车系统 而此时战车的折叠空间图标 已经变成黑白的颜色 表示在无法升级 张宇知道 这是基地战车系统的等级不够 只要战车系统继续升级 那么折叠空间也就可以继续升级了 至于剩下三个还亮着的图标 一个动力系统升级 一个装甲系统升级 还有一个就是轻胀产 只不过 目前这些东西的材料还不齐全 无法进行升级 张宇也只能作罢 在看生产区当中 除了基因进化液 免疫药剂之外 基本上就还是那些生活用品 张宇可不打算用珍贵的金盒 来生产出一些日常用品 这些日常用品 完全可以想办法从超市 或者是其他地方获取到 关掉系统 张宇拿了一些食物 从基地战车当中走了出来 开始准备三人的晚餐 一旁的梁震 看着张宇手中拿着一条腊肉 眼睛都快直了 特别是在看见张宇手中 拿着的电饭包和桶装水 更是眼馋的不行 那个兄弟啊 我们这些人虽然有些食物 可以都两天没喝水了 你看能不能给我们点水喝啊 梁震走到张宇的面前 一脸讨好的说道 对于梁震这种 伸手就向别人讨要东西 张宇很是不喜 不过一想都是末世的幸存者 而且自己也在这待不多长时间 就会离开 也就没有在意 随手拿出两瓶矿泉水 递给梁震几人 将水给了梁震几人 张宇就没有再理会那些人 而是继续准备做饭 这时候 夏雪走了过来 从张宇的手里接过铲子 做饭这种事 怎么能让你个大老爷们来 还是我做吧 没一会的功夫 电饭包里 开始冒出呲呲的热气 夏雪在一旁的煤炉锅旁边 不停地翻炒着 小锅中的腊肉笋片 笋片是那种带装的 保质期时间还算比较长 所以张宇也就在车里储备了一些 这腊肉笋片的香气散开 梁震的眼睛立刻又直了 慢慢地朝着张宇这边凑了过来 兄弟 你看我们这两天 也没怎么吃东西了 可是对于梁震这种 得寸进食的家伙 张宇可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人 只有一句话给他 滚 一个滚字出口 张宇的身上 立刻爆发出强烈的杀意 那犹如实质的杀意 吓得梁震差点尿裤子 连滚带爬的 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当中 只不过 梁震在看向张宇那边的时候 两个小眼睛 变得更加阴狠毒辣 吃完饭 夏雪收拾餐具 张宇和梁震二人 开始搭建帐篷 在帐篷边上 用收集来的棉被 搭建一个临时床位 等到夏雪收拾完餐具 张宇和梁震两人 也将帐篷搭好 此时 外面的天色 也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在进入休息之前 张宇特地把夏雪 和梁震两人给叫了过来 特地嘱咐两人 在晚上值守的时候 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不光是针对丧尸 就连一旁的梁震一伙人 也要多加小心 吃到了老大 夏雪出声说道 而一旁的梁蒙 也是拍着胸脯保证道 放心吧老大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夜里 烂尾楼工地 显得格外的安静 只有一些草丛当中的区区 还不知道末世的危险 不停地叫个没完没了 张宇这边 很早就躺下休息了 而梁震这边 梁震和吕冰两人聚在一起 时不时地朝着张宇这边看一眼 什么 吕冰听完梁震的想法之后 吓得顿时一阵惊呼 可是还没等吕冰喊出声 嘴巴直接被梁震用手给捂住 你他妈的不想活了是不是 喊他妈什么喊 再喊 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被捂住嘴巴的吕冰连忙点头 示意自己不会再喊了 等梁震松开手 吕冰有些胆怯地说道 老大 你说这能行吗 那三个人 可是连丧尸都敢杀的人 下午那阵仗 你也不是没看到 他们可是足足迎走七八百只丧尸 就凭咱俩 估计还不够人家热身的 废话 如果正面拼的话 咱俩肯定不够人家杀的 但是等到后半夜 他们都睡熟了 就是咱们下手最好的世界 梁震一脸阴狠地说道 可是 吕冰还要说什么 却被梁震给打断了说道 没什么可视的 等咱哥俩干成这一票 那辆装甲车看见没 到时候就是咱们的了 有了装甲车 在漠视 咱哥俩想去哪不行 到时候 女人还不是任凭咱哥俩随便玩弄 到时候我是老大 你就是咱们队伍的二把手 你不是一直喜欢郭晶晶吗 等这次是成了 我把郭晶晶赏给你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咱哥俩 以后多的是 别因为一个女人 伤了咱哥们的关系 梁震这番话 可以说是充满了诱惑 甚至把墙上了吕冰女神的事 给一句话给抹平了 听着梁震不断的诱惑 吕冰也有些心动 好 梁哥 我跟你干了 吕冰想了一下 还是没能经得住诱惑 决定跟梁震一起动手 见吕冰答应自己 梁震感觉自己的把握 又增加了几分 出声说道 好样的 咱们先休息 等时机到了 我叫你 两人商量完 找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 开始休息 章语这边 第一班值班的是下雪 然后是梁震 最后是章语 三个人 每人值班两个小时 其他人休息 而这个值班的顺序 也是章语特地安排的 下雪之第一班 因为时间还比较早 这个时候人一般也没什么困意 一时半会也睡不着 接着就是梁震开始值班 然后是章语 等章语开始值班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了 这个时候 一直没睡的梁震 此时感觉自己越发的精神 时不时地偷瞄 章语这边几眼 章语这边一共三个人 对付章语和李猛 梁震感觉自己 没有把握短时间内 控制住章语和李猛 所以 梁震把主意打到了下雪的身上 看三人的轮班顺序 下一班就应该是 那个女人下雪之班 而且这个时候 正是人最困倦的时候 也最容易放松警惕 果然 正如同梁震猜想的一样 在章语直守了两个小时之后 把下雪从帐篷当中叫了出来 然后自己钻进帐篷 在一旁假装熟睡的梁震 看见下雪被叫了起来 感觉自己的胜算又多了一分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这下 那小子应该也睡着了吧 是时候动手了 梁震想着 把一旁的吕冰叫醒 吕冰 起来 咱俩假装上厕所 然后慢慢靠近 找机会干到他 说完 梁震起身 假装起夜的样子 朝着四周看了一下 然后朝着烂尾楼的外面走了出去 差不多等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梁震和吕冰两人 这才从外面走了回来 啊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梁震假装打了一个哈气 明知故问的说道 直手的下雪 看着梁震迷糊糊的样子 也没太在意 出声说道 直手 防止夜间丧尸摸过来 什么 不能吧 这工地附近上百米都没有丧尸 怎么可能摸过来 要不你也早点睡吧 大半夜不睡觉 多遭罪啊 梁震假意关心的说着 一边缓步朝着下雪的位置 靠了过去 不行 我必须得为大家的安全负责 就在这时 下雪的话刚说到一半 走到下雪附近的梁震 猛然发动自身的异能 十万福特 对于那些丧尸 梁震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论对付起同类 梁震可以说是心狠手辣 没有丝毫的畏惧 一股强悍的电流 瞬间贯穿下雪的身体 被电流击中的下雪 只感觉全身发麻 瞬间对身体失去了控制 甚至就连发出声音 提醒一下同伴都做不到 怒目言睁的下雪 只能这么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被制服 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偷袭了 而且在休息之前 老大都已经特意交代过 没想到自己还是大意了 这时候 原本起了杀心的梁震 在看见下雪 那如花似玉的容貌之后 顿时改变了主意 这么漂亮的女人 直接杀了 简直太可惜了 何不先控制起来 等自己完腻了之后再说 而一旁的吕冰 似乎也看懂了梁震的意思 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根绳子 两人将下雪直接捆成粽子 接着 梁震对着吕冰比划了一下手势 示意吕冰去干掉张宇 自己去干掉黎蒙 两人同时动手 而这时候 在帐篷当中的张宇并没有睡觉 而是盘西坐在帐篷当中 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还没等吕冰靠近帐篷 帐篷的拉链刷的一声 被人从里面拉开 张宇直接从帐篷当中飞身而出 一把锋利的匕首 直接朝着吕冰的脖子位置 刺了过来 这发生的一切 简直是太快了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匕首直接刺穿了吕冰的喉咙 什么 张宇的速度简直是太快了 等梁震反应过来的时候 张宇已经朝着自己的方向冲了过来 反应过来的梁震 立刻将腰间的五十四式手枪 给套了出来 枪口指着张宇大声地说道 站住 再过来 我就开枪了 而在看见这五十四式手枪的一瞬间 张宇的眼神顿时一缩 张宇是万万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有枪 虽然自己是进化者 但也不是钢铁之躯 依旧惧怕子弹的威力 小子 把车钥匙交出来 咱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要不然别怪老子 现在就开枪做了你 梁震拿着手枪瞄准张宇 看见张宇不敢再反抗 立刻变得更加的嚣张 对了 还有这个牛我也要了 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老子长这么大 还没爽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呢 哈哈 梁震说着 越发的得意 不由的哈哈大笑起来 张宇一开始没有直接动手 就是想要磨练一下下雪和李猛 好让他们尽早的适应漠视的人性 但是千算万算 没想到对方手里竟然有枪 他妈的玩脱了 看着对方手中的五十四式手枪 张宇的大脑开始疯狂的运转 怎么办 现在交出钥匙 对方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干掉自己 突然 张宇看见脚边吕冰的尸体 突然间系上心头 小子 你当我是傻子吗 把钥匙给你 你能放过我 不过你可不要动手 你要是敢开枪 我立刻就把钥匙掰断 不信的话 你可以开枪试试 张宇说着 语气无比的坚定 看着张宇坚定的眼神 梁震有些犹豫了 这可怎么办 要是张宇真的把钥匙掰断 自己还是打不开装甲车的车门 而且就算打开车门 没有车钥匙 也是废铁一堆 而且自己要是开枪的话 枪声也很容易引来丧失 那你说怎么办 梁震出声说道 看见梁震妥协 张宇心中松了一口气 然后出声说道 你放我们离开 我把车钥匙给你 我把钥匙放在车头的位置 咱们双方一起后退 一人退一步 直到我离开为止 梁震想了一下 放走张宇三人 虽然没玩到下雪 那么漂亮的女人 但是自己有了装甲车 可以在末世更好地活下去 活着 远比女人的魅力 来得更大一些 想到这 梁震还是选择了 同意张宇的说法 好 我同意放你们离开 但是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招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梁震盯着张宇出声说道 见到梁震同意了 张宇把离门给叫了起来 然后张宇把钥匙 放在装甲车车头的位置 利用装甲车作为掩体 开始一点点的后退 被两人扶着的下雪 心中则是无比的自责 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大意 竟然把张宇的装甲车 让给了别人 一旁的梁震 这时也在心中 暗暗地告诫自己 千万不能再犯下雪 这样的错误 这种错误 犯一次就有可能致命 让自己等人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而一边后退的张宇 此时心里却有些着急 这里的血腥味 已经很足了 可是那些东西 怎么还不来 难道是附近的 都被清理干净了 所以才没有过来 没错 张宇的目的 就是利用死去旅宾的鲜血 把丧尸都给吸引过来 至于被梁震控制的那些女人 她们的生死 张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在张宇疑惑的时候 一声嘶吼声 从工地的大门位置传了过来 吼 听到这声嘶吼 张宇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那些丧尸终于来了 这时 下雪也终于 从那种麻痹的状态恢复过来 再听见丧尸的吼叫声 立刻发动异能 就想要朝着装甲车位置冲过去 把钥匙给抢回来 但是还没等下雪有所动作 立刻就被张宇给拉了回来 老大 钥匙是因为我才被别人拿去的 让我去把钥匙给抢回来 下雪说着 就要再次冲出去 回来 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可是 没有可是 执行命令 张宇一声低吼 下雪立刻就不出声了 而另一边的梁震 再听见这丧尸的吼声 差点直接就吓破了胆 脉步就朝着装甲车的位置冲了过去 很快 梁震就跑到了装甲车的旁边 一把抓起 放在车头位置的车钥匙 就准备要打开车门 可是在梁震按下钥匙上的按钮时 在车钥匙的上面 直接冒出一股细小的火苗 再看见这火苗的一瞬间 梁震瞬间就明白自己被骗了 他简直要疯了 自己竟然被一个打火机给骗了 张宇 你个王八蛋 你不得好死 老子要杀了你 梁震一声怒吼 拿着手里的枪 朝着张宇三人离开的方向 就冲了过去 可是这时候的张宇 怎么可能还傻傻的在原地等着 早就拉着夏雪和李猛二人 借着月色 左拐右拐的来到一个烂尾楼的楼里 在烂尾楼当中躲藏后 李猛也有些舍不得那辆装甲车 出声说道 老大 要不我们冲过去 把装甲车给抢回来 就凭我的铠甲 估计也能抗几枪子弹的 就凭你的铠甲 顶多能抵御一阶丧尸的攻击 还想扛住手枪的子弹 是不是杀了几只出阶丧尸 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还有 你们几个就不能动动脑子 你们以为我真的会把装甲车 叫给那个家伙 那家伙拿到的 只不过就是一个钥匙模样的 打火机二爷 装甲车的钥匙 还在我这呢 张宇说着 从兜里又拿出一把车钥匙 在夏雪里猛二人眼前晃了晃 看着张宇手中的车钥匙 两人也都放下心来 同时心中不有感觉好笑 这老大竟然用打火机 就把别人给骗得团团转 其实 张宇拥有了基地战车系统 早已经和装甲车进行了绑定 这钥匙也只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 不过 这些都是张宇的秘密 就算再信任夏雪和李猛 张宇也不会把自己的秘密 全都说出来 在末世 什么样特殊艺能的人都有 有些时候 就算夏雪和李猛不想背叛自己 但是也可能在不知不觉间 被别人利用 楼下 梁振转了几圈 却没有发现张宇三人的影子 当梁振还要继续搜索的时候 几只丧尸已经扑到了梁振的跟前 对付普通人 梁振可以用尽各种狠毒的手段 但是面对上丧尸 梁振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差点直接吓尿了 抬起手中的五十四式手枪 对着丧尸就是一顿乱射 砰砰砰 连续的几声枪响 手枪当中仅剩的几颗子弹 就被梁振给打光了 咔 咔 几声空膛的声音响起 梁振直接将手枪朝着丧尸砸了过去 然后转身开始逃跑 躲在烂尾楼当中的张宇 在听见几声枪响之后 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丧尸 张宇不怕 梁振 张宇同样不怕 让张宇最忌惮的 就是梁振手中的手枪 但是现在 手枪里没了子弹 就是自己开始收割的时候了 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然后朝着楼下走了下去 张宇 夏雪和李猛三人 从躲藏的烂尾楼当中走出来 借着盈盈的月光 看见几只丧尸 正快速地追着梁振 只不过在晚上 丧尸势力极佳 行动速度不再和白天时候那样 动作缓慢 夜晚的丧尸 脚步飞快 灵活程度不输正常人 甚至比一些普通人的动作 还更加的灵活 啊 救命啊 正逃命的梁振 突然看见张宇三人 从烂尾楼楼梯下来 立刻大喊大叫地 朝着张宇冲了过来 声音可以传出很远 大喊一声 都可以传出一公里 甚至几公里远 刚才的几声枪响 再加上梁振的大喊大叫 要不了多久 这里就可能会成为丧尸的海洋 而这时 张宇已经能隐隐地听到 外面传来 一阵阵丧尸吼叫的声音 看着朝着自己几人冲过来的梁振 张宇抡起手中的匕首 对着梁振就甩了过去 So 一道寒芒在黑夜当中闪过 匕首在夜色的掩盖下 飞射而出 正朝着张宇三人狂奔的梁振 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 可是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勉强地一扭身子 啊 梁振一声惨叫 一把匕首直接扎在梁振的左肩上 鲜血顺着伤口 咕咕地流了出来 张宇 你个王八蛋 老子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你当电背的 接着 就看见梁振的身上 冒出一道道电弧 那蓝色的电弧 在黑夜当中显得格外清楚 不好 雷电戏呢 快躲开 张宇说着 拉着两人快速地后退 尽量和梁振拉开距离 梁振的异能 属于能量系异能 虽然瞬间爆发力强悍 但是作战时间短 在全力爆发之下 只能坚持几分钟至十几分钟 只有等到后期 净化等级提升上来之后 作战的时间才能延长一些 能量系异能 就好比法师 攻击力强 爆发力强 攻击面积大 可以群攻 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 持续时间短 如果在短时间内 不能搞定敌人 到时候 物理系异能 在发动异能时候 对自身能量的消耗不大 可以长时间作战 而弱点就是攻击力一般 无法和能量系异能那样群攻 所以 相比较两种类型的异能 就好比游戏中的法师和战士一样 不能说谁强谁弱 只能说各有优缺点 张宇三人刚刚逃开 一个蓝色的光团 朝着三人之前逃开的地方 就飞射过来 成一个抛物线 砸在三人刚刚站立的地方 蓝色的电弧光团 在落地的一瞬间 立刻就如同破碎的气球一般 电弧顺着地面向四周扩散 最后消失不见 不远处的梁震 看见自己的攻击失效 立刻开始在手中凝聚 第二个雷电光球 准备再次攻击 如果不考虑有丧尸出现的话 凭借着张宇全方位 基因净化的身体 勉强也能扛住梁震的雷电攻击 张宇最后杀死梁震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 边上不远的位置 可还有虎视眈眈的丧尸 就算自己拼着重伤 把梁震杀掉 立刻转身就跑 根本就不和梁震正面迎战 看见张宇毫不顾忌地转身就跑 你好歹也是一个团伙的老大 怎么能说跑就跑呢 你哪管先打一阵 不敌再跑也行啊 可是张宇根本就没给他机会 直接就跑了 梁震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憋过去 而就在梁震使用 异能攻击的这个空档 张宇三人 直接和梁震拉开了距离 朝着装甲车的方向跑了过去 快 上车 这里不能呆了 冲在最前面的张宇 一边对两人喊着 一边直接拉开了装甲车的车门 拥有基地战车系统的张宇 屁股刚坐到驾驶位上的时候 基地战车的发动机就已经启动 嗡 一声发动机强劲的轰鸣声响起 张宇一脚踩住刹车 将档位挂在前进挡上 随着砰的一声车门关闭 张宇脚下直接松开了刹车 一脚将油门踩到底 嗡 吃吃吃 在发动机强大的牵引力下 基地车的六个轮子 瞬间发出强大的扭力 摩擦着地面发出嗤嗤的声音 推动着基地车快速前进 坐在驾驶位置的张宇 一边猛踩油门 一边飞快地旋转着方向盘 嗤嗤 在车轮与地面快速的摩擦声中 基地车在原地划出一个完美的弧形 来了一个180度的掉头 然后朝着烂尾楼工地的大门方向 就冲了出去 此时 已经开始有丧尸 朝着烂尾楼工地方向游荡过来 在工地的外面 丧尸的数量已经明显增多 可是这时候的张宇 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跑 等丧尸全都聚集过来之后 想跑都来不及了 将基地战车的油门踩死 装甲车直直地就朝着尸群当中撞了过去 碰 碰 两只倒霉的丧尸 被高速冲锋的基地战车给直接撞飞 只有在基地战车的封挡玻璃上 残留着两大片黑乎乎的血迹 此时 在距离烂尾楼工地几公里之外 一个大大的陨石坑 缓缓打开 一个鬼头鬼脑的小脑袋 从下面探了出来 四下张望了一下 发现丧尸已经全被之前的枪声给引走 确认周围没有丧尸之后 这个人才从下水道中爬了出来 从下水道中爬出来的女孩叫安秀香 在爬出下水道之后 安秀香简单地确认了一下方位 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冲了出去 别看她身材娇小 但是行动却是非常的迅速 仅仅是几个呼吸间 女孩就消失在夜色当中 张宇这边驾驶着基地战车 撞死两只丧尸之后 直接冲出了工地大门 可是在工地大门外的景象 顿时经的张宇都是一身的冷汗 丧尸群 数量多到数不过来的丧尸群 从尸群的密集程度估算 至少上万只丧尸左右 将基地战车的自动荡驾驶模式 直接切换成手动模式 档位锁定在三挡的位置 然后将油门踩死 此时的张宇要的不是速度 而是要战车必须拥有足够的动力 这才有可能从尸群当中冲出去 如果一旦因为丧尸的数量太多 将车轮给挡住的话 就算有战车的装甲防护 他们也得被困死在这尸群当中 战车的油门到底 发动机转速直接飙升到6000转 转速表的指针 在6000转的红杠位置来回摆动 同时发动机还发出一阵阵爆燃的声音 6000转的转速 基本上已经是普通发动机的最高转速 同时也是最大动力输出 轰 轰 吃吃吃吃 在发动机强大的动力下 张宇驾驶着基地战车 直接冲到了街道上面 朝着尸群就撞了过去 成败 在此一举 哄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 基地战车一头就扎进丧尸群当中 而与此同时 尸群在看见战车从工地冲出来之后 也立刻陷入的疯狂当中 吼 在一声声的嘶吼当中 丧尸朝着基地战车就扑了过来 那行动的速度之快 堪比赛跑运动员 就在战车和丧尸接触的瞬间 一只只丧尸直接被战车给撞飞 发出砰砰的撞击声 此时的章群 脚下则是死死地踩住油门 一丁点都不敢松懈 经历过上一世拼杀的章群 完全知道此时的危险性 如果一旦被丧尸彻底包围 自己将会被困死在这个铁盒子里 就算战车有折叠空间 里面也储藏了一定量的食物 还够三人吃上几天 可是要知道 这是末世 不光人类会出现净化者 可以不断地净化 丧尸当中 也会出现一些特殊的丧尸存在 要不了几天的时间 特殊的丧尸出现 就会轻易地 破开这辆装甲车的防御 到那个时候 就是自己的死期 哄 吃吃 战车不断地在尸群当中冲锋 一只只丧尸被撞死 然后卷在车轮之下 此时的章羽 心中有些傲慢 自己为什么不早点 升级战车的动力 为什么不早点 把轻障禅给升级出来 为什么不再升级一下 战车的防御系统 可是 这个时候就算是后悔 也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祈祷战车的性能 足够优越 可以从尸群当中冲出去 要知道 章羽在末世的时候 开的汽车和卡车 可都是经过改装之后的 动力和性能 比现在的装甲车还要强悍 加油 千万要挺住啊 可千万别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啊 章羽双手死死地抓住方向盘 稳稳地控制着战车的方向 丧尸 是完全不知道 什么叫死亡 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他们只知道厮杀和捕食猎物 看见战车冲了过来之后 丧尸们一个个的汗不为死一般 朝着章羽的战车就扑了过去 终于 战车开始承受不住这么多丧尸的撞击 速度开始缓缓地降了下来 而随着战车速度的下降 被卷进车轮下面的丧尸 就变得更多 丧尸越多 速度越慢 开始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感受着降下来的车速 章羽的额头甚至都开始冒出虚汗 他知道 车辆一旦在尸群中失速 那代表的结果是什么 千万要顶住 千万要顶住 章羽不断地在心中呐喊着 终于 章羽看见了失群的尾部 只要能从这里冲过去 就可以利用战车的速度 将这些丧尸给甩开了 可是 失群的尾部 既是那么近在咫尺 又是那么的咫尺天涯 想要冲这里冲过去 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此时的章羽 心中更加的有些后悔 自己为什么不尽快提升战车的等级和性能 光是有轻胀产的话 不让丧尸卷进轮胎中 这点失群 战车就可以轻易地穿过去 随着失群的尾部越来越近 章羽的心也是越提越高 就在战车马上就要冲出失群的时候 章羽担心的事情 终于还是发生了 十几只丧尸同时被卷在车轮下面 战车的车轮开始脱离地面 在空中打着空转 战车彻底地停了下来 驾驶着战车的章羽 心下一凉 完了 难道就这么完了吗 可是现在又能有什么办法 不是战车的动力不足 而是战车的车轮悬空 失去了抓地力的车轮 就算有在强悍的动力 又能怎样 听着车外 丧尸不停敲击撕咬战车的声音 在战车当中的下雪 小脸下的煞白 双手捂着小嘴 努力地让自己不发出尖叫的声音 而李猛 此时脸色也没好哪去 一片雪白 尽管李猛在努力地控制着恐惧情绪 身体还是在不受控制的轻微颤抖 突然 章羽的眼睛 看见战车的控制台上 有一个特殊标记的控制开关 前桥差速锁 后桥差速锁X2 中置差速锁 在看见这几个开关之后 章羽的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 足足四把差速锁 这简直就是为末日而准备的战车 这性能改装的简直太强悍了 二话不说 章羽立刻将战车的档位换到空档上 然后直接按下四把差速锁的按钮 开启差速锁 重新将档位挂到低速6区上面 章羽这才再次踩下油门 油门直接到底 发动机再次发出高炕的轰鸣声 停在章羽的耳中 就好像美妙的生命进行曲一般 紧接着 战车的车轮和地面不断的摩擦 发出痴痴的声音 同时因为剧烈的摩擦 轮胎冒出大量的白烟 终于 在颠簸了几下之后 战车从丧尸的尸体上碾压而过 朝着前面冲了出去 呼 看着战车终于冲出了尸群 被吓得不敢出声的下血 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呼 终于冲出来了 刚才真的是吓死我了 可不是 刚才我都坐好死在车里的准备了 一旁的李猛 跟着出声说道 紧接着 张宇的一句话 就如同一盆冰冷的凉水一般 把两人给淋了一个透心 凉气飞扬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夜间开车 发动机的轰鸣声 同样会吸引丧尸的注意力 一旦道路被堵死 我们还是难逃一死 两人刚有缓和的脸色 再次刷得一下又白了 战车前方不远处 那个鬼头鬼脑的小女孩安秀香 已经来到了一家超市的门口 在超市的门口 向着里面张望了一下 发现里面有两只丧尸 被困在倒塌的货架当中 在其他的地方并没有发现丧尸 安秀香悄悄地推开超市的玻璃门 然后朝着远离丧尸位置的货架 摸了过去 漠视爆发到现在 已经两天多的时间 一些蔬菜已经发粘 不过好在还能吃 安秀香一把抓起几根胡萝卜 直接塞进自己那脏脏的衣兜里 然后又从另一个衣兜里 拿出一个破布 往地上一放 就把蔬菜开始往破布上滑拉 仅仅片刻功夫 蔬菜就堆积的和小山一般 安秀香将破布一裹 一个小包裹就打包好了 就在安秀香一把拎起包裹 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听吃拉一声 用来包裹蔬菜的不碎了 里面的蔬菜 哗啦一下洒了一地 而就在这时 超市当中的货架 发出一阵剧烈的倒塌声 哗啦 被困在货架当中的两只丧尸 挣扎地从货架当中爬了出来 朝着安秀香就扑了过来 随意地摸起两样东西之后 连滚带爬地冲出了超市 朝着之前藏身的地方冲了过去 张宇驾驶着机甲战车 一路横冲直撞 这时 从超市逃出来的安秀香 手里拎着一颗大白菜 胸前还用衣服 夺着几根胡萝卜 正没命地朝下水道入口狂奔 安秀香刚跑到 那个之前出来的位置 突然听见 身后传来一阵发动机的轰鸣 和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 安秀香顿时一愣 回头看了眼声音传来的方向 安秀香直接拉开下水道的井盖 钻进下水道中 把井盖重新盖好 公路上 一辆装甲车的车头 涂满丧尸黑色的血液 而在车头的正前方 防撞钢梁已经严重变形 砰砰 又是两声闷响 两只挡在战车前方的丧尸 被战车撞飞 在战车前面 又留下一大探的湿血 张宇驾驶着装甲车 从尸群冲出来之后 一路疯狂地加速 后面的尸群 已经被甩得没有了影子 只有在车前方的道路上 偶尔出现几只零散的丧尸 突然 张宇看见前方道路正中间 出现一片漆黑 战车靠近后 张宇才发现 这个黑影 竟然是一个陨石坑 这陨石坑直径15-16米的样子 将整条道路堵得死死的 车辆根本无法通过 怎么办 前面没路了 副驾驶的下雪低声问道 张宇将战车的发动机熄火 沉声道 下车 这里不宜久留 咱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那里有一个高层建筑 我们先 话说到一半 张宇的目光突然凝固 死死钉在街道中间的一个胡萝卜上 街道的中间 怎么有胡萝卜 就在这时 张宇好像听到有人 在悄悄地说话 可声音太小 张宇根本听不清 视线在胡萝卜周围看了一圈 一个井盖出现在张宇的视线中 张宇立刻就想起来了 重生前 城市的地下设施中 有一个庞大的势力 自己有幸和他们 进行过几次物资交易 来过几次地下城 跟我来 张宇招呼一声 伸手掀开通信光缆的井盖 顺着利景 张宇直接下到光缆隧道当中 只是 下一秒 张宇直接被一把锋利的短毛 抵住了脖子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 传进张宇耳中 隧道中点着蜡烛 借着烛光 张宇看清了这女人的样貌 一头其间短发 身材凹凸有致 身上的衣服松松垮垮 不显身材 脸上涂满黑黑的东西 看不清具体长相 我们是被丧尸追得走投无路 正好看见地上有一个井盖 就钻进来了 被短毛顶在脖子上 张宇连忙出声解释 听到张宇的解释 短毛离开了张宇的脖子 紧接着 夏雪和李猛也从树井中下来 进入到光缆隧道中 你们能来这里 也算是缘分 随便找个地方休息吧 别大声说话 说完 女人便继续守在树井旁 在隧道入口的不远处 七八个人用一些破衣服 或者是干草 在下面随便一扑 分别睡在隧道两侧 隧道正中间则是一条铁轨 用来行驶轨道车 方便工人在隧道中维修 不过此时 张宇并未休息 而是朝着隧道深处 一点点探查过去 张宇的目的很简单 先查探一下 这个地下光缆隧道的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 张宇打算将自己的势力 组建在这个地下隧道当中 这个地下光缆隧道 承担了整个海市的光缆通信 四通八达的隧道 可以延伸到海市的各个角落 组建的势力 并不是那种人多是重 成为一方大佬的那种 张宇的目的 就是可以接触到 更多的其他势力 然后将基因进化业高价卖出 赚取差价 而且随着战车以后的等级越来越高 可以生产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就可以有更多的东西 用来赚取差价 但是在赚取差价的同时 自己还必须有足够自保的能力 所以张宇要组建的势力 不在人数的多少 而是在于质量的高低 基因进化者 一阶进化者 可以吊打普通人十几个 而二阶进化者 又可以吊打一阶进化者十几个 基因进化者 在达到三阶之后 就可以不用惧怕手枪的子弹 而且 进阶等级跨越的太大 数量也无法弥补质量上的差距 除非普通人手里 拥有重型的杀伤性武器 否则 到时候 就算是普通人再多 也打不过一个三阶基因进化者 张宇一直沿着隧道 走了差不多有一公里左右 在隧道的前方 一个巨大的塌陷 将隧道的另一端给堵死 只留下一个不大的缺口 勉强可以用来通风 顺着缺口向外看了一眼 上面都是各种建筑残渣 应该是陨石落在建筑群当中 把建筑群下面的光缆隧道给砸它 可以说 这一公里的隧道 两头都被坍塌的泥土给堵死 只要再将树井入口守住 绝对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重新返回到树井入口附近 此时距离天亮也没多长时间了 张宇随便找了一个地方 闭目养神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缕阳光 从井盖的缝隙当中照射进来 起床了 起床了 在树井下面首页的人 看见阳光照射进来 立刻对着正在熟睡的人们 大声喊道 只不过 这时首页的人 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个短发女孩 很快 熟睡当中的人们都爬了起来 不过很快 就有人发现了张宇几个新来的 你们几个是新来的 一个大富翩翩的男子 看着张宇几人 出声说道 嗯 没错 昨晚来的 新来的 既然来了 就要遵守这里的规矩 晚上值夜班 轮流值班 至于白天获得的食物 自己吃自己的 有本事就出去找吃的 没本事就饿着 现在已经是末世了 不要指望着 谁会同情你 还有 我叫史敬臣 是这里的老大 以后什么事都要听我的 不然 小心我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 听见男子的话 张宇一愣 昨晚张宇还打算把这些人收服 没想到天刚亮 就有人在自己面前自称老大 看着其他人都是漠不作声 而且对这个史敬臣 根本就没什么敬畏的意思 张宇就已经猜出来 这个史敬臣 想要收服这些人 但是自己的实力还差一些 只能靠着恐吓 吸收一些胆小的新来者 慢慢组成自己的势力 你是老大 你有什么能力当老大 至少拿出让大家幸福你的实力 想要当这里的老大 至少可以带领大家 在这个该死的末日 更好地活下去才行 不然岂不是随便来一个 阿猫阿狗的 都能当这里的老大 张宇的话虽然不多 但是却直击问题的要点 这里的人 都是因为躲避丧尸 才来到这里 都是一盘散沙 虽然这些人不在乎 谁来当他们的老大 原本这些人根本就没在意 张宇这个新来的人 都是准备找准时机 出去寻找一些食物 好填饱肚子 可是当张宇说出 怎么带领大家 可以在末世 更好地生存下去 这个话题的时候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张宇的话给吸引过来 听到张宇说领导能力 史净尘立刻一挺胸脯出声说道 在末世之前 我可是社区局委会主任 领导过社区三万五千人 你说 我有没有领导的能力 还有 之前我都说了 这是末世 获取食物 全靠自己的本事 不要指望别人帮你 哼 就凭你还领导三万五千人 这大毒男里面 全是明知明睹吧 既然不能带领大家 在末世更好地生存下去 那就把老大这个位置让出来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我倒要看看你 有什么能力 带领大家 在这个末世生存下去 史净尘听到张宇的说法 以为张宇只是贪生怕死 不想出去找食物 立刻给张宇来了一个激将法 可是张宇怎么可能灌着史净尘 立刻对着众人说道 大家好 我叫张宇 从今以后 我就是这里的老大 我可以带领大家 更好地在末世生存下去 敢于和我外出寻找食物的 以后伙食饭管保 不敢外出寻找食物的 或者是老弱病残的 可以留在隧道内 对隧道进行扩建 一天两顿饭 一顿至少一个馒头 人群听到张宇的说法 立刻开始欢呼起来 外面那些吃人的丧尸 简直是太恐怖了 可是他们为了活下去 又不得不出去 和那些丧尸拼命 如今听到不用出去 就可以有饭吃 当然愿意留下来 而史静臣听到张宇的说法 立刻大声说道 你放屁 你有什么实力 让他们吃饱饭 你要是能做到 这个老大就让给你当 实力 张宇说着 对着身后的下雪和黎猛 使了一个眼色 下雪和黎猛会议 直接发动了自己的异能 刷 下雪的身上 冰晶开始快速凝结 仅仅是片刻的功夫 一身冰蓝色的铠甲 就将下雪的全身给包裹起来 而黎猛也是一样 身上黑色的液体快速流动 将整个身体快速地包裹起来 然后形成一个黑色的铠甲形状 然后液体迅速凝结变硬 形成一套黑色的铠甲 下雪和黎猛的异能 顿时震惊的整个隧道里的人 眼睛都直了 这也太科幻了吧 既然有人能在自己身体的周围 形成防御铠甲 这样岂不是不用害怕丧尸的攻击了 张宇看着隧道内震惊的众人 出声说道 怎么样 这就是我的实力 如果谁愿意跟着我外出 搜集食物物资 那么我就给谁获得这种超能力的机会 而且我还说了 外出收集物资者 食物管宝 一听说有机会能够获得这种超能力 人群当中又开始喧闹了起来 只有史静尘眼神不善地盯着张宇说道 你们别听他瞎说 他凭什么让你们产生异能 他又不是神 他只不过是骗你们出去 为他卖命而已 我们就留在这里 看他怎么把食物弄回来 而就在这时 之前首页的期间 短发女孩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 我可以跟着你出去寻找物资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把我的饭让给我妹妹 短发女孩对着张宇出声说道 张宇看了一眼短发女孩 只不过女孩脸上抹得黑黑的 看不清样貌 你叫什么名字 谁是你妹妹 我叫安秀香 我妹妹叫安秀玉 女孩说着 指着人群不远处的另一个女孩 接着出声说道 末世爆发的那天 妹妹为了保护我 被丧尸抓伤 之后身体就不能行动了 所以 只要能让我妹妹吃饱饭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说到这 女孩深深地将头低了下去 甚至不敢再看张宇的眼睛 此时躺在墙角的女孩 眼神死死地盯着张宇 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身体又无法动担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安秀香话语当中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 可是此时的张宇 确实更加在意 那个瘫痪的女孩 被丧尸抓伤 能凭借自身意志力 而不变成丧尸的人 到最后 极有可能成为先天意能觉醒者 先天意能觉醒者 在觉醒意能之后 实力要比普通觉醒者强大很多 基本上和服用基因进化药剂的 进化者差不多 甚至略强一些 而且 这两个女孩还是孪生姐妹 如果都能觉醒意能 配合战斗肯定也更加的默契 张宇又仔细地看了一眼短发女孩 又看了一眼 在墙角位置躺着的女孩 这才出声说道 可以 只要你听从安排 我不仅可以让你吃饱 也可以让你妹妹吃饱 听到张宇 极于肯定的答复 女孩这才放松下来 紧紧攥着的小拳头 手心里都有些出汗了 很快 张宇就在人群当中 确定了老大的位置 接下来 张宇开始安排工作 在隧道内 原先有七个人 再加上张宇三人 一共十个人 短发女孩 愿意跟着外出搜索物资 再加上张宇三人 外出搜索物资的 一共四个人 隧道内还剩下六个人 其中一个瘫痪女孩 劳动力还剩下五个 在这剩下的五人当中 其中一个是史静晨 剩下还有两个中年男人 和一个妇女 一个小女孩 张宇现在手头也没有太多的工具 只有一把消防斧 和一把开山刀 把消防斧和开山刀 交给两个中年男人 张宇让他们在隧道的树井附近 开辟出一个独立的空间 剩下的女人 负责运输挖掘出来的残土 在隧道出口的树井位置 开辟空间 不但可以用来助人 同时进出也更加方便一些 而且在树井附近 开挖出来的独立空间 更加方便物资运输 也更加方便隧道的后期开发 等种种好处 至于史静晨 张宇给他的工作 是督导监工 毕竟曾经也是一名社区主任 还是有一定领导能力的 只要史静晨愿意留下来 认真的干活 张宇也不会跟他计较 之前发生的事情 将留守隧道人员的工作 安排完之后 张宇带着夏雪 李猛 还有安秀香三人 出了光缆隧道 那井盖打开一条缝隙 张宇从树井当中 探出半个脑袋 此时在街道上 只有一些零散的丧尸 就在张宇打开井盖的一瞬间 附近的几只丧尸 闻到了生人的味道 朝着树井的位置 就扑了过来 看着几只零散的丧尸 张宇直接从树井当中 爬了出来 随手掏出腰间的匕首 对着丧尸的脑袋 就刺了过去 张宇的动作很快 还没等几只丧尸靠近 就被张宇给直接解决掉 在树井出口的位置 清理出一小片的安全区域 接着 李猛和夏雪 也从树井当中爬了出来 加入到战斗当中 继续清理后面赶过来的丧尸 等到安秀香 从树井当中爬出来的时候 外面的场面 一把抓住安秀香的衣领 这才没有让安秀香掉下去 此时在树井的外面 已经有十几只丧尸的尸体 而张宇和李猛 还在不停地击杀着丧尸 从树井当中爬出来的安秀香 看着如同杀神一般的三人 虽然心中恐惧 同时也隐隐地有些兴奋 那个领头的张宇老大可是说过 只要加入外出搜索物资的小队 就有机会拥有他们那种超能力 如果自己也拥有超能力 就可以更好地照顾妹妹了 安秀香越想 心中越是激动 这时 张宇几人也将附近的丧尸清理完毕 开始挖掘丧尸脑中的金盒 同时把丧尸的尸体给清理干净 毕竟这个位置是聚集地的出入口 不能让丧尸就这么堆积在这里 清理完丧尸的尸体 张宇看着还有些呆滞的安秀香 突然出声问道 安秀香 我再问你一遍 愿意加入队伍吗 请你慎重选择 一旦选择加入队伍 就不能退出 愿意 我愿意 安秀香几乎是想都没想 立刻就做出了决定 见到安秀香这么痛快地就答应下来 张宇想了一下 决定还是让安秀香先成为进化者 毕竟自己队伍的人数还是太少 成为进化者之后 生存的几率也会更大一些 没一会的功夫 张宇从战车当中出来 手中拿着淡蓝的小药瓶 递给安秀香出声说道 喝掉它 你就有机会成为异能觉醒者 看着张宇手中蓝色的药瓶 安秀香没有任何的犹豫 接过小药瓶 直接拿开瓶塞就灌进嘴里 其实 这个基因药剂 也是张宇对安秀香的一次测试 如果刚刚 只要安秀香有一丁点犹豫 张宇都不会把基因进阶药剂给他 张宇不会把基因药剂这种东西 给一个不信任自己的人 特别还是优质品的基因进化药剂 安秀香的进阶速度很快 差不多20多分钟的时间 安秀香就完成了进化 成为一阶基因进化者的安秀香 进化的能力是超级势力 超级势力的可是距离达到2公里 可以在2公里以内分辨亲人脸 而且还拥有青蛙一样的动态视觉 对移动中的物体特别敏感 虽然没有觉醒铠甲武器 或者是元素类的超能力 但是超级视觉这个能力也不错 可以提前发现敌人 并且提醒队友 而且等以后有机会 也可以培养成一名狙击手 在末世 并不是说人类的科技就没用了 一把超级加农炮狙击枪 同样可以狙击一名三阶以上异能者的脑袋 还有 安秀香在成为异能者之后 身体的素质也会大幅度提升 对战一些普通的丧尸也更加的容易 解决完安秀香的进化问题 看了一下剩下的金盒 张宇决定先升级一下战车的各种属性性能 提升发动机动力 所需的铝合金比较好弄 随便拆一些路边废弃的汽车就可以获得 还有战车的防御系统 所需钢材100公斤 金盒能量100点 战车的轻胀产 升级前置条件 基地战车动力系统一级 所需材料 精品刚才两吨 把从路边废弃的汽车上拆下来的铝合金 全部投入到战车当中 终于在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 在战车的升级区 动力系统的图标下面 出现了条件满足可升级 一行小字 同时写着升级两个字的选项图标 也亮了起来 代表着可以升级 看见图标下面亮起升级的图标 张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升级 在选择了动力系统升级的一瞬间 战车直接扣除100点金合能量 同时扣除了20公斤的铝合金材料 只是升级的过程 张宇完全看不到 大约过了三四秒的时间 战车的动力系统升级完毕 战车的动力系统图标 有原来的直列四缸发动机 变成了V6六缸发动机 同时在图标的下面 也显示出了发动机的性能指数 发动机最大马力 300匹 发动机最高安全转速7000 看着战车的发动机指数 动力足足比之前提升了100匹马力 转速上也提升了1000转 如果上次在冲击失群之前 就提升了发动机的性能 在冲击失群的时候 肯定会更加的轻松 看来 还是要尽快弄到更多的金合 早日把战车升到二级 到时候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 也可以让战车的性能更加的强悍 在升级完动力系统之后 张宇又开始升级战车的 防御系统和轻障产 那些用来升级战车的钢铁材料 则是由李猛负责拆卸路边的汽车 而夏雪和安秀香 负责清理周围的丧失 一上午的时间 李猛足足拆了三四辆轿车 这才满足了战车系统升级 所需要的材料 随着张宇选择了轻障产系统升级之后 在战车前面 原本已经被撞变形的防撞钢梁 开始出现了变化 缓缓的防撞钢梁开始软化变形 然后不断的延展拉伸 最后在战车的前面 形成了一个V字形的轻障产 轻障产把整个车头都覆盖在里面 可以有效的保护车头 不受撞击的损伤 同时 轻障产的高度也可以进行调节 防止倒下的丧失 被碾压到车底 卷入车轮当中 看着车头位置 那厚实的轻障产 张宇心中顿时又是一阵的激动 如果战车的等级再高一些 就可以解锁出更多 可以升级的东西 到时候战车的性能 就会更加的强悍 张宇正想着 这时候 李猛刚好又拆了一堆钢铁回来 看着战车前面那凶悍的轻障产 李猛顿时一阵好奇 老大 这车头的钢铲 你什么时候安装上去的 这简直就是丧失克星啊 李猛怀里抱着一堆钢铁 站在车头的位置 一脸震惊地说道 行了 我刚按上去的 夏雪 安秀香 回来集合 准备出发了 张宇故意避开李猛的话题 出声对着夏雪和安秀香招呼道 很快 夏雪和安秀香 将丧失的尸体处理完毕 又收集了几十颗金盒之后 返回到战车上 发动机的转速瞬间提升 爆发出强大的轰鸣声 吃 吃 坐在驾驶位置的张宇 双手猛打方向 基地战车直接在原地 来了一个180度掉头 车头掉转过来之后 张宇脚下的油门 却没有丝毫松开的意思 双手控制着方向盘 不停地反拉方向 战车就如同在溜滑的冰面上行走一般 侧滑着就飘了出去 隧道的扩建 没有衬手的工具 工作也没有效率 所以这次 张宇的目的地 就是不远处的一家五金日杂商店 吃吃 一阵车轮摩擦声响起 战车在道路上 直接来了一个飘逸 整个车身 直接横在一家五金商店的门口 而战车的尾部 直接对着五金商店的大门 方便装卸物资 战车刚刚停稳 附近的丧尸被声音吸引 朝着战车的方向就冲了过来 扑刺 张宇推开车门 匕首直接刺穿一直丧失的脑袋 黑色的鲜血和脑浆 直接喷了出来 动作快点 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 就是这家五金商店 和旁边的一家超市 张宇说着 带头冲进五金商店里面 五金商店里面 一般都是一些电动工具 看着满屋子的电动工具 这些都不是张宇最想要的东西 末世当中 电力设施破坏严重 所以电动工具 都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这时 黎萌等人也冲了进来 黎萌和夏雪 对物资根本就不挑剔 只要是感觉 以后能用得上的 统统往车上搬 此时的黎萌 正吭哧吭哧地搬着一个大箱子 从战车的后尾门 把箱子塞进战车里面 夏雪和安秀香二女 则是一人抱着一大堆的工具 什么班子钳子螺丝刀 统统往战车里面装 几人差不多只搬运了几个来回 战车的内部空间 就被这些工具物资 给占据大半 张宇几人 还在不停地搬运物资 而此时在地下光缆隧道内 史敬成来到 拿着消防府的中年男人旁边 我说兄弟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感觉肚子都快饿扁了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不能是死在外面了吧 史敬成舔着大肚子 对着中年男子出声说道 隧道里面 经过这大半天的挖掘 墙壁上的红砖 已经被撬下来很多 一个大门的轮廓已经出来了 为了防止出现坍塌 在门上面 还是一个半圆的拱形 正在用斧子 继续敲着红砖的中年男子 听见史敬成的话 心里也不由一阵嘀咕 不过还是出声说道 不能吧 我感觉他们应该挺厉害的 不能就这么死外面了吧 哎呀 兄弟 先别干了 省省力气吧 万一他们死外面 咱们还得出去找食物 不留点体力 怎么出去啊 史敬成一边说着 假意味两人着想似的 把两人手中的斧头和开山刀 都抢了下来 而史敬成本身就是章鱼指定来监工的 所以 二人对史敬成也没什么防备 武器到手 说两位兄弟 他们现在生死未卜 以后还得靠咱们自己 以后我就是这里的老大 我带你们出去寻找食物 不过在出发之前 咱们可以先放松放松 那两个女人就赏给你们了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史敬成的语气转变之快 让两人都有些发愣 末世爆发的这几天时间 两人一直都是胆战心惊 就连出去寻找食物 都得小心翼翼的 随便找点食物 赶紧就得返回到这地下隧道当中 现在一听说有女人可以玩 两人瞬间又充满了力气 之前干活的法力也消失不见 老大 这可是你说的 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见到两人朝着妇女和小女孩 逼近过去 史敬成的眼神 落在墙角那个瘫痪女人身上 小婊子 别看你脸上涂满泥巴 但我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美人胚子 老子再早就想尝尝你的味道了 要不是你姐姐这些天 拼命地护着你 老子早就动手了 史敬成说着 咸猪手就落到了安秀玉的胸前 就在这时 正在搬运物资的安秀香 安秀香突然感觉身体的隐私部位 好像被人触碰了一般 接着就感觉身上一凉 就好似被人扒光一样 浑身凉嗖嗖的 同时 在心里顿时生起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 自己的妹妹要被人欺负了 这个预感出现的一瞬间 感觉就越发强烈 安秀香整个人顿时慌了 连忙跑到张宇的身边 大声地说道 老大 不好了 我感觉 我感觉 我妹妹要被人欺负了 什么 听着安秀香的话 张宇感觉一阵奇怪 现在的手机都已经失去信号了 你是怎么知道 你妹妹要被人欺负的 看着张宇疑惑的眼神 安秀香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直接跪在地上 十分认真地说道 老大 我求求你了 我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 求求你救救我妹妹 从今以后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做牛做马 刀山火海 我安秀香绝无半句怨言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安秀香 张宇并没有太过犹豫 而是选择了相信 而且 安秀香并没有什么理由来哄骗自己 走 回去看看 如果真有人敢动手 我不介意废了他们 张宇说着 直接放弃了继续搜索物资 带着几人直接返回到战车上 直奔隧道的树井入口 好在武京商店 距离隧道的树井并没有多远的距离 战车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就回到了隧道的入口 在战车上 内心无比着急的安秀香 还没等战车停稳 就强行打开车门 从战车上面跳了下去 跳下战车的安秀香 脚下一个亮呛 连滚带爬的 来到隧道的入口 掀开井盖就爬了下去 紧跟在后面的张宇 似乎也感觉到了 事态有些不对劲 连忙跟了上去 当张宇下到隧道当中 借助着隧道中微弱的烛光 张宇看到了 让自己无比愤怒的一幕 在隧道内 两名中年男子 已经把妇女和小女孩 给按倒在地上 并且将他们的衣服都给撕破 而史静尘 正在安秀玉的身上 不断地开油 就好似要慢慢地享受大餐一般 正到了关键的时候 三个男人 没想到张宇他们 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回来 看着返回的张宇 史静尘收回开油的咸猪手 一脸猥琐地说道 老大 你们可算回来了 我们这干活累的 肚子早就饿了 你看 是不是该分点食物给我们啊 此时的张宇 差点被史静尘这不要脸的劲 给气笑了 见过不要脸的人 还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吃的 我走之前是怎么吩咐的 你们又是怎么做的 现在还有脸管我要吃的 张宇连续几个反问 顿时让史静尘有些下不来台 不过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史静尘只能强词夺理 对着两名中年人说道 兄弟们 看见没有 咱们这么拼命地给他干活 到头来连一点食物都没有 还给他干什么 而这时 张宇却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出声说道 第一 你们三个 违背我的命令 没有认真完成任务 死罪 第二 肆意奸淫女人 死罪 第三 第三 被判 死罪 第四 综合上述罪行 判处你们三人 死罪 立即执行 听见张宇这么说 史静尘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对着身旁的两个中年人说道 兄弟们 看见了吧 他给咱们判了死刑 就凭他也配 他们才两个男人而已 剩下都是女人 而且 咱们三个手里 现在有武器 怕什么 兄弟们 咱们跟他们拼了 史静尘说着 把手中的武器 分给中年男子一把 然后挥舞着斧头 就朝着张宇冲了过去 在史静尘看来 自己有了斧头 根本就不用惧怕张宇 而且现在隧道中 只有安秀香和张宇两人 可是 还没等史静尘手中的斧子落下 站在原地的张宇 突然动了 张宇脚下瞬间发力 整个人朝着史静尘就冲了过去 在两人即将接触的瞬间 张宇整个身子 瞬间侧身横移 避开史静尘砍下来的斧子 同时 张宇的左手伸出 手中的匕首 顺着史静尘脖梗上的动脉 轻轻一划 被割开动脉的史静尘 鲜血喷得老高 就连三米多高的隧道顶部 都沾染上了点点的鲜血 鲜血狂飙的场面 瞬间就把膏药冲上来的 两个中年人给震住了 就连一旁的安秀香都没想到 张宇竟然说动手就动手 而且一动手就杀人 几秒钟过后 鲜血狂喷的史静尘 整个人就瘫倒在地上 身体开始不停地抽搐 没有理会倒地的史静尘 张宇朝着两名中年男人 迈步走了过去 对不起 我们知道错了 求求你 放我们一条生路 中年男子 看着张宇如同杀神一般 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立即双膝跪地 连连磕头求饶 外面的丧尸虽然可怕 但是现在在两人的心中 这个张宇比丧尸还要更加可怕 我之前给过你们机会 你们可以选择不跟着我 可是你们不但选择了加入 而且还背叛了我 所以 叛徒必须死 张宇正说着 手中匕首再次闪动 在两人的面前形成一道寒芒 两名中年人 只感觉脖梗上一梁 喉管就被匕首给割开 两名中年人想要说话 想要求饶 可是在割裂的喉管处 冒出大量的气泡 只能发出呵呵的气泡声 不甘地倒了下去 而这时 夏雪和李猛也从竖井的位置 进入到隧道当中 看见隧道里面发生的惨状 李猛不由地浑身一个哆嗦 跟着张宇这两天 还从来没见张宇 发过这么大的火 竟然一口气连杀三人 老大 李猛走到张宇身旁叫了一声 张宇看了一眼李猛 然后对着隧道内所有人出声说道 所有人都听好了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愿意跟着我的就留下 不愿意跟着我的 我也不为难你们 你们也可以继续待在这个隧道里 但是 如果选择跟着我 叛徒的下场 你们已经看见了 花音落下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然 这其中不包括夏雪和李猛 夏雪和李猛这两天 可是一直都跟着张宇的 而且对张宇 可以说是忠心不二 空气安静了几秒钟之后 安秀香率先出声说道 我之前就说过 只要能救我妹妹 当牛做马 刀伤火海 我安秀香绝无任何怨言 安秀香代表自己的同时 也代表了她的妹妹 此时 在隧道中 就只剩下那个妇女和小女孩 小女孩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然后又看了张宇一眼 有些弱弱的出声说道 你真的 能让我们吃饱饭吗 只要有饭吃 我也愿意跟着你 我和他们一样 只要能有饭吃 我也愿意跟着你 妇女也出声说道 看着所有人全都表态 张宇心中的怒火 也消散了一些 出声说道 把这三具尸体清理出去 准备开饭 张宇重新返回到地面上 从战车的折叠空间当中 拿出了一些压缩饼干和水 当张宇拿着食物 重新返回到隧道当中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张宇手中的压缩饼干 和矿泉水吸引 从末世爆发那天开始 他们就没怎么吃过东西 基本上就是到附近的人家当中 寻找一些食物 而且还是找到一点食物 赶紧就得返回隧道当中 不然就可能被丧尸包围 至于水 运气好的 勉强能找到一点饮料 可是饮料这东西 越喝越渴 在众人渴望的目光当中 张宇将手中的饼干 和矿泉水分发下去 两天没怎么吃东西的小女孩 在获得一包压缩饼干之后 连忙撕开包装袋 抓起饼干 整块饼干就直接塞进嘴里 压缩饼干本来就比较干 一大块压缩饼干进嘴 小女孩噎得直翻白眼 好在张宇给每人都发了一瓶矿泉水 小女孩连喝了两大口水 这才缓过进来 而且那个妇人 也没比小女孩好多少 一边喝着水 一边小口地吃着饼干 只有安秀香 并没有顾着自己吃东西 而是来到妹妹安秀玉的身旁 把压缩饼干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慢慢地放进安秀玉的嘴里 张宇没有催促 而是在众人吃完东西 又休息了一会 张宇这才招呼众人 把战车里面的工具给搬运出来 很快 一些比较小巧的工具 就全部被搬运到隧道里面 在战车当中 只剩下一个大箱子 看着这个大箱子 张宇似乎是想起 当时收集物资的时候 黎萌可是对这个大箱子 情有独钟 当张宇把箱子拆开的时候 里面的东西 连张宇都为之惊讶 这箱子里面装的 竟然是一整套的光伏发电设备 有了这套光伏发电设备 不但可以用来隧道的照明 就连隧道的通风换气装置 也可以考虑一下了 毕竟在隧道内时间长了 吃喝拉撒 可都是在隧道内完成 各种混合的味道 并不是那么好闻 当即 张宇直接把箱子给拆开 里面的光伏发电设备 属于那种家用的发电设备 一共是三块太阳能板 两块电池 还有一套逆变器 三套设备 组成一套完整的发电装置 老大 怎么样 我黎萌的眼光还不错吧 这套光伏设备 我可是一眼就看中了 搬运完物资的黎萌 看见章鱼把箱子拆开 一脸讨好似的说道 看着黎萌那嘚瑟的样 章鱼也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出声说道 嗯 不错 算你立一大功 有了这套光伏设备 至少就可以照明了 而且光伏设备发电 也没有什么噪音 不会吸引丧失过来 光伏设备的组装 也比较简单 把太阳能板放在外面 用连接线接好 电线顺着井盖的缝隙 连接到隧道内部 和逆变器连接 然后再由逆变器连接到电池上 这样 一套光伏设备 就组装完成了 只要光伏板受到阳光的照射 就会发出源源不断的电能来 再经过逆变器的转换 就可以转换成可以使用的电 平时不用电 或者用电量少的时候 多余的电量 可以储存到电池当中 当夜晚 光伏板不能发电的时候 逆变器就会使用电池中的电量 继续供电 半个小时后 光伏发电设备安装完毕 当节能灯和逆变器连接起来之后 整个隧道内都亮了起来 看着亮起来的灯光 章语心中多少有一些欣喜 这才像点加的样子 下午 章语吩咐留在隧道的妇女和小女孩 让两人继续扩建隧道 而其他人 则是跟着章语再次出发 外出收集物资 这次 章语没有选择继续光顾五金商店 而是选择一家附近的小型超市 站车稳稳地停在超市的门口 车尾对准超市的大门 站车刚一停稳 聚集在超市门口的丧尸 立刻就朝着站车冲了过来 嗷吼 一只丧尸率先冲了过来 指甲挠在战车的车门上 发出难听刺耳的声音 砰 隔着车门 章语一脚踹在战车的车门上 快速打开的车门 将车门位置的丧尸给直接撞飞 接着 章语直接冲出战车 挥舞着手中的消防府 被这丧尸的头颅就砍了下去 与此同时 李猛 夏雪 还有安秀香也从战车当中冲了出来 开始对丧尸进行屠杀 而这时 在超市的里面 章语几人的到来 也惊动了超市当中的幸存者 老大 外面来的四个人 正在疯狂的屠杀丧尸 目标应该就是咱们的这家超市 一个黄毛青年 看清外面的情况之后 连忙跑回到超市里面 对着一个中年人出声说道 在超市里面 一共有七名幸存者 其中两个男人 和五个女人 而这个黄毛青年 则是末世爆发的时候 正好在超市里买东西 看见外面突然发生变故 就没赶出去 一直留在了超市 而黄毛口中的老大 则是超市里干活的搬运工 身强体壮 凭借一把砍肉的大砍刀 砍死一只丧尸 意外地获得了一颗金盒之后 也侥幸成为了一名基因进化者 慌什么 不就是几个人吗 敢动老子超市 来一个老子灭一个 中年男子一边说着 一把推开怀里的女人 穿上衣服 从一旁抄起剁骨刀 朝着超市大门的方向 就走了过去 而被男子推开的女人 则是一声交呼 也连忙跟上中年男子的步伐 老大 不就是几个小杂毛吗 你身具特殊能力 难道还怕几个小杂毛不成 女人追上来 跨着中间男子的胳膊 嘎声嘎气地说道 中年男子被女人这么一说 顿时感觉飘飘然 哈哈笑着说道 小骚蹄子 不愧是是超市的老板娘 果然够味道 去等着老子 等老子解决那帮小杂毛 老子再去宠幸你 被中年男子这么一说 女人心中虽然有些发怒 但却是敢怒不敢言 还得继续讨好 故作娇声说道 老大 这可是你说的 我这就去好好洗洗 晚上让你好好舒服舒服 这时候 章鱼几人 已经将超市外面的丧尸 清理干净 走到超市的门口 发现超市的玻璃门 被货架等各种杂物给堵死 章鱼根本就懒得管他三七二十一 一把就把超市的大门给拉开 对着堵门的货架子 就是一脚踹了过去 哗啦 倒下的货架 发出哗啦的声音 连同这货架上的东西 也撒了一地 这时 中年男子 手持着剁骨刀 正站在货架后面不远的位置 看着章鱼出声说道 王八蛋 谁给你的胆子 赶来动脑子超市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 看见货架后面的中年男子 和一头黄毛的青年 章鱼也没想到 在超市里面 竟然还有幸存者 不过章鱼也很快就反应过来 既然这里有人 那自己再换个超市就好了 反正末世才刚开始 很多超市都没有被搜刮过 犯不上 因为这点事和人起争端 而且 他那中年男子的状态 应该也是一名基因进化者 章鱼现在的原则 能不惹事 就尽量不要惹事 毕竟时间紧迫 争取在短时间内 收集大量的物资 才是王道 章鱼是不想惹事 可是不代表别人不惹章鱼啊 还没等章鱼转身 手持剁骨刀的中年男子 接着出声说道 怎么 踹了我的货架就想走 当我周大夫是好欺负吗 想走也行 留下点什么再走 跟在中年男子 身边的黄毛青年 见章鱼转身要走 立刻嚣张起来 小子 你是耳朵龙了吗 没听见我们老大说了 把留下东西再走 章鱼先是一愣 随即暗暗嘲笑了一番自己的心软 提着手中的斧子 就朝中年男子走了过去 可中年男子 却是一脸的不屑 小子 既然你自己找死 就别怪老子不客气 中年男人说着 手中荧光闪动 拿在手中的剁骨刀 似乎受到某种特殊力量的加持 开始快速变大 小子 受死吧 中年男子 挥起手中的剁骨刀 朝着章鱼就砍了过去 可就在中年男子的剁骨刀 砍下来的同时 章鱼脚下瞬间发力 整个人如同豹子一般 朝着旁边的位置轻轻一跃 轻松躲避开 什么 男子心头一惊 这时 夏雪和李猛 也清理完外面的丧尸 把金盒挖出 听见超市里的打斗声 连忙冲了进来 而看到章鱼跟中年男子 二人也不禁一愣 看来 一会又要杀丧尸了 夏雪看着中年男子 就好似看着一个倒霉孩子似的 果然 章鱼在躲开男子的砍刀之后 身子微微一侧 朝着中年男子 直接冲了过去 还没等中年男子回过神来 章鱼手中的匕首 在空中轻轻一划 中年男子的喉管 瞬间崩开 连带着脖梗上的大动脉 瞬间鲜血喷涌 老大的实力又提升了 夏雪和李猛对视一眼 都不禁倒吸了口凉气 黄毛青年 更是吓得直接尿了裤子 闻到这股骚臭味 章鱼眉头一皱 转头看向黄毛青年 黄毛青年吓得连忙跪了下来 不停地磕头求饶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饶了我吧 只要您放了我 楼上的女人就全都是您的了 超市的老板娘也是您的 黄毛青年说着 还不忘指了一下跟上来的女人 她就是这个超市的老板娘 身材绝对够位 随便您怎么玩弄 没想到 这末世才三天 你们就能忘掉做人的本性 死不足惜 章鱼说着 手中匕首寒芒一闪 黄毛青年的脖子上 瞬间出现一条血痕 重重倒在了地上 一旁 超市老板娘跨步走来 对着中年男子的裤裆 就是一顿猛踢 你个王八蛋 老娘当初瞎了眼 看你可怜他收留你 没想到你 竟然是个白眼狼 杀了我老公 竟然还想要霸占老娘的身体 简直是猪狗不如 超市的老板娘 一边骂着 一边猛踢 好一会后 她才转身望向了张宇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退一步 躲开靠拐的老板娘 扭头望向下雪道 动作快点 收集物资装车 看着躲开的张宇 超市的老板娘先是一愣 随即转身 朝二楼的员工宿舍 走了过去 没过几分钟 从超市的二楼 又走出来四个女子 没等张宇说什么 他们便自觉 加入了搬运的队伍中 没一会儿 装甲车后面 就被装得满满当当 超市老板娘也再次开口道 恩人 多谢你救了我们 如果不是你 我们肯定还在受 那个周大福七零 说不定连他们 也会遭受周大福的魔手 如今超市的大门也破了 凭我们几个弱女子 肯定无法生存 还求你好人做到底 把他们都带走吧 至少他们现在 还是清白之身 还可以伺候你 老板娘话音刚落 一旁的吉女 也跟着恳求起来 恩人 求求你把老板娘也带上吧 要不是他舍身 陪着周大福周旋 我们早都遭受 周大福的魔手了 对啊 老板娘是好人 如果不是他让周大福 身心疲惫 我们肯定早就遭受不幸了 求求您带上老板娘吧 老板娘是好人 那个黄毛青年想碰我们 都被老板娘 以我们都是周大福的人 为借口拦下来了 带上老板娘吧 听着吉女叽叽喳喳的 为着老板娘求情 章鱼也是一愣 超市的老板娘 以为章鱼还在犹豫 立刻出声道 都给我闭嘴 你们都是我的员工 我的顾客 我就得为你们负责 我现在已经是破败之身 没资格跟着恩人 让他们伺候我 那我和之前那个周大福 还有什么区别 章鱼突然打断老板娘的话 出声说道 听到章鱼这么说 老板娘还以为章鱼 不想带上他们 怕他们是累赘 连忙出声解释道 恩人不是这样的 周大福是强迫我们 而你是我们自愿的 而且 超市老板娘正着急地解释着 章鱼突然出声说道 行了 别解释了 章鱼的这一句话 众女脸色 顿时如同死灰一般苍白 但是章鱼的下一句话 又让众女立刻欢呼起来 别解释了 都跟我走吧 我也不会强迫你们 只要你们肯听话 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每天让你们都有饭吃 听见章鱼同意带他们一起离开 所有人都是一阵的欢呼 恩人万岁 老大万岁 哦耶 太好了 在众人欢呼雀跃时后 突然传来一声 众无落地的声音 砰 哗啦 接着 一阵玻璃破碎 掉落在地面上的声音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 在街道的对面 一只体长 超过三米的巨型中华田园犬 正用它那通红的瞳孔 死死地盯着战车这边 净化兽 竟然还是一只三级的净化兽 在看见这只巨型中华田园犬的一瞬间 章鱼立刻就判断出 这是一只净化兽 而且等级达到了三阶 怎么可能 这末世才刚刚过去三天 怎么可能出现三阶的净化兽 如果动物都按照这个速度净化 那人类干脆就不用反抗 等着成为净化兽的食物吧 如果是二阶的净化兽 章鱼还有信心干掉它 但是遇到三阶的净化兽 章鱼心中真的一点底都没有 尽管自己上一世厮杀的技巧再厉害 可也弥补不了实力上巨大的差距 在这空旷无比的街道上 连逃跑躲藏的地方都没有 如果战车的防御装甲达到二级 倒是有可能防住净化兽的私钥 但是现在 只有一级防御能力的战车 根本就扛不住三级净化兽的攻击 没想到 鲜血的味道 没有把丧尸吸引过来 倒是先把净化兽给吸引过来 而且 来的还是一只三阶的净化兽 既然退无可退 藏无可藏 那就只有殊死一战 狭路相逢勇者胜 如果几人抱成团 也许要有一战之力 但是如果分开逃跑 最后的下场就只能是被逐个击破 战斗人员 准备作战 其他人躲藏起来 不要影响战斗 章鱼一边发布命令 手中的斧头握得更紧了 同时腿部弯曲 身子微微攻起 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其实不用等章鱼下达命令 夏雪和李猛二人 早已经发动了异能 冰蓝色的铠甲 附着在下雪的身上 同时在下雪的双手 还出现一对冰蓝色的恶广弯刀 双刀挥舞 无比潇洒 而李猛则是黑色液体 从皮肤的毛孔当中渗出 然后在身上形成一套黑色的铠甲 双肩上的尖刺 还有膝盖上的尖刺 看上去就威武霸气 再加上李猛常用的武器九环刀 挥舞起来狐狐生风 二人的异能 看那一旁的众女 又是一阵惊呼 可是再一看那体型三米多长的净华兽 众女又是一阵担心 吼 虽然净华兽还保持着田园犬的一些影子 但是此时的战斗力却是飙升 田园犬净华兽 嘴里的獠牙变得更长 那腥臭的咸液顺着牙齿低落下来 被拉得长长的咸液 让人看着就感觉恶心 还有那根根倒树的毛发 也变得更加粗壮 每一个毛发都犹如钢针一般 毛发的颜色也变成了血红色 中间掺杂着点点黄色 保留着一些田园犬本来的颜色 从末世爆发开始 田园犬就产生了自我净化 这几天又没少吃人和丧尸 又产生了二次净化 净化成为三级净化兽 田园犬净化兽一声吼叫 看着接到对面的几人 虽然感觉对面几人的实力都不如自己 但是那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人类 竟然给自己一种危险的感觉 终于 田园犬净化兽 还是没忍住食物的诱惑 开始发动攻击 田园犬那粗壮的后腿发力 朝着给他带来危险感觉的章语 就扑了过来 老大 小心 看着净化兽那庞大的身形 朝着章语扑了过来 下雪本能地喊出声 提醒章语 而此时的章语 知道这个不是硬拼的时候 身子快速向着一旁翻滚 躲开田园犬那粗壮的脚掌 同时 章语还不忘甩出一记飞刀 匕首朝着田园犬的眼睛 就射了过去 三接净化兽 田园犬的实力也不弱 却是连田园犬的皮肤都没有刺破 然后直接掉落到地上 如此的一幕 其实章语也早有预料 而章语飞出去 那把匕首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伤敌 而是为了激怒田园犬 吸引田园犬的注意力 在地上翻滚起身的章语 连忙对着李猛和下雪大声喊道 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们在后面伺机攻击 章语一边喊着 手中可一点也没闲着 手中的消防腐 对着田园犬的鼻子上就砍了上去 斧子砍破田园犬的皮肤 深红色的鲜血从狗鼻子上流了出来 嗷呜 田园犬鼻子吃痛 顿时嗷呜一声惨叫 要知道 狗的鼻子是狗身上最脆弱的地方 章语这一斧子下去 彻底激怒了田园犬 从末世开始 田园犬一直都是霸主般的存在 人类和丧尸都没少吃 一般情况下 人类看见自己都会吓得拔腿就跑 自己从来都是猫抓老鼠一样 先玩够了再吃 但是田园犬怎么也没想到 在自己眼里如同蝼蚁一般的人类 竟然敢弄伤自己 被激怒的田园犬 胸光毕露 双眼如同燃烧着火焰一般 死死地盯着章语 张开血盆大嘴 就咬了上去 见识不妙 章语再次一个滚地葫芦 虽然姿势不是很好看 但是却很管用 田园犬净化兽的大嘴 几乎是擦着章语的身子 在空中咬了一个空 田园犬一口咬空 对着地上的章语再次咬了过去 在地上不停翻滚 躲避着田园犬攻击的章语 眼睛的余光发现 夏雪和李猛二人 竟然只用手中的武器 对着田园犬的屁股下手 田园犬的屁股 皮厚弱厚的 砍几刀根本没什么大碍 急得章语连忙出声喊道 不要砍屁股 要瞄准关键部位 一边说话 一边躲避攻击的章语 此时已经造得灰头土脸 狼狈不堪 这时 李猛和夏雪二人 听到章语说 攻击关键部位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然后就看见李猛的九环刀 对着田园犬的菊花 就刺了过去 而夏雪 双手恶魔弯刀 则是对准了田园犬的二弹位置 来了一个双刀合臂 敖屋 一声愤怒的吼叫 田园犬放弃了继续攻击章语 而是回头就朝着夏雪 和李猛二人咬了过去 就是这两个人类 让自己成了太监狗 见田园犬回头攻击夏雪 和李猛二人 章语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把就抓住了田园犬的尾巴 死死地拽住 前置田园犬的猛烈攻击 可是此时的田园犬 已经被二人彻底激怒 根本不顾身后的章语 拼命地朝着夏雪 和李猛二人冲了过去 只有一阶基因进化程度的章语 怎么可能比得过三阶进化兽的力气 田园犬一个冲锋 抓着田园犬尾巴的章语 就被田园犬给带飞起来 快躲开 见识不好 章语立刻大声喊道 同时 被带飞的章语 身子凌空翻滚 骑在田园犬的背上 双臂死死地抱着田园犬的脖子 双腿紧紧地夹住田园犬的腹部 防止自己从田园犬的背上掉落下去 骑在田园犬背上的章语 不敢有丝毫耽搁 必须得尽快解决掉 这只进化兽田园犬 不然夏雪和李猛二人 根本就招架不住田园犬的攻击 章语的手腕翻动 一把锋利的匕首 出现在章语的手中 对着田园犬的脖子 就刺了下去 净化兽的战斗力虽然强悍 比同级别的丧尸更难对付 但是净化兽也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 生命力不如丧尸 丧尸只要脑袋不被打烂 就可以一直活下去 但是净化兽可做不到 三阶净化兽的防御力 实在是太强悍了 章语的权力一击 匕首只刺进去一小半 还剩下一大截留在外面 但是刺进去的这一小半 也已经够用了 重生一世的章语 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紧紧刺进去的这一小截匕首 直接割断了田园犬脖梗动脉 深红色的鲜血 顺着田园犬的脖梗喷洒出来 感觉脖子上传来刺痛 田园犬疯狂地晃动身体 甚至开始在地上各种打滚 可是 田园犬的动作越剧烈 血液喷洒的就更快 倒地的田园犬 只挣扎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动作就开始缓慢了下来 最后直至彻底停止了动作 见田园犬彻底死了 章语这才敢松开手 从田园犬的身上脱离 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此时章语的身上 已经被汗水湿透 虽然和田园犬的战斗时间不长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可是要知道 那可是三阶净化兽 一旦被田园犬咬到 非死即残 三阶净化兽的咬合力 可以轻松地咬断人身上 任何一块骨头 这短短几分钟的战斗 章语每一秒 都处在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 就包括最后田园犬 疯狂地垂死挣扎 如果那时候 章语从田园犬的身上掉落下来 结果不言而喻 肯定已经被田园犬给撕成粉碎 躲回超市中的众女 见到田园犬被章语给干掉 一个个都从超市当中冲了出来 围在章语身边 老大 你怎么样 没事吧 超市的老板娘扶起章语 关切地出声问道 被扶起来的章语 看着超市的老板娘 出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云杰 哦 名字不错 所有人赶紧收拾一下 立刻离开这里 章语说着 忍着疲惫的身体 从地上站了起来 这里 已经不是酒流之地 之前章语连杀两人 鲜血喷洒的满地都是 如今再加上高阶净化兽的鲜血 会更加刺激丧尸进食的欲望 而且传播的距离更远 方圆数公里之内的丧尸 都会被这股血腥味给吸引过来 如果不尽快离开这里 要不要多久 这里就会被丧尸包围 就挤了三个人 在后排座上 更是挤了五个人之多 等所有人进入战车之后 已经能在街角处 看见从远处游荡而来的丧尸 朝着这里快速地游荡着 二话不说 章语启动战车 一脚由门踩了下去 战车的动力系统 经过一次升级之后 动力更加的澎湃 发动机爆发出嘶吼般的声音 带动着战车的六个轮子 在地面上留下一道黑色的印记 战车一个弹射起步 就冲了出去 而且这次 战车升级了轻障产之后 迎面而来的丧尸 全部被轻障产给分到战车的两边 丝毫不影响战车的动力 虽然这几公里范围的丧尸 全都被吸引过来 却丝毫无法阻挡住 战车前进的速度 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战车轻松穿过湿群 只要再过几分钟 穿过前面一片建筑废墟 就可以抵达地下隧道基地 就在这时 章语却突然将战车停下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当中 推开战车的车门 走进街边的一家药店当中 没过几分钟的时间 章语又从药店当中走了出来 回到战车上 将手中的一盒药 扔给了超市老板娘刘云杰 一开始连刘云杰自己也有些意外 为什么会突然给自己一盒药 只是当刘云杰看清药盒上的名字 整个人激动地颤抖起来 就看见药盒上写着 Triple X 72小时紧急避孕 刘云杰深深地看了章语一眼 然后拿过一瓶矿泉水 把药吃了进去 地下隧道内 妇女和小女孩两个人 仅用了半下午的时间 就在隧道的墙上 挖出两米多深的隧道 当看见章语带着一群人回来 两人这才放下手中的工具 此时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 不宜再继续外出 因为隧道内空气本就流通不好 不宜生火 所以众人的晚餐就是方便面 有着太阳能发电装置 只要连接上几个电茶壶 烧一些热水 把方便面用热水一泡就可以了 只是让章语有些尴尬的是 自己组建的这个队伍 除了自己和李蒙 竟然全都是女人 在隧道内 一群女人分别抱着自己的饭盒 稀溜稀溜地吃着泡面 特别是之前就来到隧道中的 妇女和小女孩 吃着饭盒中的泡面 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出来 三天 足足三天了 他们一顿热壶饭都没有吃过 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 仅仅是这一碗普通的泡面 竟然会这么好吃 吃完饭 章语从衣兜里 掏出一盒被压扁的香烟 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 放进嘴里 啪 死 呼 香烟的烟雾被章语吸进肺里 然后再缓缓地吐出 按理说 末世才刚刚爆发三天的时间 自己就已经成为一阶基因进化者 进阶的速度已经不算太慢 这仅仅三天的时间 竟然出现了三阶的进化兽 是不是自己进阶的速度 还是太慢了 可是在上一世 出现进化兽的时候 那都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 是因为自己重生 导致出现了蝴蝶效应 他说只不过是自己比较倒霉 遇到了进化兽当中的佼佼者 末世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在章语的脑海之中 如同幻灯片一样 一遍遍重复地播放着 并不是自己进阶的速度太慢 而是因为基地战车的出现 章语不想再服用那些恶心的金河进阶 而基因强化药剂 则是需要战车等级达到二级 才可以进行生产 不管怎么样 自己还是要尽量加快自己进阶的步伐 不管是一个星期之后的丧尸大进化 还是一个月之后的丧尸领主 进化兽大军 甚至包括人类组建的幸存者基地 将来都是自己需要面对的 在末世 不光是丧尸会吃人 有些时候 人类才是更加危险的存在 等章语想完这些事情 手中的香烟 不知不觉已经烧光 扔掉烟蒂 章语开始着手 眼前最需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继续扩建隧道基地 一支烟抽完 众人也都休息完毕 章语开始安排接下来的工作 既然选择这处隧道 当作海市基地 那自然也要好好规划一番 卫生间 食物的储存 物资储存 人员住宿 一切都要安排妥当 最后就是隧道坍塌位置的挖通 章语选择这个位置建立基地 可不是为了充当真正的基地 真正的基地 是章语的基地战车系统 这个基地 第一可以用来掩人耳目 第二 就是利用隧道的四通八达 可以和更多的幸存者聚集地 建立贸易交易 海市在末世前 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在一起 数量接近三千万人 就算是末世爆发 被病毒感染人数超过七成 加上被丧尸吃掉或者抓伤 感染成丧尸的 至少还会剩下一成左右的人口 幸存者数量 至少有三四百万 章语在隧道的墙壁上 每隔一百米 画上一个门 然后安排人开挖这些画门的地方 扩建隧道的空间 不过 由于没有用来支撑的材料 坍塌的隧道 暂时无法进行挖掘工作 只能延后处理 安排完众人的工作 章语回到了基地战车当中 自从上次战车升级 金河还剩下四百克左右 加上昨天和今天收集起来的金河 数量差不多有六百克 距离基地战车系统的升级 还是差得太多 章语犹豫了一下 将一颗一阶的金河 放进战车当中 吸收 随着章语的指令下达 一阶的金河 被战车吸收到系统当中 能量吸收完毕 当前系统等级一几 当前能量点 10斜-1000 看着上涨的能量点 章语不由松了口气 一阶的金河 要比初阶金河的能量 要高出很多 接着 章语又把那颗 二阶丧失金河 放进战车当中 当前能量点数 110-1000 初阶金河能量点数是1点 一阶金河 是初阶金河的10倍 是10点能量 而二阶的金河 又是一阶金河能量的10倍 如果把这三阶的 净化兽金河 放进战车中 那系统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升级了 虽然有些心疼 但对章语来说 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一咬牙 章语直接把三阶的 净化兽金河 投入到战车当中 能量吸收完毕 当前系统等级二级 当前能量点数 110-1000 随着战车升级 在系统的生产区和升级区 又解锁出几样物品来 生产区中 原本灰色的小药瓶 突然变得有了色彩 一阶基因强化液 生产需要一阶金河一颗 二阶基因强化液 生产需要二阶金河一颗 没有任何犹豫 几秒钟后 一个小药瓶 出现在战车的杂物盒当中 瓶身上还标注着一行说明 基因强化液 用于基因强化 每人每天最多可服用一瓶 超出分量无效 每日过多饮用 可能产生副作用 拿着透明色 如同纯净水一般的 一阶基因强化液 章语激动的手 都有些颤抖 没有任何犹豫 章语拧开基因净化液的瓶塞 一口就把基因强化液 灌进嘴里 一瓶强化液下肚 犹如一股暖流 顺着喉咙延伸到胃里 感觉说不出的舒坦 等那股暖流消失后 章语又看向系统当中 其他解锁出来的物品 全自动歇式手枪 所需生产材料 金刚五公斤 一阶金和一颗 可射杀一阶生物 对二阶生物造成严重伤害 对三阶生物造成轻微伤害 章语顿时一阵兴奋 如果这手枪可以量产 就算普通人 也可以大量击杀丧尸 可看完些是手枪的配套装备 章语的心就凉了半截 配套4.5毫米口径子弹 单位5颗 生产所需材料 铜 金刚 碳 硫 硫黄 初阶金和一颗 配套光学瞄准镜 生产所需材料 铁 硅砂 一阶金和一颗 配套激光瞄准器 生产所需材料 铜 铝 铁 铺 碳 碳酸 锂 树枝 一阶金和一颗 配套消音器 手枪的配套装备 比手枪的价格都贵 而且 一颗初阶金和 才只能生产5颗子弹 如果枪法差一点 甚至连子弹的成本都回不来 好在 这些是手枪 可以对三阶生物造成伤害 关键时候 不考虑子弹的消耗量 还是可以用来保命的 不过现在生产材料不足 只能等收集完材料 再进行生产 在生产区 除了些是手枪 都是些生活用品 不过张宇 很快就把目光 锁定在一个生活用品上 图标是一个风机的样子 竟然是一套中央新风空调 如果光是空调 张宇可能不会在意 毕竟都漠视了 谁还在乎享受 可这是一套 带有新风系统的空调 可以把外部的新鲜空气 源源不断地送进隧道当中 这简直就是为隧道基地 量身定制的 当张宇看到 中央新风空调生产 所需要的材料时 不由的又是一阵扎舌 中央新风空调 所需生产材料 钢铁100斤 铜30斤 树枝 但是拆几个住宅区的破旧空调 材料总能凑齐 唯独这最后的一项东西 那就是金盒 竟然足足需要10颗一阶金盒 张宇手中原本有11颗一阶金盒 但是在实验站车升级的时候 消耗了一颗 在生产基因强化液的时候 又消耗了一颗 现在张宇的手中 就只剩下了8颗一阶金盒 而且张宇还准备要批量生产些是手枪 又是需要一大批的金盒 看了看手中仅剩的几颗金盒 张宇无奈的叹了口气 这金盒怎么总是不够用啊 再往下看 在生产区当中 基本就剩下一些零碎的生活用品 还有一些 等等 竟然还可以生产啤酒 白酒 烟酒这东西 在末世里 可以说也是硬通货 长时间在外面击杀丧尸的净化者们 只要外出的时候 神经时刻都在紧绷着 再返回聚集地的时候 难免会放松一下 而在末世当中的放松方式 基本上除了女人 剩下的就是烟酒和赌博 所以说 酒水这东西 在末世里也是一种硬通货 价格甚至比粮食还要贵上一些 接着 生产区再没有张宇需要关注的东西 张宇又将目光 放到战车系统的升级区 此时在升级区当中 是一片的光彩夺目 之前已经升级的动力系统 防御系统 还有空间折叠系统什么的 都可以再次进行升级 而且这还不算 在升级系统当中 又多出来一个新鲜的玩音 一个带着支架的机枪图标 点开图标的详细说明 竟然是基地战车的防御武器 战车防御轻型机关枪 射速每分钟180发 可射杀二阶生物 对三阶生物造成严重伤害 对四阶生物造成轻微伤害 有效射程200米 这战车的防御机枪 威力足足比些是手枪 高出一个档次来 而且射程也足足比些是手枪 高出一倍还多 要是早一些拥有着轻型机枪防御系统 之前在面对三阶进化兽的时候 也不至于这么狼狈 当张宇在看见机关枪 所需生产材料的时候 整个人又是一阵郁闷 机关枪的生产材料 竟然需要足足1000个能量点 好吧 你贵 我惹不起 我先看看其他升级选项 等张宇把所有可以升级选项 全部看完之后 张宇不断地拍着自己的胸口 甚至有种想要骂自己 是穷逼的冲动 动力系统升级 所需材料 所需能量点1000 防御系统升级 所需材料 所需能量点1000 轻杖产系统升级 所需材料 所需能量点1000 如今再加上防御武器系统 升级所需的1000点能量点 自己真的简直和穷逼 没什么两样 自己竟然任何一个选项 都无法升级 张宇从战车上下来的时候 几乎是用右手捂着心脏 才慢慢地走下战车 要不然 张宇真的怕自己 被自己给穷死 下了战车 张宇发现 战车的体积 好像又大了一些 车身长度差不多 已经达到了8米左右 不过此时的张宇 也没心情再管这些 捂着心脏 从树井进入到隧道基地当中 张宇就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哎 还是好好保存一下体力 明天再多杀一些丧尸吧 说着 张宇就直接躺下休息 得到基因进化液的夏雪 和黎蒙两人还好 不论张宇拿出什么 稀奇古怪的东西 两人都已经习惯了 只有安秀香 还是满脸的震惊 看着已经躺下去的张宇 一脸的不可置信 喝了吧 老大对待自己人 从来不会扣门 等以后有能力 多报答老大就好了 夏雪在一旁 劝说安秀香一句 然后盘膝坐下 把自己的那份基因强化液 合进嘴里 第二天一早 一缕阳光顺着井口照射进隧道 这是隧道当中 分辨白天与黑夜最好的方法 出门过早 太阳霉还有升起 丧尸的行动十分迅速 会大大增加外出的危险性 只有太阳出来之后 丧尸的眼睛受到阳光的刺激 行动就会变得缓慢许多 虽然丧尸这个样子 不会持续太久 但是至少默示的半个多月之内 丧尸是惧怕阳光的 从隧道基地当中出来 张宇今天的目的 收集一些钢筋水泥 用来扩建隧道基地 当然了 钢筋水泥这些大型生产工厂 肯定不可能在市区内 但是一些用来装修房屋的建材市场 还是可以少量的收集到这些东西 而距离隧道基地最近的建材市场 差不多有20公里的距离 这一路上肯定还会遭遇一些麻烦 不过这些 张宇也早有心理准备 坐上战车 张宇一脚油门 朝着最近的一个建材市场 就冲了出去 去往建材市场 和超市生活用品商圈的方向不同 在过了一个红绿灯之后 需要右转 顺着海城路 再到运城路 在运城路中段 就有一个大型的建材贸易市场 那里基本上就是家具建材一战市 只要装修能用到的东西 在建材市场里都可以找到 老大 前面堵了好多车 怎么办 战车刚拐过一个红绿灯 就看见前面街道上 数十辆汽车 横七竖八的拦在道路上面 这些车辆 都是在末世爆发的一瞬间 突然有人变成丧尸 导致车流混乱相互碰撞 最后乱成一锅粥 看着混乱的街道 坐在副驾驶的李猛 有些不确定的出声说道 张宇看着前方混乱的街道 不由得微微皱眉 可是 要去建材市场 不走海城路 从其他地方绕路的话 需要多绕出五六公里的距离 而且 多绕出这五六公里的路况 还说不准是什么样 也许比这里的情况还要复杂 现在 张宇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末世发展的黄金时间段 就是末世爆发的这半个多月 一旦等丧尸适应了阳光 到那时候 想要外出搜寻物资 就会更加困难 想到这 张宇右手放在战车的档杆上 把自动挡模式切换成手动挡模式 并且将档位固定在二挡的位置 同时加大脚下的油门 战车的发动机 立刻爆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声 WONG 利用发动机的高转速低档位的方式 将战车的动力 尽量提升到最大化 做完这一切 张宇双手紧握方向盘 对准前方两辆汽车中间的空隙位置 直接撞了过去 战车中的众人 看见张宇这疯狂的举动 顿时吓得惊声尖叫 特别是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李猛 吓得更是连安全带都扣上 双手死死地抓住车门上的把手 在所有人忐忑的目光当中 张宇驾驶着战车 直接冲进废弃的车群当中 砰砰 接连两声巨响 在战车前方的两辆轿车 被战车V字形的轻障缠给撞开 向着两侧翻倒 此时的战车却并没有停下 在发动机300匹强劲的动力下 继续向着前方冲刺 而张宇莫是10个月磨练出来的驾驶技术 那简直就是没得说 每次都能找准一个合适的位置 将挡在战车前面的汽车给撞开 先翻 战车内 原本已经等着撞车的众人 看着一辆辆挡路的汽车被战车掀翻 惊讶的嘴巴都有点合不拢了 这战车的性能简直也太爆炸了吧 老大在末世之前到底是什么人 在末世之前 到底花费了多少钱 才能将这辆装甲车给改出这种性能 这发动机的动力 估计不比一辆工程推土机的动力小多少了 战车内几人面面相去 相互之间都看到了对方脸上震惊的神色 如果此时能在天空俯视地面的话 一定会看见在街道中 一辆装甲车如同横行霸道的推土机一般 将前方所有拦路的汽车全部顶翻 硬生生在混乱的车辆当中开辟出一条通道出来 而此时 因为战车不断的撞击声响起 附近的一些丧尸也已经被吸引过来 不断的朝着车群当中汇集 驾驶战车的张宇 家下的油门不敢有丝毫的松险 生怕一个速度或者是力道不够 战车再卡在车群当中 一旦战车被卡住 自己将面临无尽的丧尸 就算战车的防御力再强悍 早晚也都会被尸群给破开 事情往往越是担心 却越是不顺 在战车的前方30米左右的位置 里面出现下坡 而一辆在满渣土的工程车 横在道路中间 把街道给堵得严严实实 看见这渣土车的一瞬间 张宇感觉自己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这基地战车的动力是经过一次升级 动力要比普通的汽车强悍得多 但是再强悍的发动机 也撞不动满在渣土的渣土车呀 在上一世的时候 张宇也曾有幸参与过聚集地的护城墙修建工程 这一辆渣土车能再重多少吨 张宇心里也有一个大概的估算 一辆在满渣土 严重超载的渣土车 货物的重量就差不多有50多吨 再加上车身自身的重量 总重量至少超过60吨 60多吨的重量 根本不是一辆小小的装甲车能撞开的 而此时的战车 已经完全冲进车群当中 后面被躺开的道路上挤满了丧尸 张牙舞爪地朝着战车的方向追上来 撤退已经是不可能了 在战车的后面 根本就没有轻账产 无法把丧尸推出去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想办法绕过渣土车 眼看着战车和渣土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张宇一咬牙 立刻转动手中的方向盘 朝着街边的一个商铺冲了进去 而此时的张宇就是在堵 堵这栋大楼 是近些年建立的结构式楼房 结构式楼房都是先建设框架 等框架建设完毕之后 再填补空心砖 所以这种结构式的墙体 一般都比较脆弱一些 老旧的红砖堆砌的楼房 墙面更加坚硬 那结果可就不好说了 砰 哗啦 哗啦 战车直接冲开车流 撞进一家饭店当中 玻璃门上的玻璃瞬间洒落一地 就连店铺内的桌椅板凳 也全部都被装甲车给撞飞 在战车冲进店铺内 张宇立刻再次调转车头 将战车的车头对准店铺的墙面 砰 只听一声闷响 店铺的墙面 直接被战车给撞穿 砖石碎块直接倒塌下来 伴随着滚滚烟尘 战车从倒塌的墙体当中冲了出来 接着又撞向下一面墙 连续撞开两面墙之后 战车从隔了一间店铺当中冲了出来 而这个距离 刚好绕开了堵在道路中间的渣土车 车内的众人 见到战车终于重新回到路面上 顿时都欢呼起来 这简直是太TM刺激了 在驾校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人叫你 怎么判断楼体的结构 也根本没有人叫你像张宇这么开车 这特么完全就是一个疯子在开车啊 但是没有今天张宇的这种开发 他们所有人 今天可能就彻底良在这了 哦耶 耶耶耶 坐在战车副驾驶位置的李猛 扯着嗓子兴奋的大声吼道 就连坐在后面的下雪 也是跟着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然后大声喊道 啊 太刺激了 甚至连安秀香也受到了两人的感染 跟着长长的哦耶了一声 由于道路上废弃的车辆太多 等战车抵达海市的建材市场的时候 20公里的路 硬生生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 不过好在来时的路已经通了 等返回的时候就轻松很多了 海市红海建材市场 整个大市场还是非常大的 就和物流园区差不多 是一个大院子 里面停满了各种运输的大挂车 在末世前 这些大挂车 每天就是把厂家生产出来的东西 运送到这里 再经过建材市场的零售或者批发 再销售出去 而且有了这些挂车 就可以找到一辆没有损坏的 到时候就可以装载更多的物资回去 让章鱼有些意外的是 这么繁华的建材市场 里面竟然没有多少丧尸 甚至连丧尸的尸体都看不到 不过此时章鱼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把战车停在建材市场的门口 章鱼带着几人走进建材市场当中 建材市场当中 一共有十几辆挂车 其中大部分已经卸货完毕 还有一小部分正在卸货 和几辆排队等候卸货的挂车 当章鱼看见那辆还没有卸货的挂车 眼睛瞬间就亮了 这辆没有卸车的挂车 此时正停在卸货台旁边不远的位置 就连车上的帆布都没有打开 而且这辆没有卸货的挂车 并没有出现碰撞的痕迹 说明末世爆发的时候 车辆没有移动过 也没有受到陨石的撞击 车辆完好 还可以正常驾驶 很快 章鱼带着几人就来到了挂车的旁边 顺着帆布的缝隙 可以看见这辆挂车当中 拉着一半的水泥和一些陶瓷制品 这些东西 隧道基地里面可全都用得上 而且还不用装货 省去了很大的麻烦 章鱼刚打开车门 准备试试挂车还能不能开的时候 从卸货台的仓库里面 走出来一群身材壮硕的大老爷们 这些人一看 就是末世之前在这里卸货的工人 一个个都是绑大腰圆 鸡肉扎实有力的样子 人群当中围首的王涛 看着已经坐在驾驶位上的章鱼 想来就想把东西拿走 是不是得拿点等价的东西换啊 看着这群来人 章鱼并没有在这些人眼中 看到仗势弃人的架势 想来也没什么 这些人在末世之前 本就是穷苦人家 不然谁愿意来建材市场 干这个又脏又累的活计 还不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这些人懂得生活本就不易 所以才一直保持着善良的本性 在下章鱼 实在不知这里的东西 已经物有所属 还望兄弟们不要见怪 就是不知道兄弟们 打算用这卡车换什么东西 章鱼并没有提及挂车上的货物 而是把重点引到了挂车上面 听到章鱼这么说 这些人也没有感觉意外 毕竟好用的货车 在末世也算是好东西 可以装在更多的货物 人群中为首的王涛 转身和身后的众人 简单商量了一番 才出声说道 在下王涛 如今算是这些人当中的领头人 我们的要求也比较简单 那就是和挂车 还有挂车上物资 等价的东西来交换 如果用食物交换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优惠 给你打一个折扣 果然 这个建材市场里面的食物并不多 甚至在王涛说出 用食物换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一脸蜥蜴的神色 说明这里的食物 已经到了严重紧缺的地步 甚至要不了一两天 他们就得断粮 毕竟这里是建材市场 距离周边的商圈也比较远 超市又只有那门口的一家小卖铺而已 所以这里的食物储备并不多 而建材市场大院当中 并没有丧尸的存在 说明这建材市场当中的丧尸 有声说道 兄弟 你这个是不是有点世子大开口了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现在可是末世 交通运输都极为不发达 而且在末世当中 什么最重要 不用想 当然是食物 难不成谁还会抱着一堆废铁睡觉 就算给你再多的卡车 当你饿肚子快要饿死的时候 用一个香喷喷的奶油面包 去换你的卡车 你换不换 说到这 这群汉子脸上不犹有些挂不住了 张宇说的没错 肚子滋味不好受 就在今天 他们的食物储备就已经不足了 连早饭都没有吃的他们 就是为了多节省一些粮食 好让自己活得更久一点 而且 他们把建材市场 所有可以翻找的地方都找遍了 除了瓷砖 就是钢筋水泥等物品 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吃的东西 现在这个时候 还要求用等价的东西 去交换食物 确实有点不厚道了 看着这些有些脸红的汉子 张宇又继续忽悠道 而且 你们的这些东西 除了卡车能拉点货物 谁还会特意换这些垃圾建筑材料 这些建筑材料 随便到哪个废墟当中 不能挖出来一大堆的建筑材料 你们还想用这些东西换食物 我看还是算了吧 张宇这次 又用了一个欲擒故纵 就是假意不想要这些建材 好把这些建材的交易价格 压得更低一些 而且 这些建材 可并不是像张宇说的那样 一无是处 这些建材 在末世初期 确实没有多少人在意这些东西 可是这些建材 在末世一个月之后 人类幸存者 开始聚集成一个个的聚集地 而人口众多的聚集地 同样也需要大量的建材 来建设聚集地的防护措施 虽然废墟当中 也有很多建筑材料 但是那些材料 也只是建筑垃圾而已 根本无法用来构建防御工事 到时候 虽然没食物 人会饿死 但是聚集地没有防御工事 就会被成群的石巢吞没 同样是死 所以 一个月之后 建筑材料的价格 并不会比食物的价格低上多少 一群大老爷们 听见张宇这么说 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又聚集在一起 简单的商议一阵之后 还是王涛出来说话 兄弟 那你怎么样才能换食物给我们 听到对方这样问 张宇就知道对方上当了 呃 这个嘛 食物也不是不可以换给你们一点 但是仅凭这些东西还是不够的 不知道 你们除了这些建筑建材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 张宇一边摸着没有胡子的下巴 一边假装思考的说道 可是这群汉子 一听张宇 还是不想要这些建材 一个个又有些慌了 他们这里 除了这些建材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了 一个个又聚在一起 开始嘀咕起来 就在这时 张宇突然弯腰 从地上捡起一颗金盒 一脸好奇地说道 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水晶吧 亮晶晶的 用来装饰 我的房间还不错 其实 地上的金盒 就是张宇 自己在说话的时候 悄悄地扔在地上的 而站在张宇身后的下雪 却是将张宇的这个小动作 完完全全地看在眼里 虽然下雪还没有弄懂张宇的意图 但是下雪心中却隐隐感觉 这些汉子可能要倒霉了 果然 这些汉子一个个都立刻兴奋起来 一些人直接转身 朝着库房当中的宿舍跑了回去 去取那些丧尸的金盒 在末世爆发的时候 这些经常在车上装卸的工人 每天都在车上爬上爬下的 所以 身手都比较灵活 借助着丧尸刚开始失变的时候 又不懂得攀爬 就被这些汉子利用地形的优势 一点点的消磨死这些丧尸 众人解决掉建材市场当中丧尸之后 面对诱人的丧尸金盒 终于忍受不住进食的欲望 吞吃了一颗丧尸的金盒 接着 吞吃金盒的人先是浑身抽搐 不停地喊叫着 最后口吐白沫 然后被病毒感染 众目睽睽之下 吞吃金盒的男子在众人的眼前 成为恶心的丧尸 这下 尽管这丧尸金盒无比的诱人 众人也都压下心中的那股进食的欲望 将金盒都扔到一旁 好让自己看不见这东西 来一个眼不见为敬 而没想到的是 今天突然对这可怕的金盒感兴趣 愿意用真正的食物来换这些金盒 这些汉子都觉得自己 好像占了大便宜似的 纷纷把自己扔掉的金盒给捡回来 生怕章语后悔 没一会的功夫 章语的面前 金盒堆积的如同小山一般 足足有两千多颗 这其中还有不少是一阶的丧尸金盒 看着这些丧尸金盒 章语的心里都快要乐开花了 这两千多颗金盒 足足可以给战车升级两个属性了 而且还能生产出一把歇尸手枪和一些子弹 虽然心里快要乐得开花 但是章语的面上还要保持冷静 装出 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的样子 忍得腮帮子都有些疼了 差点直接就笑出声来 一群汉子 把自己之前扔掉的金盒 全部找了回来 堆积在章语的面前 秀书王 兄弟 那个你叔叔 刚才我们数了一遍 数量绝对在两千克以上 不知道能换多少粮食啊 为首的王涛 也不知道这些金盒的实际价值 他此时最关心的 就是这些金盒物资 能换多少食物 所以有些紧张的出声问道 看着成堆的金盒 章语压抑着内心的狂喜 用平静的语气出声说道 这个嘛 我看看 我带了多少食物出来 进到战车当中 章语把折叠空间当中的食物 一样样的搬了出来 方便面 面包 火腿肠 汉子们看见这些久违的食物 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章语拿出来的食物 比他们心里预期的 还要多一些 这些食物 如果省着点吃 足够这十几个汉子 吃上十天半月的 把折叠空间里储存的食物 全部拿了出来 章语这才出声说道 食物暂时就这么多 我看你们这些人 也都是实在人 多出来的食物 就算是赠送给你们的 听见章语这么说 竟然愿意把多余的食物 送给自己这些人 这些汉子们 又是一阵的感动 一个个兴奋地看着章语 目光之中充满了感激之色 只有章语身后的下雪 一脸富菲地看着章语 自己的这个老大 到底是什么人 说他是坏人吧 他曾经救了自己两次 可说他是好人 可是他连这些实在人都肯 那两千多颗金盒 价格绝对要比 这些食物的价格 高出很多倍 但是这些汉子 此时还在对章语感恩戴德的 而且还有 在遇到丧尸的时候 章语又会变得杀鸡凛然 这时 章语可能也觉得自己 占了这些汉子的大便宜 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 趁着众人搬运食物的时候 章语把王涛叫到一旁 从怀里掏出两瓶基因进化液 只不过 这两瓶基因进化液 一瓶是淡蓝色 另一瓶却是有些透明中 带着一丝丝蓝色 没错 这两瓶基因进化液 淡蓝色的 就是优质品进化液 而另一瓶 就是勉强合格品的 基因进化液 这两种基因进化液 对人体基因进化催化的程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着两瓶基因进化液 王涛有些奇怪的问道 这个是什么东西 不过章语却没有 立刻回答王涛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王涛 我不要求你臣服于我 不过 如果我能让你成为 大型聚集地的老大 你做到成为我永远的盟友 永不背叛吗 章语突然的发问 让王涛也是突然一愣 刚才不是还在说交易的事情 怎么突然又说到 大型聚集地了 虽然王涛虽然不是很聪明 但是也绝对不是傻子 要不然 王涛也不会成为 这群彪悍汉子的领头人 只不过是王涛并不知 小莫事后 这些剑材的具体价格是多少 而且 他们现在的情况 也是食物短缺 迫在眉睫 不得不用这些东西 来换取一些食物 所以才痛快地和章语达成了交易 不过章语这边 算上章语才四个人 而且四个人当中 又有两个是女人 不论是在人数方面 还是在男女比例方面 王涛的队伍 都要比章语的队伍强上很多 但是王涛不知道的是 章语走的可都是精英路线 别看下雪安秀香都是女人 但是真的要战斗起来 王涛这边的十几个汉子 还真不是两人的对手 秀书王 章语看出 王涛对自己并不是十分相信 便把下雪和李猛二人给叫了过来 把你俩的特殊能力用出来 让这位王兄弟见识见识 下雪和李猛二人 对章语的话可以说是言听计同 等章语的话音落下 下雪和李猛二人 纷纷用出了自己的异能 当王涛看见下雪身上 那冰蓝色的铠甲 还有双手中的恶魔弯刀 就犹如魔幻世界里面 走出来的人物一般 还有李猛身上那黑色的铠甲 就如同一个勇士一般 看着下雪和李猛二人身上的铠甲 王涛整个人直接就呆住了 人类什么时候也可以拥有一能了 再转念一想 王涛瞬间就猜测到了什么 目光死死地盯着章语手中那两瓶液体 目光当中充满了更加复杂的神色 有兴奋 有希望 甚至在王涛的眼中还有些激动 但是在王涛的眼中 唯独没有贪婪 王涛的样子 章语很是满意 章语可不想亲手培养出一个白眼狼来 把手中的净化液交给王涛 章语出声说道 颜色比较深的这瓶是优质品的净化液 你留着自己服用就好 另外一瓶的效果要差一些 你可以找一个心腹手下 让他也成为基因净化者 从章语的手中接过基因净化药剂 王涛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就喝了下去 王涛喝下基因净化液 顿感全身一阵燥热难耐 让王涛忍不住蹲在地上 最后干脆躺在地上打滚 这边突然发生的情况 让那群汉子立刻赶了过来 一个个面色不善地看着章语 其中一个壮汉怒视章语出声说道 你到底对章语做了什么 他怎么会难受成这个样子 对于壮汉的质问 章语丝毫不以为意 出声说道 再等一会 你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送了你们老大一个大纪元 壮汉们一想到章语之前 给了他们那么多食物 应该不会去害他们 转而一个个又关心起地上的王涛 王涛兄弟 到底怎么了 你没事吧 就在这时 王涛喝下去的基因净化液 已经开始产生效果 一股股热浪 从王涛的身上袭来 让围观的汉子们感觉一股热浪袭来 不由的都后退了几步 此时在王涛的皮肤上 已经变成通红一片 就好似要燃烧起来一般 啊 王涛终于忍受不了 这种灼热的感觉 突然一声怒吼 然而 在王涛发出怒吼的时候 一股火焰从嘴巴里喷出 一股火焰喷出 火焰落在距离王涛机里外的地方 竟然灼灼地燃烧起来 这个突发现象 顿时让所建材市场 所有的人都傻眼了 特别是没见过基因进化者的汉子们 一个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才好 他们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奇怪的线 像 人类什么时候 还拥有这种弄能力了 在一群汉子 一脸迷茫的时候 王涛的觉醒也完成了 刚刚觉醒完一能的王涛 此时也是筋疲力尽 全身都被汗水湿透 又在地上沾满了灰土 样子有些狼狈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来到章语的面前 王涛深深鞠了一躬 对着章语说道 感谢章兄弟再造之恩 我王涛永生之年 绝不与章语兄弟为敌 若为此事 我王涛今生不得好死 被丧尸分时尸骨无存 章语看得出来 王涛说的话 都是发自内心 并没有敷衍的意味 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一群汉子不停地忙活着 把其他货车里的燃油 全部给抽出来 把章语要的那辆货车的油箱给加满 又七手八脚地 把挡路的车辆移开 让出了一条通路出来 除了建材市场 章语还是驾驶着自己的基地战车 而后面跟着的挂车 则是由李猛来驾驶 战场车中的章语 一边驾驶着战车 一边点开了战车的升级系统 将一千颗出街金河 直接投入到战车当中 然后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动力系统升级 战车的动力系统升级 章语是早就已经想好的 升级所需的材料 也早就提前准备好了 大约过了十几秒的时间 在章语的脑海中 就想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第一 恭喜宿主 战车动力系统升级成功 当前战车动力系统等级二级 当前基地战车发动机动力500匹 当前基地战车发动机 最高安全转速8000转 接着 战车动力系统升级完毕之后 图标立刻变成了黑白色 表示该系统暂时无法继续升级 动力的系统介绍很简单 就是告诉你发动力的动力 现在很强悍 500匹的动力 已经超过了一般家用车的动力 甚至一些大型运输挂车 马力也不过才520而已 当然了 这500匹的动力 在普通汽车的当中还算强悍 但是和一些世界顶级超跑 或者是正规拉力赛的赛车相比 性能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不过对于张宇来说 500匹的马力暂时已经够用了 正在驾车的张宇 在动力系统升级完毕之后 立刻感觉战车开始猛的前窜 强大的推背感 从身后船来 吓得张宇连忙放松脚下的油门 战车的速度 这才降了下来 回程的路上 前半程的路都比较顺利 前面有着基地战车 不停地将道路上的障碍清理掉 但是一直来到基地附近 那个堵车的地方 张宇开始有些范畴了 到底要不要绕路走 在出发的时候 基地战车的体型并不算是太大 还可以借助商铺墙壁的弱点 可以闯过来 可是满载物资的大型挂车 可没有基地战车 那么强悍的越野性能 这用来运输货物的挂车 就是用来跑长途运输的货车 就是在板油路上跑的东西 根本走不了乱石堆一般的道路 而且挂车的总长度超过十几米 根本无法从路边的商户当中穿过 张宇简单地想了一下之后 还是决定从原路返回 毕竟 自己不可能走完这一趟 以后就不走了 总不能以后每次都绕路通行 而且 那个堵车的位置 就只是一辆扎土车失控 横在了道路中间 才导致的拥堵 不过 自己也并不需要将扎土车完全移开 只需要清理出一条 可以让挂车顺利通过的道路 就可以了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张宇刚刚把战车的动力系统 进行了升级 战车发动机的动力 足足有500匹马力 就算无法完全撞开扎土车 但是让扎土车挪动一点位置 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既然有了决定 张宇便不再有丝毫的犹豫 一脚将战车的油门 给踩到油箱里 来了一个地板油 拥有500匹强悍动力的基地战车 此时就如同一只脱缰的野马一般 朝着堵在道路中间的车群 就冲了进去 之前基地战车 拥有300匹动力的时候 就能够将堵路的汽车给掀翻 现在已经拥有500匹动力的 基地战车动能是更加的强悍 直接将堵路的汽车 给撞飞出三四米远 将道路中间堵路的 汽车 给直接清理到道路的两旁 战车内 已经有过一次撞车经历的众女 这次再没有失声尖叫 而是立刻将座椅上的 安全带给带好 同时双手抓住车门上的把手 防止在剧烈的颠簸当中 把自己给颠得七昏八速的 砰砰砰砰 在连续的撞击声当中 张宇的基地战车 直接冲进车群当中 一辆辆家用轿车 被基地战车给撞飞老远 有的甚至 直接被撞得变形 当基地战车 和挡在道路中间的渣土车 接触在一起的瞬间 原本是横在路中间的渣土车 愣是被基地战车 给撞得后退了机密 让出了一条 可通过车辆通行的道路 渣土车的清理 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松 就连张宇都感觉有些意外 一路顺利的回到了隧道基地 并没有再出现什么意外 该卸车的卸车 该继续挖掘隧道空间的 继续着挖掘的工作 此时 只有张宇坐在基地战车上 开始有些发愁 在建材市场 坑来了两千多颗金盒 其中一千颗出街金盒 被张宇用来升级了 战车的动力系统 而剩下的这一千颗金盒 张宇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知道要不要升级折叠空间 可是现在大量的货物运输 有着挂车来进行 总不能一直用基地战车 来充当货物运输的车辆 那不升级折叠空间 那用来升级什么 防御系统 轻障产 还是防御机枪 一时间 张宇有些纠结起来 就在张宇还在纠结 到底是用来升级战车什么功能时 刘云杰也知道 张宇回来了 从隧道当中爬了出来 来到张宇的基地战车旁 厨声说道 老大 隧道基地现在逐渐步入正轨 但是现在 确实有一个给长关键的问题 需要尽快解决 什么问题 张宇疑惑地问道 水源 现在基地内还剩下的矿泉水 勉强够大家喝半个月的 等过了半个月 大家就要面临没有水喝的问题 而且现在末世降临 就算超市当中的矿泉水 也会越来越少 而且现在隧道基地的建设 也都需要大量的水来搅拌水泥 所以水源的问题 一定要尽早解决 还有 站在车门外的刘云杰 将隧道基地的发展现状 给全部总结了一番 坐在战车当中的张宇 虽然有些惊讶 刘云杰的管理才能 但是同时又有些头疼 水源 这该死的末世 让自己去那弄水源去 地面上的湖泊 早已经被末世的那场 血雨给污染 已经无法再当作 正常的水源饮用 难道说 让自己的人每天到超市当中 寻找那些末世前的矿泉水 可是这也不是长远之计 刚才刘云杰就已经说过 章云有着重生一世的记忆 此时的章云也不得不佩服 上一世的末世爆发 那些聚集地的大佬 是怎么在短时间内 将聚集地给建立起来的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坐在战车当中的章云 反问刘云杰道 老大 现在最好解决水源的办法 就是在隧道内 打一口深水井 经过地面层层渗透 地下水 应该还是那一正常饮用的 再考虑到水源卫生的问题 顶多再将井水烧开再喝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而且我们聚集地 要是有了充足的水源 也可以吸收更多的幸存者加入我们 到时候 隧道基地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刘云杰说的没错 自己的聚集地 要是有了充足的水源 肯定也会吸引更多的幸存者前来投奔 可是打井 也是需要设备的 没有专用的打井设备 很难在地面打出一口深水井出来 基地现在得饮用水 暂时先用矿泉水维持吧 基地建设用水 我再想办法解决 章云有些头疼的 对着刘云杰说道 打发走刘云杰 章云在战车的生产系统中翻看 当章云将目光再次落在 那个中央星风空调上之后 章云不再纠结了 那剩下的一千颗金盒 就用来生产这个星风空调 虽然刚才刘云杰没有说 但是章云也知道 隧道内此时也是空气稀薄 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缺氧而导致昏迷 毕竟隧道空间里面的环境太过于密闭 一开始的几天还好 在隧道内的人数也不多 隧道内的氧气还能维持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隧道内的开空气肯定会越来越少 而且等以后聚集地的人数 再多一些隧道内的氧气 就更加无法维持 所以隧道基地的新风系统 早晚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此时的章云甚至有种 想要和上一世一样 自己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可是如果真的和上一世一样 自己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那又和上一世当咸鱼有什么区别 简直就是浪费了自己重生一世的机会 想到这些 章云又开始振作起来 事情只要你肯努力去做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毕竟事情需要一件件地去做 但是前提是去做 你不去做 事情就永远摆在那里 不过在出发之前 章云还是决定 先强化自己一下再说 全自动歇式手枪 成产材料金刚和一颗一阶金盒 这东西战车里都有储备 章云将金盒投入到战车当中 差不多等了四五秒钟的时间 在战车的杂物盒当中 出现一把亚光黑色 金属质感十足的歇式手枪 接着 章云又开始继续生产 斜式手枪的配件 光学瞄准镜 一颗一阶金盒 加上一些玻璃的碎片 又是几秒钟过后 一个光学瞄准镜 出现在杂物盒当中 接下来就是生产子弹 至于激光瞄准器这东西 不仅材料不好找 而且有光学瞄准镜代替 也不是那么急需的配件 所以暂时也不着急使用 而且章云自信 自己默示十个月的枪法 练习的还算不错 就算没有激光瞄准器 也不影响自己枪法发挥 子弹的生产 除了需要金盒之外 还需要铜金属 作为子弹的外壳 还有木炭和消失硫磺 作为子弹的火药 少量的黄酮比较好弄 硫磺灶当中 就含有硫磺的成分 也比较好弄 唯独消失这东西 需要到药店 或者是化学品商店才有 章云把下雪黎猛 还有安秀香三人叫上车 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 章云驾驶着基地战车 来到上次为刘云杰 找避孕药的那家药店 消失这种矿物质 在医药当中叫做消芒 一些治疗头疼 或者凶痛的药物当中 就含有消芒的成分 上一次 因为时间匆匆 没有来得及进行收集物资 只是拿了一些 紧急避孕的药物 这次和上次不同 等章云带着人 从药店出来之后 这家药店 就好似遭贼了一般 不对 不应该说是遭贼 贼也只是偷一些钱财而已 更应该说是 遭了土匪强盗 等章云带着人离开之后 这家药店里面 所有的东西 全部被搬走 就连货架都没留下 就差把墙上的大白 也给挂走了 老大 这些药又不能当饭吃 咱们弄这些药物 干嘛用啊 一边搬运药物的李猛 有些疑惑地问道 而章云 则是看了李猛一眼 才出声说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别看这些药物 咱们暂时用不上 但是等用到的时候 往往可以救命 章云一边说着 一边把含有消忙的药物 和制造子弹所需的材料 全部放进战车的物资收集箱 大约过了十几秒之后 一个个纸盒包装的子弹盒 出现在战车的杂物盒当中 一共制造出300发子弹 而全自动先是手枪 弹夹容量15发子弹 这300发子弹 一共可以装填20个弹夹 现在是末世了 医院也没有大夫 就算是个普通的感冒发烧 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 都有可能危及生命 特别是这些抗生素 更是用来救命的法宝 谁能保证 在和丧尸拼杀的时候 永远都不会受伤 一旦伤口感染发炎 同样可以要人命 听完章云的解释 几人这才明白 这些药物在漠视的重要性 不过章云一边说着 手上的动作也没闲着 一颗颗子弹 被压进弹夹当中 而 对于章云手中 突然多出来的些是手枪 众人虽然心中好奇 可也没有出声询问 一切准备工作完毕 章云将手枪别在腰间 然后驾驶着基地战车 朝着附近的一个 高档住宅小区开了过去 这栋高档小区 在漠视爆发的那天 曾经被陨石撞击过 大半的住宅建筑 在陨石的撞击下 成为了一片废墟 但是也剩下一小部分的建筑 只是受到一些震荡的影响 并没有倒塌 从小区的大门处 就可以看出小区的高档 全封闭式的管理 在门口位置 还有自动升降杆阻拦 但是这些 对于章云来说 根本不起丝毫的作用 章云驾驶着基地战车 直接撞开小区门口的栏杆 冲进住宅小区当中 原本还十分安静的小区 在章云一行人到来之后 立刻开始热闹起来 啊 吼 一声声丧尸的嘶吼声 从小区的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开始朝着章云几人这边汇聚 章云几人相互对望了一眼 对于汇聚而来的丧尸 几人的眼中并没有畏惧之色 甚至还有一些小小的兴奋 还没等狮群汇聚成群 章云抄起手中的消防府 朝着狮群的方向就冲了过去 一旁夏雪和李猛二人 也是瞬间发动了自己的异能 朝着狮群聚集的方向就冲了过去 只留下安秀香一个人 还在原地有些发麻 夏雪和李猛二人 是从末世开始就一直跟着章云 那是从狮山血海当中拼杀出来的 而安秀香跟随章云的时间要短一些 也没有经历过狮群 所以对几人的举动还有些发愣 面对这么多的丧尸 安秀香下意识的想法 那就是赶紧撤退赶紧跑 可是转念一想 老大张宇还有夏雪李猛都冲上去了 自己怎么能抛弃同伴独自逃跑 想到这些 安秀香也抄起手中的开山刀 把心意横跟着也冲了上去 大不了就是一死 全当还妹妹的救命恩情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情况 和安秀香想的完全不一样 没有他想象当中 被丧尸生吞活泼的场景 而是张宇夏雪李猛三人 在一边倒的屠杀丧尸 就看见夏雪手中的恶魔弯刀闪过 一只丧尸的脑袋就被割了下来 还有李猛的九环大刀 也是挥舞的密不透风 普通的出街丧尸 在李猛的九环刀之下 被砍断脑袋 死得不能再死 而这些还都不算什么 此时就看张宇的身影 就如同鬼魅一般 身子在丧尸身前闪过 一把锋利的匕首 就直接刺进丧尸的脑袋 然后还不等丧尸失去力气倒地 丧尸脑袋中的金盒 就被章鱼给直接挖走 这些不同的出街丧尸 对于章鱼来说 就好似来宋金盒的一般 直接开挖就可以了 看着几人疯狂的战斗姿态 安秀香似乎也受到了几人的感染 变得更加勇猛 也不再那么胆怯丧尸 挥起手中的开山刀 对着丧尸的脑袋就砍了下去 噗哧 由于安秀香击杀丧尸的经验不足 开山刀劈砍用力太猛 把丧尸的脑袋给直接砍成两半 那黑红色的鲜血 喷了安秀香 满身满脸都是 突然 在小区的深处 传来一阵更加高亢的嘶吼声 噗吼 这声丧尸的嘶吼声 似乎可以直击人类的灵魂一般 让人听了之后 连灵魂都感觉在颤抖 听到这声丧尸的吼叫声 章鱼整个人顿时都是一个机灵 这个丧尸的吼声 章鱼简直太清楚不过了 上一世 章鱼不知道击杀过多少只这种丧尸 但是这一世 章鱼的实力还只有一阶进化者 在没有成为二阶进化者之前 根本无法正面硬喊螳螂刀尸 秀书网 在听到这螳螂刀尸叫声的一瞬间 章鱼立刻从尸群当中撤退了出来 一边退还 一边对着几人大声喊着 所有人立即撤退 快 快撤退 可是 这时候想要撤退 已经来不及了 就听见丧尸的吼声越来越近 而且速度奇快无比 顺着丧尸的吼声望过去 一只骨兽如柴般的螳螂刀尸 双手指缝的位置延伸出尖锐的骨刺 螳螂刀尸将骨刺插进大楼表面 攀爬着大楼的外墙 朝着几人的方向就扑了过来 再看见这只丧尸的一瞬间 章鱼的眼神顿时就是一缩 螳螂刀尸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几乎在章鱼的眼前 只留下一道道残疑 螳螂刀尸的力量一般 防御力只比普通丧尸强上一些 但是就是这种丧尸 在上一世 却叫人闻风丧板 这种螳螂刀尸的等级不高 进化程度相当于一般的二阶丧尸 但是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速度奇快 不是一般的快 如果是一般人 甚至可能还没注意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脑袋就被螳螂刀尸给劈成两半 看着螳螂刀尸 朝着没有防御能力的鞍锈箱扑了过去 章鱼几乎是想都没想 从腰间抽出全自动歇式手枪 朝着螳螂刀尸前进的路线上 就是一缩子子弹 扑扑破 带有消音器的歇式手枪 声音很小 子弹穿过丧尸之间的空隙 朝着螳螂刀尸的方向 就射了过去去 子弹那强大的动能 瞬间就刺破了螳螂刀尸的手臂 然而 紧接着下一秒的时间 受到攻击的螳螂刀尸 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 原本还是朝前冲的势头瞬间止步 并且还向后倒退了几步 躲开接下来的几颗子弹 快 这螳螂刀尸的速度 简直是太快了 张宇还来不及反应 螳螂刀尸整个身子 就撤出了张宇的视线之中 这次螳螂刀尸的攻击 可以说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张宇上一世 就没少和螳螂刀尸进行战斗 深知螳螂刀尸的习性 螳螂刀尸的这次撤退 并不是撤走 而是引入暗中 到时候在伺机偷袭 所有人退到楼里 见到螳螂刀尸撤退 张宇连忙招呼众人躲起来 如果这个时候 还在和诗群战斗 极有可能被螳螂刀尸偷袭 到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 听到张宇的命令 下雪几人开始快速聚拢 围在张宇的周围 老大 刚才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速度怎么会那么快 刚才差点被螳螂刀尸 偷袭成功的安秀香 忍不住今生说道 就在刚才 他可是深深地体会到了 那螳螂刀尸的速度 张宇的枪法 可以说是又快又准 可是螳螂刀尸在重弹的第一时间 竟然能强行改变身体 行动的路线 让张宇接下来的几发子弹 全部落空 这还不算 这螳螂刀尸 在躲开子弹攻击的同时 竟然还能借助其他丧尸 当作掩体 逃出张宇的视线范围 这东西叫螳螂刀尸 是二节丧尸当中 最为难缠的一种丧尸 防御力一般 但是速度奇快无比 特别是在夜间 这家伙简直就和幽灵一般 让人更加难以防备 张宇一边给众人 讲解着丧尸的习性 一边带着几人 躲进一栋住宅的单元门当中 众人躲进楼道的单元门 张宇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可是现在 一直待在楼道当中 也不是长远之计 毕竟这只螳螂刀尸 一直不解决 张宇他们 就无法走出这个楼道 但是张宇上一世 光是击杀的螳螂刀尸 都不知道有多少 对于螳螂刀尸的习性 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这螳螂刀尸 对已经锁定的猎物 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别看他现在躲藏起来 他现在等的 就是我们放松警惕 就会悄悄的过来偷袭 不过好在这家伙 每次在发现猎物的时候 都会吼上两嗓子 不然我们现在 可能就是一具尸体 或者已经成为 丧尸大军中的一员了 啊 这家伙这么聪明 那人类还怎么生存了呀 一旁的下雪 有些担忧的出声说道 行了 你们先去休息一会吧 这只螳螂刀尸在聪明 他也是丧尸 我来想办法解决他 张宇说着 悄悄地来到了三楼的楼梯间 把楼梯间的窗户打开 然后一动不动地 站在窗户的后面 不发出一丝的声响 楼道的单元门 此时已经锁死 而张宇故意打开 楼道的一扇窗户 就是为了利用生人的气味 来不停地刺激着螳螂刀尸 再加上下雪和黎蒙几人 在楼梯间休息 喘息出的大量二氧化碳 会顺着打开的窗户飘出去 让螳螂刀尸误以为 所有人都在休息 已经放松了警惕 螳螂刀尸就算是再聪明 他毕竟也是一只丧尸 智力肯定比不过聪明的人类 秀书网 果不其然 张宇在打开的窗户后面 仅仅等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听见窗外 传来一阵卡拉卡拉的声音 那是螳螂刀尸 用自己的螳螂刀 攀爬墙壁时发出的声音 躲在窗子后面的张宇 在听见这卡拉卡拉的声音之后 更加的不敢轻举妄动 甚至都开始平住呼吸 让自己不发出任何的一点声音 终于 螳螂刀尸开始忍受不住声人的气味 顺着窗子就把身子给探了进来 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 张宇立刻掏出全自动卸尸手枪 瞄准探进窗子的螳螂刀尸 又是一缩子子弹下去 被每位吸引的螳螂刀尸 根本没想到 在窗户后面有人在守着他 慌忙的想要向外逃窜 可是此时的张宇 根本不会给螳螂刀尸 任何逃窜的机会 来不及逃窜的螳螂刀尸 被卸尸手枪一锁子子弹 直接打碎脑壳 看着挂在窗台上的螳螂刀尸 张宇这才松了一口气 虽然全自动卸尸手枪 有枪口消音器 但是这么近的距离 张宇连续开枪 也引来众人的注意 老大 怎么了 在楼下休息的李猛 听见枪声之后 直接发动了自己的异能 一身黑色铠甲 就朝着张宇的位置冲了过来 同样 下雪也是一人冰蓝色的铠甲 急匆匆地从楼下冲上来 见到张宇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 这才放下心来 此时在张宇的旁边 楼道的窗口位置 一只身材又瘦又小的丧尸 双手指缝中间 还长有长而锋利的骨刀 还好 这次进去住宅小区之前 准备的还算比较充分 不然这次 可能就领了盒饭了 大家抓紧时间 尽快把楼下的丧尸清理干净 我们这次的主要目的 就是多搬运一些床铺回去 毕竟隧道基地也经过改造 大家总不能一直睡在地上 张宇出声说道 听到张宇这么说 几人立刻就欢呼起来 终于可以有自己的床铺 再也不用睡那该死的水泥地面了 下雪说着 手中的恶魔弯刀挥舞 朝着一家的防盗门就劈砍下去 只有两层铁皮的防盗门 那里扛得住恶魔弯刀的劈砍 再加上下雪这几天 也服用了基因强化药剂 实力已经接近一阶巅峰 单手挥刀的力度就接近300斤 将防盗门给直接劈成两半 大约两三个小时之后 张宇带着几人 将楼下的丧尸群给清理干净 不停地往战车当中搬运物资 就在这时 一辆停在小区门口的一辆家用轿车 从车内发出嘈杂的声音 吸引了张宇的注意力 张宇来到门口那辆轿车的旁边 从车内发出有人说话的声音 可能是因为信号不太好 收音机还伴随着阵阵的嘶嘶声 嘶嘶 嘶 重要通知 现在进行全频道广播 我们海城军区 已经成立幸存者聚集地 我们这里有充足的食物河水源 欢迎广大幸存者前来避难 嘶嘶 虽然轿车的收音机信号不是很好 经常发出嘶嘶的声音 但是张宇也听明白广播当中的意思 就是在海市的海城军区 成立了一个大型的幸存者聚集地 那里有充足的食物河水源 避难者可以过去避难 在张宇上一世的记忆当中 海城军区的位置 那里可是死亡禁区 里面遍布高等级的丧尸和丧尸领主 明明是死亡禁区 怎么会突然出现广播 秀书啊 张宇心中疑惑着 总感觉哪里错了 可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张宇心中疑惑着 总感觉哪里错了 可是一时间又有些想不起来 军区 聚集地 死亡禁地 一连串的名词放在一起 张宇突然有种心计的感觉 没错 那里可是海市的军事基地 那里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那里竟然成了死亡禁地 有时间去探索一番 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愿意 导致整个军区基地成为死亡禁区 而且在广播当中说到 那里可是食物和水源 都是十分充足的 就算是为了水源 自己也得去查看一番 只不过 自己现在的实力等级太低 现在还不是去探查死亡禁区的时候 可以再等几天 等自己成为二阶进化者之后 再去查探一番 这时 物资已经装车完毕 老大 物资装车完毕 我们什么时候返回啊 最后一个将物资搬上战车的黎猛 说着返回到基地战车上 在这个住宅区当中 光是清理楼下的丧尸 就耗费了数个小时的时间 足足杀死丧尸 差不多就有五百多只 此时天空上的太阳 已经开始吸血 眼看就要落山 这里不再适合九流之地 坐上基地战车驾驶位的章羽 一脚将油门给踩了下去 战车足足五百匹的动力 瞬间爆发出来 在战车发动机的一声咆哮当中 基地战车冲出了住宅小区 接着一个飘移过弯 战车朝着隧道基地的方向 急迟而去 回到隧道基地 太阳已经落到山边 只剩下红彤彤的半个夕阳 挂在山顶 战车停稳 张宇将一千颗出街丧尸的金盒 投入到战车的系统当中 大约只过了十几秒的时间 在张宇的脑海中 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第一 中央新风空调生产完毕 物品将储藏在基地战车的折叠空间内 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张宇连忙打开战车折叠空间的大门 战车的折叠空间 只有十立方左右的空间 此时 里面已经堆得慢慢一下 全部都是中央新风空调的风道管子 看见这套中央新风空调设备 张宇心里开始有些小激动 此时隧道基地当中 食物还有一些储储备 十几天之内 还是不会饿肚子的 水 还有28箱 一箱有24瓶 如果每人每天定量两瓶水的话 一个月之内 基本不用担心用水问题 如今再有了新风系统 隧道基地内空气浑浊的问题 也可以得到解决 当张宇将中央新风空调设备 一渐渐地从战车当中搬运出来的时候 下雪几人彻底傻眼了 老大这些东西 到底都是从哪弄出来的 之前是基因进化液 可以让普通人成为异能者 之后又弄出基因强化液 可以强化基因进化程度 再后来又弄出来一把手枪 不过这些东西的体积比较小 可以理解成老大藏起来了 自己等人没有发现 可是这台中央新风空调 体积足足接近十立方 就算是藏也没地方藏吧 看着张宇还在继续搬运空调设备 李猛实在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出声问道 老大 这东西你是怎么弄出来的 在住宅区的时候 咱们也没找到全新的空调设备啊 哪来那么多废话 就允许你们有特殊异能 就不能你们老大我有点特殊能力 这些都是用就空调改的 还不赶紧过来帮忙安装 不然今晚就没有你们的基因强化液 张宇一边搬运着设备 一边出声说道 对于其他的惩罚 李猛几人还可以不在乎 但是对于没有基因强化液这个惩罚 李猛立刻就怂了 老大 您歇着 这点小事交给我们就行 李猛一路屁颠屁颠的小跑过来 直接接过章鱼手中的东西 开始往隧道当中搬运 中央新风空调设备 安装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 也就是比普通的家用空调 多出一套新风系统而已 很快 空调的室外机就架设完毕 一根粗大的通风管道 顺着隧道的竖井 延伸至隧道里面 独立的作用 再进入隧道竖井位置 是一个面积最大的空间 由于这个位置距离竖井最近 也最方便物资的运输 所以用来当作物资储备的储备间 而在储备间网里的第二个门 则是专门给章鱼开辟出来的 卧室间办公室 是隧道内被章鱼救下的众女 为了报答章鱼 专门给章鱼开辟出来的独立空间 在网里 是异能者的集体宿舍 用来给章鱼身边那些异能者居住的房间 最后一个 是一个大型的卫生间 毕竟隧道里的人 以后会越来越多 随地大小便 会让隧道内的环境越来越糟 新风系统的安装 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安装完毕 看着头顶的新风管道 章鱼将新风机的电源接通 和太阳能发电设备的逆变器相连接 嗡 呼呼 中央空调的新风系统打开 一股股清新的空气 从新风机当中吹了出来 隧道内原本有些发闷 还有些骚臭的味道 很快就彻底消失不见 闻着从新风机当中 吹送出来的新鲜空气 所有人的心情都激动了起来 终于不用再闻那些臭烘烘的味道了 守在新风管道出口位置的黎蒙 脱去一身臭汗的衣服 享受着新鲜空气 一脸享受的出声说道 一同围在新风出口的下雪 一边捂着鼻子 一边出声说道 我去 黎蒙 你要享受新鲜空气 去宿舍里面去享受去 别把隧道里面弄得全是你的汗臭味 下雪 我好歹也出了不少力气 吹吹风怎么了 去宿舍里面去吹 别在这影响示容 下雪说着 把黎蒙给推开 在张宇的专属房间内 新风系统也安装完毕 全屋都是用瓷砖铺设的 装修的十分豪华 甚至在房间内 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享受着新风空调系统 带来清新的凉风 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惬意 怎么样老大 房间的布置可还满意 站在张宇床边的刘云杰 一边出声询问 手慢慢的就放到了张宇的腰间 嗯 还不错 躺在床上 有些类的张宇 迷迷糊糊的出声说道 其实 在刘云杰的双手 攀上自己腰间的时候 张宇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张宇并没有选择拒绝 在末世 有些时候 男人最好的发泄方式 就是女人 就在刘云杰就要解开张宇的腰带 房间的大门 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安秀香从外面急匆匆走了进来 房间突然的开门声 吓得刘云杰连忙放弃手上的工作 把自己的衣服整理了一下 然后站在张宇的床边出声说道 老大 那没什么问题 我去安排今晚的伙食去了 有什么事的话 老大您随时叫我 而这时 安秀香也从外面走了进来 只不过事态紧急 安秀香根本就没注意到房间内的情况 而是大声的说道 老大 我在外面观察 发现基地东面1800米左右的位置 有数百只丧尸 突然开始集结 似乎有大批行动的架势 请老大指示 刚从床上坐起来的张宇 裤腰带都没来得及记上 突然听见安秀香的汇报 顿时心中也是一惊 丧尸的集结 一般只有两种情况 那就是闻到了生人的味道 还有一种就是 诗群当中出现领主级别的丧尸 而张宇 上一世就是死在三间领主的手里 幸运地重生了 丧尸领主的级别 可是和普通丧尸的级别是不一样的 丧尸领主可以直接号令 比自己等级高一倍的丧尸 为自己作战 而且数量上每一集 也有着天大的差别 秀书王 一阶丧尸领主 可以号令一千只二阶以下的丧尸 为他作战 二阶丧尸领主 就可以号令一万只四阶以下的丧尸 为他作战 而三阶的丧尸领主 就可以率领十万只六阶以下的丧尸大军 形成一个庞大的尸巢 就连一般的聚集地 都扛不过尸巢的攻击 要知道 就算是上一世 末世之后的十个月时间 人类能够达到六阶的强者 也是屈指可数 每一个六阶以上的强者 几乎都是一方大佬 突然听到安秀香的汇报 章语哪里还有心思 继续男女之事 立刻从床上站了起来 可是章语此时太过激动 根本就忘记了 自己的裤子还没来得及记上 站起身的章语 裤子从腰间直接滑落到脚底 还好章语穿了一条四脚裤 保留住最后的尊严 只是安秀香在看见章语那鼓鼓囊囊的四脚裤 小脸立刻变得通红 低下头不敢说话 而章语此时已经是两世为人 什么样的女人没玩过 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 从容地提起裤子 然后出声说道 通知夏雪和李猛 所有人立刻集合 一分钟后 章语 夏雪 李猛 还有安秀香四人 坐在基地战车内 安秀香 看看丧尸聚集的位置在哪 你到机枪手位置指路 坐在驾驶位置的章语 吩咐着安秀香出声说道 安秀香爬到机枪手的位置 向着四周看了一眼 一千五百米左右 正在快速朝着北方移动 听到安秀香的指引 夏雪和李猛都是一阵惊讶 现在已经是黑天 虽然有着盈盈月光 可是在超出十几米的距离之后 两人就看不清东西了 没想到 这个安秀香 竟然可以看清 一千五百米之外的东西 这时候 章语驾驶着基地战车 一脚油门就踩了下去 五百匹超强动力的发动机 带动着轮胎开始高速旋转 在地面上留下一条长长的轮胎印 推动着基地战车就弹射了出去 那强大的推背感 让夏雪黎猛几人 忍不住发出一声嚎叫 呕吼 在几人的鬼叫声当中 基地战车与丧尸之间 隔着两条街的距离 飞速地前进着 砰砰砰 一连串的撞击声发出 所有挡在基地战车前面的废弃车辆 全部被战车的轻障铲给撞到一边 清理出一条可以通过战车的道路 战车顺着丧尸前进的方向 一路向前狂开了几分钟的时间 章鱼游戏开始心惊了 以战车前进的速度 这么长的时间 竟然还没有看见诗群的前锋 这诗群的数量 至少在七八百只以上 很有可能就是领主级别的丧尸 在控制着诗群 基地战车继续加速 终于又冲开了几条街道之后 安秀香看见了诗群前方的情况 老大 我看见诗群了 这群丧尸正在追赶一群幸存者 而这群幸存者当中 似乎也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异能觉醒者 安秀香将自己看见的一切情况 一一都说了出来 有异能者 怎么还会这么狼狈 章鱼有些意外地说道 不过 很快安秀香就回答了章鱼的疑问 老大 这些异能 这并没有选择保护那些普通人 而是把他们当作阻挡丧尸的炮灰 给推到诗群当中 安秀香正说着 突然发出啊的一声尖叫 怎么了 一旁的下雪连忙出声问道 他们 他们把一个女人给推到诗群当中 说到这 安秀香没有继续再往下说 所有人也都能想象得到 被推进诗群的女人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妈的 这群王八蛋 别让老子遇见他们 不然 老子一定要他们好看 一旁的李猛 有些愤怒地说道 此时 章鱼的心情也有些不好 作为异能者 想要逃出丧尸的追击 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他们却拿普通人来当挡箭牌 简直就是桑尽天良 虽然章鱼不是什么圣母的救世主 但是绝对不是什么桑尽天良的人 没等下雪几人出声 章鱼脚下游门再次踩了下去 同时 手中方向盘猛地一转 战车在一个十字路口 来了一个飘逸转弯 朝着诗群的前方就冲了过去 这群被诗巢追赶的人群 数量差不多有近百人 其中 精英净化者一共三人 老大 到处都是丧尸 我们怎么办 净化者当中 其中一人对着中间的一个男子 大声喊道 一边喊 一边抓住身旁的一个人 朝着前方汇聚而来的诗群 就推了出去 被推进诗群的人 立刻被丧尸抓住 几只丧尸立刻就围了上来 对着诗群当中的人 就是一顿肯 在后面的几个异能者 借助着丧尸被阻挡的瞬间 绕过诗群 继续朝前奔跑 而这时 终于有人对异能者彻底不满了 对着周围的人大声喊道 异能者拿我们当炮灰 大家别再跟着异能者了 不然早晚都会死 会被他们推进诗群当中 喊话的声音刚落下 立刻就有人脱离了人群 可是刚一脱离人群没多远 就被丧尸给抓住 没一会的功夫 就被丧尸给大卸八块 大家别听他胡说 大家千万别乱跑 到时候 只会被丧尸逐个击杀 大家相信我 我们一定可以 找到安全的地方的 到时候 我们就安全了 领头的异能者 大声地劝输众人 虽然表面上是好意 但是心里却是想着 如果这些炮灰都跑光了 自己可就危险了 而人群中的人 看见那些胡乱逃跑的人 很快就被丧尸给吃掉 立刻又老实起来 就在这时 在人群的前方 传来了战车发动机的声音 人群顿时又兴奋了起来 听见没 有车的声音 有人来救我们了 三名异能者中 为首的那人大声喊道 其实不用他喊 在人群前方的众人 都已经听见了 基地战车发动机的声音 改变前进的方向 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 就冲了过去 此时 张宇正驾驶着基地战车 快速地朝着人群的方向靠近 车上的黎猛和夏雪 此时也已经发动了自身的异能 随时准备参与战斗 这边 在这边 快救命啊 战车拐过最后一道弯的时候 被丧尸追赶的人群 终于看见远处照射过来的灯光 拼命地挥手求救 随着张宇驾驶着基地战车越来越近 这些人更加地拼命挥手示意 可是此时的张宇 目的根本就不是这些人 而是尸群当中的领主级丧尸 如果不能把领主级丧尸消灭 一旦让领主级丧尸成长起来 他会随着等级的提升 变得更加聪明 到时候 就算是躲在隧道基地当中 也不再安全了 所以 张宇的目的 就是趁着领主级丧尸 还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就解决掉他 轰 轰 战车在接近人群的时候 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 然而 发动机的轰鸣声更胜 原本等待救援的人群 见到战车 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 人群更加地慌乱起来 有些甚至用身体 直接拦截在基地战车的前方 张开双臂 一边朝着战车奔跑 一边大声呼救 正在驾驶基地战车的张宇 顿时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张宇之所以没有减速 就是为了利用战车的冲击力 来冲击失群 可是现在 竟然有人用身体 挡在失群的前方 这如何能不让张宇心中愤怒 妈的 都给老子让开 坐在驾驶位置的张宇 扯着嗓子疯狂大喊 可是战车外面的人群 依旧我行我速 没有丝毫要让开的意思 砰 基地战车再次撞飞 加速冲锋 震耳欲聋的撞击声 顿时让陷入疯狂的人们 清醒了一些 发现战车没有丝毫 要减速的意思 立刻开始朝着道路两边 进行避让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张宇的基地战车 从人群的身旁擦肩而过 笔直地朝着失群当中 就冲了进去 砰砰砰砰 战车冲进丧失群当中 就如同一只凶悍的野狼 冲进了一群绵羊当中一样 所向屁腻 凡是阻挡在基地战车前面的丧失 被战车给直接撞飞 就好像保龄球撞击 保龄球瓶一样 把丧失撞得四散飞起 这一幕的发生 实在是太过突然 人群中谁也没想到 这辆装甲车 竟然直接冲进失群当中 甚至有人认为 战车当中的人 可能是慌不择路 才冲进失群当中 然而 战车在失群当中发生的一幕 又彻底的颠覆了这群人的认知 在这群人的认知当中 丧失几乎是无敌的 他们不怕疼痛 哪怕是砍掉他们的一只手臂 他们也能够行动自如 而且 丧失们还不畏惧死亡 在丧失的大脑中 除了禁食圣人的欲望之外 根本再无其他 更没有害怕死亡一说 可是当所有人 看见基地战车如此凶悍的一幕 顿时震惊的无以复加 我没有看错吧 丧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不堪了 我肯定是眼花了 怎么可能有这么强悍的装甲车 我一定是在做梦 怎么可能会有人故意 把车开进狮群当中 被震惊的人群 甚至忘记了逃跑 就那么呆立当场 看着战车在狮群当中横冲直撞 此时在基地战车当中的 夏雪和李猛二人 浑身覆盖着铠甲异能 只等着张雨一声令下 随时可以发动攻击 战车的油门到底 如同一只苏醒的雄狮一般 在狮群当中 硬生生开辟出一条通道出来 吼 终于 在狮群当中的首领及丧失 似乎是意识到了危险 仰天发出一声怒吼 怒吼声传出 紧接着 狮群开始快速地 朝着一个方向汇集 片刻时间 在领主及丧失的周围 就围满了狮群 哼哼 一见领主及丧失而已 果然还是那么傻 张雨看着汇聚的狮群 淡 淡的说了一句 将战车的方向一转 朝着密集的狮群就冲了过去 领主及丧失 不但可以控制其他的丧失 自身实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看着张雨的战车 朝着自己的方向冲过来 丧失领主右手猛地挥舞 一个巨型旋风 在丧失领主的手中生成 快速地朝着战车卷了过去 什么 看着朝着战车席卷过来的旋风 张雨立刻猛转战车的方向盘 基地战车在狮群当中 来了一个90度大飘移 战车这才躲过席卷过来的旋风 横在狮群当中 所有人出击 随着张雨一声令下 战车的四个车门瞬间打开 四个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 从战车当中冲了出来 杀 从战车当中冲出来的黎猛 全身黑色铠甲 一马当先地朝着丧失领主就冲了过去 跟在黎猛身后的则是张雨 手中匕首和消防府连续挥舞 明明是两种极为不相干的武器 在张雨的手中 如同有了灵魂一般 舞动的节奏感十足 每一次舞动都能斩杀掉一只丧尸 在张雨的身则是安秀香 虽然安秀香的战斗力一般 但是势力绝佳 可以为队伍提前做出预警 相当于队伍的眼睛 队伍的最后则是夏雪 一身冰蓝色铠甲 再配上一对冰蓝色的恶魔弯刀 看上 去就给人一种妖夜的美感 夏雪在队伍的最后 主要就是负责断后 同时保护安秀香的安全 在夜间战斗 要是失去了观察手 战斗起来可是会非常的被动 就在这时 领主及丧尸 看到自己发出旋风攻击被躲开 顿时变得更加愤怒咆哮起来 好吼 在领主丧尸的怒吼声中 领主丧尸的左手猛然挥动 又是一股旋风 在丧尸的左手上形成 丧尸领主的左手一挥 一道模糊的旋风影子 朝着章鱼几人再次袭来 不好 快躲开 队伍中的安秀香 看见朝着几人飞来的旋风 立刻大声提醒 可是旋风本来就只是一团暗影 再加上又是黑夜当中 即使有着安秀香的提醒 李猛依旧没有发现 席卷而来的旋风气旋 碰 在气旋和李猛接触的一瞬间 李猛就感觉自己 好像被一头野牛撞击到胸口一般 整个人被旋风撞击的向后倒飞 好在 章鱼的反应速度极快 在李猛倒退的一瞬间 立刻出手接住李猛 这才让李猛安然落地 没有出现重伤 领主丧尸 见到自己的攻击无效 顿时更加暴怒 挥动双手 就完继续攻击 还来 此时的章鱼 见到领主丧尸 还要继续攻击 一个箭步上前 手中消防俯批出 朝着领主丧尸的脑袋上 就砍了下去 袖书网 领主丧尸的反应速度也是极快 看见章鱼手中的斧子劈砍过来 整个身子也是快速地后退 同时 让周围的普通丧尸围在自己身前 阻挡章鱼等人的继续进攻 章鱼几人逼迫的领主丧尸连连后退 看到外面一群人 一个个都长大了嘴巴 要知道 他们在被尸群追杀之前 可也算是一个几百人的幸存者聚集地 其中光是基因进化者 就有八人之多 可还是被领主及丧尸 给追得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只能拼命地逃跑 现在再看看那几个人 明明之后四名基因进化者 还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 却能把丧尸领主逼迫得连连后退 看着章鱼几人的勇猛 人群中一些人甚至都忘记了逃跑 傻呆呆地看着章鱼几人 朝着领主丧尸又冲了上去 被领主丧尸弃既飞的李猛 此时也来了脾气 抡起九环刀 朝着丧尸领主就劈砍了过去 妈的 给老子受死 李猛一声大吼 九环刀自上而下 直直地劈砍下来 成了 一声如同金铁交鸣的声音响起 李猛的九环刀 并没有如同当初预料的那般 将丧尸给劈成两截 而是如同劈砍在金属罩上面一般 九环刀被震开 原来 在丧尸领主的周围 出现一个空气晶中罩一般的气罩 将丧尸领主给保护在里面 力道用老的李猛 手中的九环刀被震飞 双手虎口位置 竟然隐隐地往外渗透着鲜血 老大 怎么办 这家伙的王八盖子太硬了 根本砍不动啊 李猛双手有些 轻微地颤抖着 出声说道 用控制空气能力形成的钢气罩 虽然防御力强悍 而且防御的方位全面 但是 他也不是没有弱点 那就是点击破 张宇说着 身影快速闪动 直接来到丧尸领主的背后 手中的匕首 对着丧尸领主深周的防御钢罩 全力刺了上去 叮 一声脆响 匕首狠狠地刺进 丧尸领主的防御钢罩当中 丧尸领主的防御钢罩 本就是空气凝结而成 弱点就是害怕被击破 而匕首的攻击 又是以刺为主 锋利的匕首尖刺 直接刺穿丧尸领主的防御钢罩 感受到自己的防御钢罩被迫 丧尸领主立刻就慌了 想要逃跑 啊我 王八蛋 伤了你爷爷还想跑 丧尸一声怒吼之后 李猛接着就扑了上来 同时大声喊道 还没等丧尸领主躲开 李猛双臂死死地抱住丧尸领主 防止丧尸领主逃跑 看着李猛这种 不要命的战斗方式 章鱼也是一阵无语 谁叫李猛这个铁憨憨 竟然觉醒了一套 防御力强悍的铠甲 见到丧尸领主被李猛抱住 章鱼全身肌肉猛然爆发 刺进钢罩当中的匕首 再次前进了几分 穿透丧尸领主的防御钢罩 刺到丧尸领主的后脑上 感受到生命受到了威胁 丧尸领主挣扎得更加的剧烈 眼看李猛就要控制不住 丧尸领主的行动 一旁的下雪立刻冲了上来 和李猛一同抱住丧尸领主 快 我快要控制不住他了 在丧尸领主正前方的李猛 感觉丧尸领主挣扎得更加剧烈 不由大声地喊道 而此时的章鱼 双手死死地抓住匕首的握把 几乎已经将全身的力量 全部爆发到双臂之上 好吼 终于 在丧尸领主最后的一声吼叫之后 丧尸领主的防御钢罩突然消失 失去力量阻挡的匕首 直接从丧尸领主的后脑刺了进去 丧尸领主被章鱼几人干掉的一瞬间 原本还聚在一起的丧尸 突然露出一阵茫然的神色 紧接着又闻到生人的味道 朝着章鱼几人就扑了过来 可是此时的章鱼几人 刚刚和丧尸领主进行了一番拼杀 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此时在面对上千只丧尸 就算是几人的战斗力再强悍 也不得不躲避其锋芒 所有人立刻上车 章鱼一声大喊 同时手中的匕首 在丧尸领主的大脑中 一个旋转 一颗晶莹剔透五彩缤纷的金河 就出现在章鱼的手中 看着五彩金河到手 章鱼也不再有丝毫的犹豫 朝着战车的方向就冲了过去 好在基地战车的距离并没有多远 章鱼几人很顺利的 就返回到战车当中 而且之前因为领主及丧尸的存在 周围聚集了将近上千只丧尸 而且丧尸的聚集程度非常密集 所有人坐稳了 坐上战车驾驶位置的章鱼 一声大喊 脚下的油门就直接踩了下去 嗡 战车发动机顿时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带动着战车直接弹射出去 可是这时候 章鱼可不想一走了之 这聚集在一起的一千只丧尸 可都是白花花亮晶晶的金河 弹射出去的战车 在尸群当中来了一个华丽的飘移 掉头继续在尸群当中横冲直撞 凡是挡在战车前方的丧尸 全部被战车给撞飞出去 不过还是有一些幸运丧尸 被撞得只剩下残枝断壁 还在地上不停地挣扎着 因为丧尸的数量实在太过密集 战车每一次冲锋 几乎都可以带走上百只丧尸 仅仅只是十几个来回 这一千多只的尸群 就被战车给清理了差不多 章鱼几人正在收集丧尸金河的时候 之前被尸巢追杀的那些人 从不远处慢慢地走了过来 纷纷加入了收集金河的队伍 金河收集的速度 要比想象当中快上很多 秀书网 特别是这将近一百人的队伍加入之后 收集的速度更加快速 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这接近一千只丧尸的金河 就被收集完毕 收集完丧尸金河的人 纷纷将手中的金河交给章鱼几人 以表示对救命之恩的感谢 看着众人都把品河交给了章鱼 三名基因进化者心中虽有不快 但是也没办法 毕竟这些丧尸都是战车撞死的 而且还救了他们一命 等所有人都把金河交出来之后 就只剩下三名基因进化者 站在人群的后面 不愿意将金河交出来 多谢兄弟出手援助 不然我们这些人 今天可就危险了 三名基因进化者当中的领头人萧宝吉 故意插开话题 对着章鱼拱手说道 对于几人的小心思 章鱼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不过这次击杀的丧尸 足足接近一千只 又有那么多人帮着收集金河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领主及丧尸的品河 已经被章鱼得到 所以几人手里的那几颗金河 章鱼也没有太过在意 对方的队伍人数 差不多有一百多人 章鱼也是起了招揽之心 如果能把这一百多人 直接招揽到自己的队伍当中 隧道基地的建设 必然速度大增 所以章鱼很是客气地说道 也没有什么 末世生存都不容易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了 见章鱼的态度十分客气 肖宝吉也出声说道 还是得多亏兄弟的救命之恩 我叫肖宝吉 算是这群人的头领 我旁边的是于贤 黄成 我们三个人都是超能力者 拥有特殊的超能力 只不过 肖宝吉说着 脸上不由浮现出自得的神情 不知道你们现在 可还有安全的驻地 没有理会肖宝吉得意的样子 张宇直奔主题说道 一说到安全驻地的问题 所有人的脸上又是一阵苦涩 他们这些人 原本是一家电子厂的职工 在末世爆发的时候 他们正在车间当中 加工机械设备 也正是因为在车间当中 各种钢铁机械设备比较多 在有人突然变成丧尸的时候 这些工人 还有一些趁手的反抗工具 幸存下来的人也比较多一些 后来在他们无意间 发现了丧尸脑中的金河 几人冒险吞浮之后 肖宝吉几人幸运地成为了异能者 当然还有一些倒霉蛋 无法抵抗病毒的侵袭 成为了丧尸 这下 众人对丧尸的金河是又爱又恨 不过也在没人敢继续服用金河 不过好在有了肖宝吉三名异能者之后 带领大家伙 从生产车间一路杀回到宿舍当中 就这样 靠着员工宿舍当中储存的食物 众人这才活了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 失去了法律的约束 肖宝吉几人就开始称王称霸 麒麟敞花 让男人们出去寻找食物 可是就在今天 肖宝吉几人准备侮辱一个工厂女工的时候 女工的男友出来阻拦 却被肖宝吉几人给扔出宿舍 原本按照众人的想法 女工的男朋友很快就会被丧尸吃掉 而那个女工就会被肖宝吉几人侮辱 就在这时 被肖宝吉几人扔出去的那人 不知道从哪掏出一颗丧尸金河 直接吞了下去 在那人就要发生异变的时候 又被外面的丧尸发现 一口撕咬掉男子半边脸 然后男子突然就发生了变异 一声嘶吼 还准备继续撕男子的丧尸 直接就呆立当场 被称为领主丧尸的男子给控制 丧尸越聚越多 最后攻破宿舍大门 众人不得不外出逃命 兄弟 实不相瞒 我们的助地被丧尸攻击 我们现在正在寻找落脚的地方 很快 肖宝吉就将众人的遭遇给说了出来 只不过在七零女工的事情上 肖宝吉没有说出来 而是选择了隐瞒 听到这些人没有了助地 章语立刻对这些人发出了邀请 既然如此 如果你们不嫌弃 不如就到我那里吧 容那个几百人 还是而已的 收到章语的邀请 肖宝吉几人 几乎是想都没想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而那些没有觉醒特殊能力的人 虽然有心想要逃离肖宝吉几人 可是为了能活下来 也都选择了同意 在返回隧道基地的路上 章语驾驶着基地战车 负责在前面引路 而那些被丧尸追杀的幸存者们 则是跟着战车一路小跑 返回隧道基地的路途 本就没多远 差不多十几分钟之后 一群人跟着基地战车 来到隧道基地的树井入口 一开始 众人还以为地下隧道当中 肯定会空气浑浊 甚至还会有下水道一样 臭烘烘的味道 可是当众人顺着树井 来到隧道基地当中的时候 这才发现 隧道基地当中的空气 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样浑浊 也没有下水道那样 臭烘烘的味道 还有 在隧道基地的棚顶上 每隔十几米的距离 还挂着一盏盏节能灯 将整条隧道里面 给照耀的通亮 张宇兄弟 你是怎么想到 躲到这个地方的啊 这里简直就是为了 躲避丧尸而建造的地下宫殿啊 进入隧道基地 跟在肖宝吉身边的 另一名异能者于贤 震惊地说道 这里简直太完美了 你看 这还有新开辟的房间 三名异能者中 最后一个叫黄成的人 惊叹地说道 房间内贴满礼石和瓷砖 十分的豪华大气 看着那豪华的大床房 肖宝吉目光当中 充满了贪婪之色 突然 肖宝吉看见一个 让他更加震惊的东西 在中央新风空调的排水口下面 一根细长的管子 插在水桶里 一滴水滴落进水桶当中 发出一声叮咚的脆响声 这个空气当中凝结出来的水 张宇并不是很在乎 全都用来搅拌水泥等 用在了隧道的建设上面 但是这些水 对于肖宝吉等人来说 那简直就是最珍贵的宝物 从末世爆发开始 他们就躲进宿舍当中 虽然员工宿舍当中 还存有一些零食等食物 但是水这个东西 却很是吸手 每个人每天只能喝上一小口 只能用来润润猴而已 肖宝吉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水桶 就差点直接上去 把水桶给抢过来 而就在这时 开挖隧道的妇女 一把拎起水桶 将水桶当中的清水 直接倒进水泥灰当中 开始搅拌水泥 妇女的这个举动 看得肖宝吉 差点直接暴怒 双眼通红的 就要上去抢夺水桶 不过很快 肖宝吉就清醒过来 这不再是自己说了算的 顺着隧道继续往里走 里面就是 基因进化者的专用休息室 还有卫生间 在往里 还有正在扩建的其他房间 隧道基地里的一切设施 看得肖宝吉 又是一阵的炎热 只不过 因为隧道基地 还没有彻底建成 里面新开辟的空间 也并不是很多 秀书王 当晚 肖宝吉一伙人 全部被张宇 安排在隧道的深处空地上 四日一早 太阳升起 阳光顺着树井 照射在井口的位置 张宇打开物资仓库的大门 刘云杰带着基地的吉女 把仓库当中 所有的食物给搬运出来 准备众人的早餐 这时 醒过来的肖宝吉 正好看见刘云杰带着人 从仓库当中 不停地搬运食物 眼中贪婪的神色更盛 恨不得直接 把章鱼手中的钥匙给抢夺过来 把仓库据为己有 可是在心中衡量了一下 自己几人的胜算 实在是没有多少 昨晚章鱼几人 和丧尸战斗的场面 肖宝吉可是全都看在眼里 那一群追着自己一伙 上百人拼命逃窜的丧尸 在章鱼几人的手中 几乎没用上几个回合 就被章鱼几人给消灭掉 虽然章鱼几人 是靠着那辆战车 才靠近领主及丧尸 但是章鱼几人的战斗力 仍然不可消失 差不多十几分钟之后 一大锅的疙瘩汤熬煮了出来 原本只是十几个人的基地 现在一下变成了上百人吃饭 就是这一顿早餐 就差不多消耗掉基地当中 一半的矿泉水 趁着做饭的功夫 章鱼把肖宝吉几人叫来 叫他们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毕竟想要留在自己的隧道基地 就要遵守自己定制的规则 必须要忠诚于自己 他算个什么东西 竟然还想骑在咱们兄弟脖子上 那是不成 从章鱼身边离开的于衔 一脸不愤地对着肖宝吉 巧声说道 而一旁的皇城也跟着附和道 肖老大 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他们不就是比咱们多一个进化者吗 就凭咱们哥仨 偷袭干掉一个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原本就已经起了贪心的肖宝吉 听着自己的两个狗腿子游说 心里又开始痒痒起来 不过一想到章鱼几人的战斗力 还是出声说道 你们两个小点声 瞎嚷嚷什么 昨晚你们又不是没看见 章鱼那几个人 个个都是战斗力十足 咱们最好不要这么应聘 想要弄死他们还不简单 等和他们外出的时候 趁着他们不注意 肖宝吉说着 做了一个背后偷袭的手势 然后就不再出声 只是 他们三人并不知道 章鱼其实是一个 全方位进化的基因进化者 而他们几人刚刚说的话 早已经被章鱼全部听在耳中 不过 这时的章鱼也没有声张 完全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看着三人 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没错 章鱼的想法 和肖宝吉的想法 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章鱼这方的基因进化者 一共四人 比肖宝吉他们要多出一人 而且战斗力 还要比肖宝吉他们 更加强悍一些 但是如果正面冲突的话 肖宝吉他们 难免会发生狗鸡跳墙 如果因为肖宝吉几个人 而导致自己人受伤 那才是亏大发了 等三人把所有幸存者 全部召集起来之后 章鱼这才走了出来 开始 而自己的开场白 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 章鱼上来就是直奔主题 各位 你们能来到我的聚集地 也算是缘分 但是 在你们选择留下之后 我希望你们遵守我的规则 能出去寻找物资者 我保证你们 每天都吃饱喝足 不敢外出寻找物资 不愿意拼命的人 留下建设隧道基地 同样我也可以保证 你们每天有饭吃 不会让你们饿肚子 在我章鱼的聚集地当中 不养闲人 每个人都要付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 但是 如果不想外出 还不愿意处理建设基地的 你们可以直接离开 还有不想遵守规则的 现在你们也可以离开了 我章鱼绝对不会阻拦 章鱼的话音落下 人群立刻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真的假的 难道可以不用和丧尸拼命 就可以吃饱饭吗 他不是在骗我们吧 谁知道真的假的 留下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在所有的幸存者当中 所有的人都选择了留下 没人选择外出寻找物资 能留在基地当中 就有饭吃 谁愿意和那些丧尸去拼命 看着所有人的选择 章鱼也没觉得意外 就在这时 早餐疙瘩汤做好了 满满的一大锅疙瘩汤 上面还飘着几片菜叶 看上去就味道十足 特别是这些几天 都没怎么吃东西的幸存者们 在看见这一大锅的疙瘩汤 一个个不停地吞咽着口水 这时候 终于有人忍不住 想要上前抢夺锅里的疙瘩汤 可是还没等 这人靠近汤锅 一道锋芒的匕首 瞬间在空中划过 那人的脖子位置 瞬间出现一道血痕 接着就是一道血剑喷出 想要抢夺锅大汤的那人 直接栽倒在地上 身上抽出了几下之后 就停止了动作 章鱼的这个举动 让有些骚乱的场面 瞬间安静了下来 想吃东西 就要遵守这里的规则 敢敢扰乱秩序者 杀无赦 手中匕首 还在滴落着鲜血的章鱼 目光冰冷地看着人群 声音冰冷地说道 看着所有人全都安静下来 章鱼这才继续说道 所有人排好队伍 每人一 碗疙瘩汤 不许插队 不许抢夺 扰乱秩序的下场 你们应该很清楚 果然 有了之前的震慑 没人再敢插队抢夺 一个个老老实实地排队 等着领取食物 领到食物的人 连忙躲到一旁 生怕别人抢夺他的食物一般 警惕地看了一眼周围 然后才稀溜稀溜地喝着疙瘩汤 等碗里的疙瘩汤喝完之后 甚至还用手指 将碗底的汤汁给清理干净 然后用手指一抿 把汤汁全部送进嘴里 一些先领到食物的人 还没等疙瘩汤分完 就已经将碗里的汤喝完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疙瘩汤 甚至还有一些人 吃着碗里的疙瘩汤 吃着吃着就哭了出来 这些天 他们一直被困在工厂的员工宿舍楼里 那里还吃得上一顿热乎饭 基本就是干吃干粮 等干粮吃完了 再喝一小口水 润润嘴巴 那里像这里一样 竟然还可以喝到一碗热乎乎的疙瘩汤 普通的幸存者的早饭 就是一碗疙瘩汤 但是异能者们的早饭 却要丰盛得多 而且因为异能者都是外出战斗人员 所以在食物方面 没有任何限制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战斗人员的早餐 一碗大米饭 加上鸡蛋炒黄瓜 还有一个青菜炒肉 这些食物 都是前些天在超市里面收集的物资 蔬菜都是一些比较容易腐坏的东西 所以要尽快食用 剩下的像火腿肠 午餐肉等 一些带有包装的食物 保质期一般时间都比较长 所以要留在以后再吃 当那些选择留守基地 不愿意外出寻找物资的幸存者们 看见战斗人员的伙食 一个个都是羡慕不已 很快 等太阳彻底从天边升起的时候 章语带着净化者们出了隧道基地 所有人注意 我们储存的食物和水都不多了 所以这次 我们的目标就是 十公里处的嘉嘉宏大型商超 我们要把超市当中的丧尸 全部吸引出来 然后进入到超市当中 因为肖宝吉 于贤 黄成 三个兄弟 是刚加入咱们的队伍 所以 在出发之前 我先定制一下作战方式 章语说到这 停顿了一下 然后看着肖宝吉三人 继续说道 肖兄弟 今天你们三个的任务比较简单 主要的任务 就是到超市当中搬运物资 我们四个配合时间比较长 任务要危险一些 主要任务 就是把超市当中的丧尸 全部引走 肖兄弟 你看这么分配任务 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 肖宝吉听到章语几人 负责吸引丧尸 一开始 心里还比较高兴 自己几人至少可以不用 直接面对丧尸 可是转念一想 章语要是坑害自己怎么办 如果他们半路逃走 那自己几人 不是要被丧尸围在超市里面 张老大 我们几个本就是新来的 在你的驻地 又是吃又是喝的 这危险的任务 怎么能让你们来 吸引丧尸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三兄弟吧 保证把超市里的丧尸 全部都给吸引出来 肖宝吉一边说着 一边把胸脯拍得砰砰响 看见肖宝吉的反应 章语心中暗笑 既然你们想完阴招 那就看看 到底谁才是阴人老祖 章语这次要去的地方 在上一世 可是一处死地 里面拥有至少 十几只四五阶的丧尸 最后是章语所在的 势力组织 联合其他幸存者聚集地 这才将那个大刑商 抄给拿下 所以这次 肖宝吉无论选择哪一个 他们都不可能活着出来 看着肖宝吉 拍着胸脯保证 章语心中暗笑 不过脸上还是担忧地说道 肖宝吉 吸引丧尸 可是非常危险的任务 你可要想好啊 放心吧老大 保证完成任务 那好 这次装甲车 有你们三人驾驶 我们开着卡车 在后面跟着你们 章语说着 将装甲车的钥匙 递给了肖宝吉 其实 已经被基地战车系统 绑定过的装甲车 根本就不需要钥匙 章语可以通过系统 就可以对战车 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 故意把装甲车的钥匙 交给肖宝吉 就是为了让他们麻痹大意 战队出发 肖宝吉三人 驾驶着装甲车 在前面开路 老大 咱们为什么不选择搬运物资 却选择了吸引丧尸 这么猛危险的任务啊 坐在战车副驾驶的于贤 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小子 就不能多张长脑子 如果咱们进去超市当中 张宇却没有把丧尸引走 那咱们的下场会如何 肖宝吉反问于贤出声说道 咱们可是插翅难逃了 听着手下的恭维 肖宝吉也是一脸的得意 哼 就凭他还想和我斗 一会到了超市 咱们假装吸引一些丧尸 然后就赶紧撤离 到时候 这个地下隧道基地 不还是咱们搁几个说了算 十几公里的路程 不算太远 但是在战车的开路下 也走了二十来分钟才到地方 肖兄弟 这次可就全都靠你了 一定要活着回来 章鱼走下卡车 拍着肖宝吉的后背 真切地说道 放心吧 章鱼老大 我们一定安全回来 肖宝吉感觉自己 差点就被章鱼真情给感动了 连忙出声回到 接着 章鱼又用同样的方法 拍着于衔和黄诚的肩膀 兄弟们千万注意安全 见识不可为 保命要紧 一定一定好活着回来 章鱼不停地拍着几人的后背 神情是无比的关切 放心吧章鱼老大 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对了 这几个血包你们戴上 在吸引丧尸的时候 效果不错 如果你们一旦出现危险 也可以将血包扔出去 吸引丧尸的注意力 章鱼说着 不知道从哪又拿出三个血包 递给肖宝吉三人 秀书王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抓紧出发吧 章鱼放开手 对着几人出声说道 三人也没有多余的废话 接过章鱼手中的血包 转身去吸引丧尸去了 只是三个人谁也没注意 在每个人的身后 都有一个淡淡的手掌印 看着三人走远的身影 章鱼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然后转身 对着身后下血几人说道 咱们走吧 赶紧去搬运物资 可是这时候 下血却有些担心的出声说道 老大 万一他们半路跑了怎么办 到时候 我们在超市里面 岂不是会很被动 秀书王 放心吧 他们一定会吸引走所有的丧尸 趁着他们还没死之前 我们赶紧去收集物资 章鱼说着 朝着三人离开的方向 就走了过去 走在前面的三人中 黄诚出声询问道 老大 咱们怎么把丧尸引走啊 黄诚这句话刚说完 就被肖宝吉一个暴力 打在后脑上 然后生气的说道 你他们是猪脑子吗 几句好话 就把你给哄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给他吸引丧尸 等着做梦吧 等他们进入超市之后 咱们就把市群甩开 没有了那辆装甲车助阵 我看他们还有什么本事 到时候 那辆装甲车就是咱们的 还有那个隧道基地 简直就是专门为末世而生的庇护所 到时候 咱们有了那个隧道 当做庇护所 还有什么好怕的 肖宝吉越说越是激动 甚至在幻想着 自己得到了那个基地之后 吵叫声打断了肖宝吉的幻想 朝着肖宝吉几人就扑了过来 不好 丧尸追上来了 快跑 看着冲上来的丧尸 肖宝吉对着于贤和黄成两人大喊一声 起身就跑 在逃跑的同时 肖宝吉将手中的血包给扔到一旁 用来吸引丧尸的注意力 好为了自己脱身 跟随肖宝吉一同逃跑的于贤和黄成两人 见到肖宝吉把血包给扔了 也是有样学样 将血包直接扔在路边 血包砸在板油路上面 直接爆炸开 鲜血瞬间洒出一大片 那鲜血浓郁的血腥味 瞬间就吸引了大部分丧尸 直接扑了过去 趴在地上不停地用手抓着地面 然后将燃血的双手塞进嘴里 仅仅是片刻功夫 燃血的地面就被丧尸给抓出一道道找印 正在前面逃跑的肖宝吉三人 看见丧尸都扑向血带 心里顿时轻松了不少 而这时 章鱼已经带着人冲进商场当中 虽然商超里面的丧尸 大部分被三人引走 但是也还剩下一些零散的丧尸 因为货架的阻拦等原因 没有来得及出去 扑呲 章鱼手中的消防斧 直接砍死一只丧尸 顺手挖出丧尸的金盒塞进一兜 然后就开始将货架上的各种食物 一股脑地塞进一个袋子当中 大家注意时间 速度一定要快 咱们现在只要水和食物 其他东西等以后有机会再来 章鱼一边喊着 一边将一大箱方便面塞进一个袋子中 知道了 收到 章鱼这边正在疯狂地收集物资 可是肖宝吉那边却出现了变故 一群丧尸将地上的鲜血给舔尸干净之后 眼睛再次盯向肖宝吉几人逃跑的方向 好吼 在尸群当中 一只变异丧尸 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 朝着肖宝吉几人偷跑的方向 快速地追了过去 这只变异丧尸的体型 身高足足接近三米 特别是肚子位置 就和一个大肚锅锅差不多 在丧尸的右臂位置 只剩下一小节的手臂 整条手臂都已经消失不见 而这只丧尸 战斗力最强大的部位 却是那个只剩下一小节的手臂 剩下的这一小节手臂 是一个中空的造型 可以用来发射超强酸液弹 而这只丧尸的大肚子 就是储存酸液的容器 在平时战斗的时候 头弹手丧尸会使用右臂当作发射器 将腹中的酸液 成球形发射出去 用来攻击敌人 就是因为这种丧尸的特性 在上一世 这种丧尸被叫做头弹手丧尸 而头弹手丧尸 却有一个索异能者 或者战队组织 都不愿意与他作战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头弹手丧尸 一旦发现自己打不过敌人 或者身体遭受重创的时候 肚子位置就会瞬间爆炸 把里面储存的酸液 全部释放出去 只要是在 头弹手丧尸十米范围内 都会被爆炸建设出来的酸液所腐蚀 追出去的头弹手丧尸 因为体型太过庞大 几乎每次迈步 地面都会跟着轻微颤抖一下 正在逃跑的肖宝几几人 感受到地面的振战 回头一看之下 顿时吓得魂都快飞出来了 袖书网 就看见头弹手丧尸 那三米多的巨大体型 每一步迈出都是三四米远 速度飞快 挡在前面的普通丧尸 全都被撞飞到一旁 就在这时 头弹手丧尸 右臂仅剩一截的手臂抬起 瞄准前面逃跑的三人 一颗酸叶弹 直接就射了出去 散发着绿色荧光的叶弹 在天空中滑出一道弧线 来不及躲避的于衔 被酸叶弹击中肩膀位置 酸叶弹在于衔的肩膀位置炸开 那绿荫荫的酸叶 覆盖了于衔的大半个身子 几乎是一瞬间 酸叶强大的腐蚀性 就把于衔身上的皮肤 给腐蚀出一个个大窟窿 同时冒出一股股白色的青烟 散发着一种刺鼻的腐臭味 啊 啊 呜 倒在地上的于衔 此时犹如身处人间地狱 被人放进油锅当中炸一般 剧烈的疼痛 已经让于衔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只能倒在地上抽搐哀吼 倒在地上的于衔 身体的每一次抽搐 和地面接触的皮肤 就会被地面沾下来一大片的血肉 几乎在片刻的功夫 于衔脸上的血肉就腐蚀干净 露出里面的骨头 整个人如同骷髅一般 于衔 正在逃跑的肖宝吉和黄成 看见于衔倒在地上 不由大声地喊了一句 可是 在看见于衔那凄惨的模样 两人谁都没有上去帮忙 而是跑得更加快了几分 就在这时 头弹手丧尸的酸液弹再次发射 已经见到酸液弹威力的肖宝吉黄成二人 立刻调转逃跑的方向 躲避酸液弹的攻击 不过有于衔充当丧尸的食物 倒是将头弹手丧尸给拖延住 从后面追上来的头弹手丧尸 一把就掏开于衔的肚子 撤着长长的肠子就往 嘴巴里面散 看见于衔的惨状 肖宝吉二人逃跑得更加快速 恨不得爹妈再多给自己伸出一双腿来 也不知道跑得多久 终于是看不见身后的那只可怕的丧尸 肖宝吉黄成二人 直接摊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而此时的章鱼 却是爽到翻天 一箱箱的矿泉水 被章鱼马放出一人多高 然后整个一落抱起来 直接扔进开来的挂车当中 虽然基地战车里面 有着折叠空间 也可以存放物资 但是比起装卸物资来说 还是货车更加方便一些 看着一箱箱的物资 装进卡车当中 张宇就感觉十分的爽歪歪 这些物资 只要装进卡车里面 可就都是自己的了 就连夏雪黎蒙几人 此时也是干劲十足 夏雪和安秀香给黎蒙打下手 把一袋袋大米和白面 全部放到黎蒙的肩膀上 足足扛了十几二十袋 借着基因净化者的力量 就将挂车给装得大半 大家火动都再快点 我们时间不多了 张宇大声说着 将一大落的各种饮料矿泉水 再次扔进火车当中 张宇这边忙得热火朝天 汗水都湿透了衣精 正摊坐在地上的肖宝吉和黄蒙 两人摊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新鲜空气 老老大 那怪物 该 应该不会 再追上来了吧 黄蒙有些害怕地说道 可是 还没等黄蒙把话说完 在两人周围 又开始出现大量的丧尸 朝着两人聚集过来 妈呀 快 跑 萧宝吉说着 拉了黄蒙一 把两人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继续逃命 突然 萧宝吉想到了那辆装甲车 要是还在自己的手里 如果能借助着那辆装甲车逃跑 自己的逃生几率 无疑会大很多 想到这 萧宝吉对着黄蒙大喊一声 跟着我 喊完 萧宝吉绕了一个大圈 朝着基地战车之前 停放的位置跑了过去 与此同时 张宇将超市当中 最后一件矿泉水 扔到挂车上面 回头对着几人喊道 所有人赶紧上车 我们得尽快撤离这里了 明白老大 黎蒙大声地回了一句 扛起肩上的一大糯米袋子 快步跑出超市 将大米直接扔到挂车上之后 一把关上挂车货乡的护栏 然后跳上驾驶室 启动挂车 与此同时 夏雪和安秀香二女 跟着张宇 直接窜进基地战车当中 留下两条黑黑的轮胎印 战车在前面负责开路 黎蒙驾驶着挂车 紧跟着前面的张宇 就在这时 正在拼命逃跑 想要甩开丧尸的肖宝吉 发现自己虽然已经绕路了 可是周围的丧尸 确实越来越多 而且在之前 根本就没有想吸引丧尸的打算 直接跑出太远的路 再加上绕路 现在根本无法 再返回到战车的位置 眼看着已经无法回去 肖宝吉也是干脆果掘 再次改变路线 朝着路边的一家水果超市 就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在肖宝吉的手心位置 出现一个拳头大的火球 就见肖宝吉的手腕一甩 手中的火球就飞射出去 拦在肖宝吉面前的丧尸 被火球砸中 大半个身子 瞬间化成活人一般 朝着肖宝吉的方向冲了过来 可是这只丧尸 还没有跑出去多远 身子就直接瘫倒在地上 丧尸的半个身子 就被烧成了焦炭 一直跟在肖宝吉身后的皇城 见到肖宝吉 突然改变了方向 而且还释放异能 杀死一只丧尸 也连忙跟了上去 皇城虽然是进化者 但是却没有觉醒任何特殊异能 只是在体力方面 比普通人要大上很多 在末世的进化者当中 能产生异能的比率 也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说 平均十个基因进化者当中 能有一个人觉醒特殊能力 而皇城 显然不是那十分之一当中的那一类人 刚一冲进路边的超市当中 肖宝吉手中火球连续发射 片刻功夫 就把超市里面的丧尸给清理干净 皇城 动作快点 赶紧用货架堵住超市大门 一边击杀丧尸的肖宝吉 对着身后的皇城大声地喊道 听见肖宝吉的命令 皇城连忙抱起超市门口的收银把他 就要把超市的大门堵死 然而 就在这时 几声丧尸的嘶吼声从不远处传来 吼吼吼 吼 之前追杀肖宝吉三人的头弹手丧尸 出现在不远处的街道拐角 但是这次出现的 不单单是头弹手丧尸 同时在头弹手丧尸的身旁 还有一只长甲尸和一只距离丧尸 长甲丧尸的体型 要比普通的丧尸还要瘦小一些 双手上长着锋利的指甲 可以轻易穿透砖石 而距离丧尸的体型 和头弹手丧尸的身高差不多 身高足足三米多 浑身肌肉线条分明 一看就是力量型的丧尸 还有距离丧尸的右手 已经退化成一个巨大的肉笼 用来当做锤子攻击敌人 远远地看上去 距离丧尸的左右双臂 就好像一个是婴儿的手臂 另一个则是巨像的大腿 看起来极为不协调 搬起八台的皇城 刚一回头就看见这三只净化丧尸 整个人直接就吓傻了 搬起来的八台也直接掉落在地上 发出当当一声巨响 刚清理完超市当中丧尸的肖宝吉 听见这声巨响 就要回头贺骂皇城几句 皇城 你他妈是不是想死 就不能小点上 可是刚回过头的肖宝吉 就看见已经来到门口的三只净化丧尸 整个人都被吓傻了 就连接下来准备贺骂的话语 也全都忘记了 此时在肖宝吉的心中 剩下的全都是绝望二子 刚才 仅仅是一只头弹手丧尸 就让自己三名净化者疲于奔命 现在又来了两只特殊的丧尸 自己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碰 走在前面的巨型丧尸 挥起自己的右臂 巨大的肉流拳头 对着超市的玻璃大门就砸了下来 哗啦 超市的玻璃大门 被巨力丧尸这一拳头砸下来 直接砸成粉碎 破碎的玻璃掉落一地 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接着 在巨力丧尸旁边的长甲丧尸 在超市玻璃大门破碎的瞬间 身体如同灵活的猴子一般 冲进超市当中 还没等皇城反应过来 长甲尸的指甲就刺穿了皇城肚子 接着 长甲尸的手臂往回一收 长堵瞬间就洒落了一地 直到这个时候 皇城才感受到 小腹上传来的剧痛 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嚎声 笑 肖老大 救命 疼死我了 可是这时候的肖宝吉 那里会去管皇城的死活 掉头顺着后面的窗户 就窜了出去 在超市的后面 就是一个住宅小区 此时的肖宝吉 不敢有丝毫的停留 穿过住宅小区之后 继续埋头奔跑 朝着和张宇约定好的地方跑 虽然现在已经超过了约定的撤离时间 但是 这是肖宝吉最后的一次希望 但是还没等肖宝吉跑出去多远 后面的净化丧尸 再次追了上来 一发散发着绿色荧光的酸液氮 从后面落在肖宝吉的背上 在强酸的俯视下 肖宝吉只感觉 背后就像被人用刀子 一刀一刀地把肉割下来一般 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 强酸在肖宝吉的背上 就俯视出一个大洞 森白恐怖的脊骨 裸露在空气当中 失去了身体控制的肖宝吉 在惯性作用下 直接飞扑了出去 倒在地上的肖宝吉 此刻大脑还很清醒 也已经猜到了 自己三人的身上 肯定被张宇动了手脚 不然丧尸怎么能 接二连三地追上三人 而且还是越聚越多 但是 现在就算想明白了 也为时已晚 紧跟在肖宝吉身后的 长甲丧尸和聚力丧尸 此时也已经到了 肖宝吉的身旁 吃吃吃 基地战车一个急刹车 稳稳地停在了隧道基地的树井旁 碰 张宇从战车上走下来 对着树井的井口大声地喊道 所有人 立刻出来搬运物资了 声音落下 仅仅过了片刻的功夫 刘云杰带着基地中的幸存者 从树井当中爬了上来 当爬出树井的刘云杰 看见大挂车当中 装了满满一下全身食物的时候 震惊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嘴巴直接张成了O型 而跟着刘云杰身后上来的 一众幸存者 看着满满一挂车的食物 也都激动得不行 就差眼冒绿光了 一直过了好一会 所以刘云杰才回过神来 有些结巴的说道 老大 你们你们不是把哪家商超给打劫了吧 看着刘云杰的震惊 张宇笑着说道 哪来那么多废话 还不赶紧把东西搬进仓库 啊 这就搬 说着 刘云杰开始指挥着搬运物资 而张宇几人 则是可以在一旁好好休息一会 之前在商场当中 几人为了抢收物资 可是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只用了二十来分钟 就装了满满一挂车的食物 此时也是累得不行 可是没一会 张宇就发下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基地的树井 井口的空间太过狭窄 同时只能容纳一个人进出 卸货的效率非常低下 都十几分钟过去了 挂车里的物资还是满满的一下 只是在边上缺了一个小脚 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卸货 估计等天黑 才能把这一车货物给卸完 就在这时 从卸货的人群当中 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 只是这壮汉的性格 和他的体型却不是那么相符 有些唯唯诺诺的低声说道 老大 这个卸货的速度太慢了 我有个办法可以提高卸货的效率 壮汉的声音虽然小 但是张宇却是完全听得清楚 听到壮汉的提议 张宇的眼神顿时一亮 出声问道 你有什么办法 是这样的老大 我之前在工厂里当装卸工 我们工厂从楼上往下卸货的时候 为了防止货物被摔坏 就用了一块长条布当做滑道 说到这 壮汉顿了一下 然后看着货车上的帆布说道 我看到货车上有一块帆布 用来改一下 就可以当做滑道使用了 可是 听 到壮汉的这个办法 张宇顿时眼前一亮 可是在听见壮汉的可是之后 就没有接着往下说 张宇眉头微皱 以为这壮汉想要提什么好处 有些不悦的说道道 可是怎么了 你是有什么要求吗 秀书啊 被张宇这么一问 壮汉连忙解释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帆布改成滑道之后 就不能用来车盖货车了 得到壮汉的这个解释 张宇这才释然 挂车上的帆布 就是为了防止货物在运输的过程 被雨水淋湿 可是 现在已经是漠视了 而丧尸的特性 是惧怕阳光 一旦出现阴雨天 云层遮盖了阳光 张宇也不会选择外出 所以现在挂车上 有没有帆布 已经不重要了 你的这个方法不错 我同意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刘大山 老大你叫我大山就行 对于刘大山的这个老实性子 张宇还是比较满意 出声说道 刘大山 不错 去干活吧 午饭多给你一碗泡面 加一根鸡腿 多谢老大 多谢老大 我这就去干活了 听到张宇奖励自己一碗泡面 和一根鸡腿 刘大山顿时笑得满脸居花 一边道谢 一边跑去干活去了 没一会功夫 翻布就被改成了 运输货物的滑道 其实也就是一条比较宽的布条 两边加上一根绳子 防止货物 从两边掉出去就可以了 滑道的上口 直接拴在挂车的货箱上面 另一端顺着竖井 进入隧道当中 矿泉水是瓶装的 就算滑道不起作用 扔到隧道里面 也顶多是把箱子摔坏 瓶子并不会摔坏 所以用来试验滑道的可行性 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矿泉水箱子 顺着滑道快速滑入隧道之后 在快要落地的瞬间 有着滑道作为缓冲 箱子完整无损地落在地面上 看到这个结果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隧道基地的竖井又深又窄 人在里面 就算手里不拿着东西 爬上爬下的都费劲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滑道 既可以解决卸货速度慢的问题 又而已让人不那么累 有了这条滑道 车上的工人 开始不停地把物资扔到滑道上 在隧道内的一伙人 把物资从滑道上接住 然后再搬运到仓库当中 原本需要大半天才能卸完的货物 现在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全部卸货完毕 张宇看了一眼时间 此时才早上八点多 距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 而且那几个心怀不轨的 消宝机几人也已经被解决掉 现在倒是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清理一下基地附近的丧尸 收集一些金盒 也可以顺便把基地附近的物资 再仔细地搜集一下 只不过 这次张宇不打算自己接着带队 自己还要对基地的一些设施 进行一些规划 所以 这次外出收集物资 则是由下雪带队 虽然李猛的战斗力也十分的强悍 但和下雪相比 还是下雪心思比较细腻一些 不容易出现乱子 不过因为 就在基地附近清理 倒是不用开车出去 所以 下雪带着李猛和安秀香 直接就出发了 等三人离开 张宇返回到基地隧道当中 隧道内的工人重新开工 没多久 张宇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 开辟空间挖出来的黄土 全部堆积在隧道内 而且 随着空间的开辟越多 挖出来的黄土 也会越来越多 张宇找来负责基地后勤的刘云杰 出声问道 刘云杰 开辟空间挖出来的黄土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全部堆积在隧道内 也不是长久之计 到时候 还需要进行清理的 可是在张宇问完这个问题后 刘云杰也是一时雨色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看着低着头不说话的刘云杰 张宇也明白了事情的原因 刘云杰之前是开超市的 对于物资的储存 出货入库什么的 管理一些后勤的事情 还比较在行 可是让他对基地进行建设 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而且 刘云杰还是一个女流之辈 对于建设方面 更加不感兴趣 唉 看来还得我亲自上场啊 张宇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着隧道基地中的一堆堆黄土 张宇不由叹口气 这些黄土到底该怎么处理 这些黄土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用来烧制成砖头 但是黄土烧制成砖头的时候 需要用水做成泥巴 然后还需要高温炉子烧制 才能做成砖头 水源归根结底 问题还是说在水源上面 而解决水源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隧道基地当中 打一口水井 张宇也不是拖沓的人 既然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去做就完事了 从基地战车系统的生产区当中 张宇开始寻找适合打紧的设备 突然 在系统的生产区当中 有一个洛阳铲的东西 洛阳铲曾经是古代用来盗墓 探测墓穴所在方位的一种工具 到了现代 洛阳铲又成为了地质勘探的主要工具 洛阳铲的造型也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圆的桶子 可以在一个点上挖出基米 甚至是几十米深的一个洞 虽然用洛阳铲打紧的速度非常慢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洛阳铲的生产材料也比较简单 只要有钢铁就可以了 当然了 依照基地战车的特性 金河肯定也是少不了的 张宇在战车当中 投放了十颗初阶金河 直接生产出一把洛阳铲 和洛阳铲的配件加长杆 有了洛阳铲 接下来就是找人开始打紧 现在的基地当中 普通的幸存者已经接近一百人 张宇从里面挑选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专门来打紧 当然了 水井的位置依旧在隧道的入口附近 这样做也是为了以后用水房产 而且也更好链接水泵 安排好打紧的人选 张宇又开始安排起 隧道你其他设施的建设 现在隧道内通风系统有了 电力系统虽然差一点 但是目前为止也算够用 仓库每天还在扩建当中 还有就是建设住宿空间和卫生间 总不能让这一百男男女女的 混住在隧道当中 还有就是卫生间的扩建 这一百多人 使用这个卫生间肯定是不够用的 所以也需要继续扩建一些 安排完这些 剩下的就是最重要的一项 那就是挖通隧道坍塌位置 把隧道彻底通开 而这也是张宇最主要的目的 当初选择在这个隧道建设聚集地 就是为了这个隧道四通八达的交通能力 最后 所有的项目安排完毕之后 剩下的人 就是负责把挖掘出来的黄土 给运出隧道 好在隧道竖井出口 有张宇再次坐镇 幸存者们倒也敢走出隧道 把基地中的工作全部安排完毕 张宇坐在战车当中 把昨天得到的那颗领主金河给拿了出来 领主金河和普通的金河 可是有着天差地别的差距 普通的金河顶多是让人觉醒 然后让觉醒者慢慢变强 但是领主及丧尸金河 却是可以有一定的几率 让觉醒者拥有领主丧尸生前的特殊能力 这颗领主及金河 是一只一阶领主的金河 拥有操控空气的能力 可以利用空气凝成气旋 用来攻击敌人 空气气旋 五色透明 只有卷起的沙尘会有一点点昏暗的影子 可以说是杀人于无形之中 攻击能力非常强悍 还有 这个丧尸领主还是一个双异能的领主 还可以控制空气 形成一个空气刚照 防御能力也非常强悍 总的来说 这颗丧尸领主金河 除了等阶低一些 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 在末世当中 价格也是非常昂贵 但是这颗金河 还是有些不符合张宇的要求 虽然这个双细空气控制能力 可以说是攻守兼备 对一般的进化者 可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但是对于张宇来说 还差上一些 张宇的目标 就是上一世杀死自己的 那只三阶丧尸领主 拥有完美的空间系特殊能力 在战斗中 可以利用空间裂缝 让自己移行换位 而且空间裂缝 还可以用来当作利刃 对敌人进行攻击 空间裂缝 可以说是世上最锋利的武器 没有任何一种武器 可以比空间裂缝更加锋利 只要被空间裂缝接触过的东西 瞬间就可以切割成两截 断口平滑的如同镜子一般 而且空间裂缝 也可以用来进行防御 把敌人攻向自己的武器 或者是招式 利用空间裂缝的转移能力 传送到其他位置 如果上一世 这只拥有空间裂缝的丧尸 领主 等级实在太低 张宇可能连近身都做不到 就直接被丧尸领主给干掉了 张宇深深地看了一眼 领主及丧尸金盒 领主及丧尸金盒 每个人一生只能吸收一颗 一旦吸收成功 就再也无法吸收其他领主金盒 也无法获得其他的特殊能力 深深地叹了口气 张宇还是放弃了对金盒的吞噬 他可不想把自己唯一的一次机会 就这么轻易地浪费掉 收起领主及丧尸品盒 张宇接着把目光 放在剩下的那些品盒当中 剩下的这些金盒 在战车上次升级之后 还剩下400多初阶金盒 之后 又击杀了接近1000只丧尸 获得力量800颗初阶金盒 13颗一阶金盒 现在 张宇剩下的金盒总数 足足有1300多颗 还可以对战车进行一次升级 打开基地战车的升级系统 查看可以进行升级的属性 战车动力系统已经升到二级 和基地系统等级相同 已经无法再次升级 再往下看 就是战车的防御系统 轻障产系统 接着还有机关枪防御系统 可是机关枪防御系统的升级前置要求 就是战车防御系统达到二级 才可以进行升级 看到这 张宇直接按下了战车的防御系统升级 随着张宇按下战车的防御系统升级按钮 整整1000点的晶体能量 瞬间被战车吸收 也就是1000颗初阶丧失晶壳的能量 战车的防御系统升级 还需要一些的钢铁 只不过在末世当中 满大街的废弃汽车 钢铁这种材质 很轻松就可以弄到 大约过了几秒钟的时间 装甲基地战车的外壳 原本还只是迷彩色的普通外壳 开始慢慢地加厚 最后在装甲车的外壳上 形成一块块防御装甲板 将整辆战车给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还有战车的玻璃 看上去也更加厚实了一些 看着那一块块厚实的防御装甲板 张宇心中又有些小小的激动 就凭着装甲板的厚度 就算是一般的狙击枪 估计都无法穿透战车的装甲了吧 只是张宇现在手中的金盒数量 实在是太少了 不然张宇恨不得把战车上 所有能升级的东西 全部给升级一遍 把战车进行升级之后 张宇又有些无所事事 外出清理丧尸的事情 由下雪负责带队 基地内的工作 自己也安排完毕了 就在张宇巡视整个基地的时候 突然有人跑了过来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给张宇出主意的刘大山 此时就看见刘大山手里 捧着一大块 如同蓝色水晶一般的东西 跑到张宇身前出声说道 老大 我们在开挖隧道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东西 看见刘大山手中 蓝色水晶一般的晶体 张宇脸上 立刻露出惊喜的神色 这种蓝色水晶一般的晶体 在上一世被称作晶石 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当中 蕴含的病毒晶体 在陨石撞击地面之后 有少部分的晶体 幸存了下来 被埋在陨石坑当中 晶石的作用 和丧尸的晶盒差不多 虽然无法用来觉醒进化者 但是进化者服用之后 可以慢慢提升个人实力 特别是进化者进阶的时候 效果最佳 这种晶石 上一世是在末世爆发的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才被人发现 后来消息传开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人类能抵达的陨石坑 就全部被人给挖光了 只不过 上一世的张宇 因为惧怕丧尸 光是在家就宅了快一个月 直到快要饿死 才被逼无奈地走出房间 刚走出房间的张宇 只是一名普通人 根本就没资格参与晶石的挖掘 所以就错过了 最佳挖晶石的时机 等张宇成为异能者之后 晶石已经被人挖得差不多了 直到后来 机缘巧合之下 才听说了这种晶石的存在 又因为上一世 张宇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晶石 所以对晶石的印象不大 这才没有记起晶石的存在 直到这时 张宇看见刘大山手中的晶石 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只是没想到 在基地旁边的陨石坑当中 竟然就蕴含着这种晶石 好好好 连续三个好字 足以说明张宇心中内心的激动 刘大山是吧 以后你就是聚集地工人队的队长 负责监督工人 把工人挖到的这些晶体 全部给我收集起来 张宇对着刘大山任命道 多谢老大 我刘大山保证不会偷懒 有什么活您吩咐就行 被任命成工人队队长的刘大山 一脸激动地保证道 等刘大山离开 张宇把其他地方多余的人力调集过来 准备全力开挖竖井旁边的陨石坑 尽快把品石给挖出来 随着挖掘隧道的人数增加 一颗颗晶石从陨石堆当中挖掘了出来 张宇拿着挖掘出来的晶石 进入到战车当中 把一颗拳头大的晶石 投入到基地战车当中 当晶石投入到战车当中 系统的提示音立刻就响了起来 第一 是否吸收晶体能量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张宇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果然 这些晶石可以当作晶盒来使用 二话不说 张宇立刻在脑海当中说道 是 吸收晶体能量 第一 晶体能量吸收完毕 当前能量值151000 好家伙 基地原先就有十能量点的留存 现在只吸收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晶石 竟然就长了五个能量点 而且 晶石还在源源不断的被挖出 想来 战车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升级了 这时 在隧道基地几公里之外 三个女人没命的狂奔着 而在三女的身后 有着数百只丧尸 在后面不停的追着 燕冰姐 你们 你们快跑吧 我实在跑不动了 关小彤说着 就要停下脚步 回头和丧尸对抗 小彤 别废话 咱们三个今天谁也不能落下 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被叫做燕冰姐的沈燕冰 一把拉住慢下来的关小彤 大声地说道 燕冰姐 小彤 我的异能还能发动 还可以抵挡丧尸一回 你们先跑 我一会再追上来 跑在沈燕冰另一侧的张春雨 出声说道 可是 还没等张春雨停下 沈燕冰又一把抓住张春雨 拉着两人继续狂奔 一边跑还一边说 春雨 你犯什么傻 我还不知道 你那点小心思 你的图甲数义能 早就耗光了 你不过是 想为我俩拖延一下丧尸二爷 见自己的意图 被沈燕冰识破 张春雨还想辩解一下 可是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都跑不掉了呀 就在这时 沈燕冰突然出声说道 别可是了 你们没发现 这里竟然一只丧尸都没有再出现 应该是被人清理过 也许我们有机会得救了 什么 真的吗 谁要是能把咱们就 救下来 我关小彤 愿意愿意 以身相许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关小彤 此时连说话都有些气喘 练不成句的说道 小彤 我看你是幼在 发穿了 万一 人家已经有了老婆呢 一直疲于奔命的张春雨 此时也有些气喘 还不忘调笑关小彤说道 哟 老婆怎么了 有老婆我给 给她当小三 这都漠视了 有能力的男人 三妻四妾的 不是很正常 关小彤一边跑 一边反驳道 这时 身为几人大姐的沈燕冰 突然出声阻止两人到 都什么时候了 你俩还不忘相互调侃 都给我闭嘴 少说话 节省体力 沈燕冰说着 回身甩出一发兵箭 将追上来的 一只丧尸的脑袋给刺穿 解决了追上来的一只丧尸 沈燕冰拉着两人继续狂奔 正在战车当中 不断把金石投进战车的张雨 突然间眉头一皱 将战车的车门打开 然后静静地听着 过了几秒钟之后 张雨似乎是确定了什么 对着车外大喊一声 所有人现在立即收工 全部进入到隧道基地当中 喊完之后 张雨直接启动了战车 掉头朝着声音发出来的位置 冲了过去 就在刚才 张雨隐隐听见丧尸的吼声 还有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但是却无法确定 丧尸数量的多少 为了安全起见 张雨必须去看一看 狮群的情况 如果狮群数量太多的话 要想办法解决掉狮群 绝对不能让狮群 靠近隧道基地这里 不然聚集地里 可都是一些普通人 根本就没有任何 反抗丧失的能力